叶珍珍平生最讨厌三种人 一种是像皇帝那样三妻四妾的人 还有一种是不实术的人 但是为了江山稳固 她选择牺牲自己 进宫做那皇后的位子 可是忍一时越想越起 退一步越想越亏 于是大婚当晚 她就把皇帝一脚踢到了地上 或许从古至今 也就叶珍珍能做出这事情了吧 大齐夕和二年八月初九 一嫁娶 所以皇帝决定 今天娶个皇后回家 新娘名叫叶珍珍 这门亲事是先皇驾崩之前就定下的 皇帝为先皇守孝三年 才推迟至今 如今三年之期已到 也该是履行婚约的时候了 皇命难为 即使叶珍珍不想做那深宫中的皇后 但为了叶家 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命运 很快宫里来了八台大轿将她接走 早上就到了皇宫的她 却一直等到深夜 皇帝才来到了她的房间 叶珍珍恭敬地对她行礼 皇帝不耐烦地对她挥了挥手说道 皇后免礼 先喝了这浇杯酒 然后赶快下一步吧 还赶快下一步 果然是个无耻色狼罢了 喝过酒之后 皇帝猴急地就抱住了叶珍珍 想要做那羞羞的事情 可是本来准备忍一忍风平浪静的叶珍珍 却是越想越起 越想越起 就在皇帝准备扯下她腰带的时候 她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她对着皇帝狠狠地踢了一脚 直接把她踢下了床 跌坐在地上的皇帝一脸呆滞 也不知道是摔的时候摔坏了脑袋 又或者是在努力思考 这个女人她怎么敢的 而闯了大祸的叶珍珍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头 今天是我做皇后的第一天 应该也是最后一天了吧 我要不要向她认错呢 可是即使我认错 她真的会原谅我吗 唉 无命休矣 大婚之夜 我却将夫君一脚踢下了床 更要命的是 我的夫君是皇帝 怎么办 在线的 挺急的 皇帝和叶珍珍四目相对 这辈子第一次被别人踢的皇帝 在原地呆愣了好一阵子之后才确定 我堂堂皇帝 居然被自己的新娘给踢下了床 随即她指着叶珍珍呵斥道 你放肆 叶珍珍觉得自己 或许还能抢救一下 也就没选择破罐子破摔 她恭敬地对皇帝道歉 臣妾一时鲁莽 无意冒犯龙体 还请陛下责罚 你叫我责罚我就责罚 朕 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主要是责罚你的罪名是什么 难道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 朕被皇后一脚踹下床吗 好在这时 她的贴身太监 有事禀报 说是 丽妃娘娘不慎摔倒了 伤势严重 还真是瞌睡来了 有人送枕头 皇帝立刻表示百家路滑店 你的新婚之夜 朕却不在你这流宿 让别人说你闲话去 怎料得知 她今晚不在这里流宿 叶珍珍 却露出一副轻松自在的神情 哼 朕不跟你一般见识 次日 宿风和宿月在伺候叶珍珍的时候 还在抱怨 丽妃 她不过是依仗着皇上的几分宠爱 竟然敢在大婚之夜挑衅娘娘您 却没想到 在她眼中 那个受了万分委屈的皇后娘娘 此刻却很淡定 千军亦德 一将难求 丽妃 之所以能够嚣张 全因为她爹 是抗击西域的大将军 所以我们这个皇上 也算是卖身救国了 两个丫头听到皇上 居然给L这么一个评价 都是笑出了眼泪 不过又立即劝说道 娘娘要小心隔墙有耳 若是传到了皇上那里 一定给您一个大不敬的罪名 区区大不敬而已 本宫昨天早就做到了 玩笑过后 各路嫔妃也陆续过来请安 大家都是恭敬的 对叶珍珍行李 唯独丽妃不仅不行跪拜 还出言嘲讽 臣妾昨夜和今日都有些身体不适 怠慢了娘娘 请娘娘责罚 什么意思 他这是第一天就要跟我示威的架杀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国皇帝在风花雪月的时候 脑海里一直回想着 卖身救国这几个字的声音 外表安静庄严的昆明宫 实则是暗流涌动 叶珍珍面对丽妃的挑衅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准备赏赐一番 不过如此 大婚之夜皇上在我那里留宿 而你 还不得不赏赐于我 可是当他看到红不下的食物的后 却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其他嫔妃也一副受到惊吓的神情 叶珍珍你究竟是送给丽妃什么东西 能不能不要卖关子了 拨盘里装着的 赫然是一只栩栩如生的玉蝉厨 要说送玉蝉厨的寓意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已假乱真的模样 再加上是猛然之间掀开红布 然后出现了一只大金蛙 这着实把丽妃给吓了一跳 而昆宁宫里发生的一切 也一五一十地被贴身太监传达给了皇帝 汇报完工作的太监刚刚离开 就被身后皇帝愤怒地吼声吓了一大跳 这个女人真是找死 竟然敢说朕卖身救国 还说什么好生钦佩 这时丽妃熬了参汤要送给皇上喝 此时的丽妃 这一副柔弱动人的白莲花模样 完全不像是刚刚在昆宁宫那盛气凌人的样子 他亲手把那据说是熬了八个时辰的参汤喂给皇上喝 皇帝礼貌性地回答道 爱妃你辛苦了 丽妃顺着竿子往上爬 依偎在皇上的怀里 嘴上吹捧着 臣妃也只能为皇上做这些了 皇上日夜为国事操劳还是真的辛苦 可是别人说他为国事操劳 或许也就算了 这话由丽妃嘴里说出来 她的脑海里就一直回想着叶珍珍对她的评价 可恶 你让朕不好过 你也别想自在了 她也不管丽妃了 黑着脸大声吼着 立刻 百嫁昆宁宫 皇帝身心舒爽地从皇后的昆宁宫走了出来 可是她进昆宁宫的时候明明是一脸怒气 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珍珍正在画鸟冲的设计图 这时皇帝黑着一张牢脸走了过来 叶珍珍在心里暗自嘀咕 她没事来我昆宁宫干什么 来到昆宁宫的皇帝一言不发 只是对着桌上的设计图看了半天 如果朕没看错 皇后桌子上的这个是鸟冲的设计图吧 皇后能跟朕说说 这设计图是从哪里来的吗 叶珍珍敷衍地回道 臣妾在御花园剪造的 然而皇帝就是来找查的 所以她继续追问 皇后的意思是 有公布的官员不小心闯进了御花园 然后又不小心地刚好带着鸟冲设计图 并且不小心地将设计图遗失了 皇后肯定不会骗朕的吧 朕这就下旨言查 公布那群废物是该整肃了 叶珍珍没想到 皇帝会这么上纲上线 她又不想给公布的人招来无望之灾 只好选择坦白从宽了 这是我自己画的 皇帝将信将疑 看着手法确实比较生疏 应该是新手画的没错 但是皇后又是从什么地方临摹的呢 叶珍珍急忙否认 不是临摹的 是我偷了表哥的一把鸟冲 然后拆了一遍 自己照着画出来的 画完之后 我把鸟冲偷偷还回去了 行 朕暂且相信你 但你还是犯了弃君之罪 不过念你是初犯 暂且不与你计较 日后若敢再犯 恕罪并罚 还有 你这图只画错了 不过没关系 朕那里有完整的设计图 听到有完整的设计图 叶珍珍两眼放光 连忙凑到了 皇帝身边好奇道 哪里呢 哪里呢 快给我康康 怎料皇帝根本就没想给他看 好气哦 早该料到的 终于让叶珍珍吃贬了一回 皇帝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昆明宫 肃风觉得 皇上好不容易来了昆明宫 却又中途离开 去了贤妃那里 正在跟叶珍珍抱怨呢 叶珍珍却一脸玩味地对他说道 我知道原因哦 你想知道吗 这个皇帝不简单 他拥有言出法随的能力 那个首谷 叶修明极力反对 他想立方留岳为皇后的提议 并且给出了极为合理的理由 那就是 两人八字非常不合 重要的事情要写三遍 若是强行立后 怕是会惹来天怒 但是 皇帝与方留岳郎情惬意 早就立下山盟海誓 所以 皇帝不顾叶党的劝努 执意要立方留岳为皇后 他怒喝道 难道镇举妻子 还真的能引来天灾不成 话音刚落 众人只觉得 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当场就摔倒几位大臣 紧接着 就有太监火急火两个通报 陛下 出大事了 大同方向发生了地动 皇帝顿时被漫天奏折淹没 内容不外乎 是方留岳不可取 但是皇帝根本不信这一套 他更相信 这只是巧合 所以他再次驳回了夜党的提议 正义已决 众爱卿胡必再劝 退朝 话还没说完 太监 再次给夜党带来了好消息 就在刚刚 京城既然出现了天狗时日的异象 就这样 我成功地当上了皇后 哦 对了 那个首府是我的爷爷 而次府是方留岳的爷爷 两大党羽向来不合 所以我爷爷才会极力反对他 立方留岳为皇后 也正因为这件事 皇上肯定是很讨厌我的 不过没关系 我本来也不喜欢他 面对素风 这个好奇宝宝 叶珍珍 给他大体讲解了一下这些事情 讲完了故事 叶珍珍也想休息了 他吩咐素风 明天就是中秋了 我想吃连融线的月饼 次日一大早 贴身太监就拿着 据说是皇后亲手做的月饼 送给皇帝吃 哦 这个叶珍珍终究是觉悟了吗 皇帝颇为期待的大口咬了下去 紧接着 他就大声怒喊着叶珍珍的名字 难道说 这个月饼 它是石头献的 舞会上 皇上一直盯着皇后 看个不停 这一幕 可把坐在下面的嫔妃们给羡慕坏了 难道说 皇帝和皇后之间 就这么恩爱吗 当然不是的 是因为叶珍珍 给皇帝的月饼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以至于皇帝在晚会上 一直琢磨着怎么报这个仇 这一幕在贤妃看来 却是皇上一直在偷偷看叶珍珍 他不由得有些黯然 看来 之前有传言说 皇上不喜欢皇后 不过是子虚乌有罢了 而且那个叶珍珍 表面上看起来像个憨憨 那里其实是冰雪聪明 行事又让人琢磨不透 看来 爷爷让我想办法 让皇上废后的事情 是没办法完成了 有些烦闷的贤妃独自离场 想要找个地方安静一下 怎料他前脚刚刚离场 皇上就在后面追了过来 皇上揽着贤妃的腰 对他解释 在家宴上要顾及礼数 冷落了你 月儿可不许再生气了 看来 皇上心里还是有我的 两人你一句皇上 我一句月儿 好不肉麻 就在两人快要亲在一起的时候 贴身太监 却犹如哭丧一般的大喊起来 皇上 陆华宫粗事了 这陆华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才能让丽妃如此不顾形象的嚎啕大哭 叶珍珍安慰着丽妃 好了不哭了 那个小畜生 应该是上辈子和你结了缘 这辈子来给你挡栽来了 祖风啊 快去昆宁宫 把我那一套 十二只小蝉橱拿过来给丽妃娘娘 压压惊 这一下 丽妃哭得更大声了 这时 皇上终于到了 可他人还没进门 就已经怒不可遏地大声喊着 叶珍珍 你可知罪 可叶珍珍却一头雾水 我不到啊 皇帝正准备和贤妃亲嘴嘴 却突然被贴身太监打断 有什么急事 不能等正亲完了再说 太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陆华殿出事了 有人毒害丽妃娘娘 竟有此事 皇帝憋着一肚子火气 来到了陆华殿 进门第一句话就呵斥皇后 叶珍珍 你可知罪 叶珍珍觉得很冤枉 我这次真没惹祸 可她知道 现在不是顶嘴的时候 她向皇上行礼 之后问道 臣妾愚钝 请皇上明示 皇上怒气冲冲地对她说道 若不是丽妃先把毒月饼给猫 吃了几口 此时 怕是已经中毒身亡了 你身为皇后 却管理不好后宫 闹出了如此恶劣的事情来 怎么不是你的失职 阵线你三日之内 侦破此案 不然就在你两次 欺君之罪的罪状上再寄一遍 不是只有一次吗 第二次 是哪一次 皇上美好气地说了三个字 毒月饼 叶珍珍有些不紧 这毒月饼的案子 不是才刚刚开始查吗 想到这个 皇上就来气 朕是说 你做给朕吃的 毒月饼 叶珍珍悟了 时光流转 叶珍珍已经冥思苦想两天了 可还是想不出破案的方法 虽然 他已经了解到 这月饼是御膳房单独为丽妃做的 但当天御膳房里的所有人都已经积压审问了 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线索 而且要说 谁最看不惯丽妃 恐怕吓到太监宫女 上到嫔妃 甚至是皇上 都是有可能对他下毒的 可恶啊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给我惹了个这么大的麻烦 越想越气的叶珍珍 对着空气挥舞着小拳头 这个时候 速风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娘娘不好了 咱们昆宁宫的丁大象自杀了 主要问题是 丁大象自杀的时候 怀里正揣着那种制作毒月饼的毒药 这个女孩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可她并不想做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味道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叶珍珍本以为自己不惹祸 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 可是偏偏有人要给她找麻烦 几天前居然有人试图毒害丽妃 皇上大怒 认为这是皇后的失职 她命令叶珍珍三天之内破案 可已经过去两天了 叶珍珍依旧是毫无头绪 好巧不巧的是 这个时候 昆宁宫里的一个小太监 悬梁自尽了 而从她的怀里正好找出了毒害丽妃的药 叶珍珍暗自思索着这些事情的关联 昆宁宫内的小太监自杀 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有人来搜查 就会发现她怀里揣着的毒药 这不就做成了畏罪自杀的假象了吗 不好 恐怕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去皇上那里告状 说我的昆宁宫内有坏事要发生 她吩咐诉风 立刻让昆宁宫内的所有人不得走动 而她自己要立刻去养心殿看看 是不是有人刚好去皇上那里告状 皇上这边刚刚披护完成堆的奏折 王小虎就对她说有要事禀报 还没等皇上让她开口 急匆匆跑来的叶珍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她打晕了过去 等到王小虎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坐在她面前的不是皇上 而是皇后叶珍珍 叶珍珍开口第一句话 就告诉她 王小虎 你没有想到吧 丁大象不仅没有死 她还把所有的事情都招了 而你 若是从时招来 或许还不至于牵连家人 皇后竟然当着皇帝的面 和别的男人聊得热火朝天 其实是皇后叶珍珍正在审问王小虎 而皇帝不好出面 只好躲在屏风后面 叶珍珍想要诈一诈王小虎 就跟她说 你的同伙已经全部交代了 如果你从时招来 还能减轻一些惩罚 王小虎却不以为意 她淡淡地开口道 奴才不明白娘娘的意思 还请娘娘明示 执迷不悟 那本宫就好好和你说说你所做的一切 你先是偷偷潜入御膳房下药 然后和丁大象约定好 他赴死之时会怀揣毒药 而另一边 你来找皇上禀报本宫的嫌疑 皇上听了之后 肯定会来昆宁宫问罪 正好就会撞见畏罪自杀的丁大象 以及他身上的罪证 到时候本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是也不是 现在 说出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自己的行动被全盘拖出 王小虎不再狡辩 只是 他依旧不肯说出 是谁在他背后指使 黄小虎 你倒是很讲义气啊 你说贵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竟然让你这样死心塌地 叶珍珍突然出现在 王小虎的背后 阴策策地说道 不过呢 他能做到的 本宫都能做到 他做不到的 本宫依旧能做到 王小虎终于崩溃了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贵瓶娘娘 利用奴才家人的性命来威胁奴才 奴才自知罪该万死 只恳请皇后娘娘 能为我一家老小做主 叶珍珍示意她起来说话 贵瓶只是吓唬你的 王小虎最后不解地问道 娘娘您是怎么知道 是贵瓶主导这件事的呢 怎料叶珍珍真诚地说道 我不道啊 我只是诈你了 没想到 一下子就猜对了 审了案子 叶珍珍一身轻松 他顺便逮着王小虎 聊了一会民间去世 不过聊着聊着 他感觉自己 好像忘了点什么事情 此时躲在屏风后面的皇上 怒气直飙升 忍无可忍的皇上出来之后 就酸溜溜地对叶珍珍说 朕是不是该给你们 好慢慢聊啊 这个皇上帅倒是挺帅 可惜长了一张嘴 一直啰嗦个不停 这不皇后听得头都大了 其实 这事也不怪皇帝 实在是叶珍珍平时 犯的错有点多 但是尺度又拿捏得挺好 以至于皇上不好惩罚他 刚刚更是 把他晾在一边 和别的男人聊得火热 皇上终于忍不住了 一口气把他这些天的罪行 全都一一列举出来 在列举完叶珍珍的气宗罪之后 他心情终于舒畅了一些 抿了一口茶水之后问叶珍珍 你是怎么猜到幕后主使者是会评的 叶珍珍娓娓道来 对方明显是想要同时搬倒我和丽妃两个人 那么能从中获利的一定是平位以上的嫔妃 排除丽妃党的那些人 剩下的人当中 嫌疑最大的 就是会平了 分析的倒是很有道理 可是如果你和丽妃都倒了 贤妃才是受益最大的那个吧 那你为什么没有怀疑贤妃呢 叶珍珍美好气地回复道 贤妃可是皇上的心头好 臣妾怎么敢怀疑她呢 皇上听到之后立刻飘飘然 果然我的贤妃才是最贴心的 那么既然已经知道贤妃是幕后主使 那就把她降为八平雪市 同时打入冷宫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却没想太后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竟然要把贤妃从冷宫之中捞出来 而且还要把她安排到贤妃的邀越宫的偏殿 难道说贤妃的背后是太后在指使她 那太后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皇上半年过来一次昆宁宫 今天好不容易来了一次 但她不是来看皇后的 她居然是专门跑来气皇后的 昆宁宫门口的守门小太监 刚刚站着睡了一觉 反正皇上也从不会来 不过今天的她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她居然在昆宁宫看到了皇上 她刚刚准备大喊皇上驾到 却被皇帝阻止了 她准备突击检查一下 看看叶珍珍平时都在干什么 只见叶珍珍百无聊赖地 对着棋盘打哈欠皇上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这是九宫图吗 不过看着又不像 差点睡着的叶珍珍被吓得一个机灵 她告诉皇上 这叫做重九宫 这些格子里横竖都要一到九不可重复 虽然从没玩过 但皇上一听就很感兴趣 叶珍珍看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准备给她换个专门给三岁小孩的简单版本 却没想皇上思索了片刻之后 就开始破局了 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 皇上很快就解开了一局 自诩聪明绝顶的叶珍珍表示 皇上你这局只是运气好而已 这局不算 再来一局 可皇上还真就一脸解开好几局 叶珍珍全程认真盯着棋盘 最终她无奈地承认 皇上是真的厉害 就在叶珍珍盯着棋盘的时候 皇上也第一次仔细打量了叶珍珍 可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就把她给看待住了 以至于手上的棋子开始胡乱地摆放 而且叶珍珍 那严肃的小脸上露出微笑的时候 更是让她心跳加快 可当她知道叶珍珍之所以会笑 是因为她输了一局的时候 她很想说 放肆 正输了你太高兴了 不过 她并没有说出来 她想到了其他弃叶珍珍的方法 她问叶珍珍 在这后宫之中 你最讨厌谁 叶珍珍还以为皇上要帮她出气 就对皇上说道 我最不喜欢庄平 因为她口齿太过伶俐 我说不过她 怎料皇上听完之后 吩咐贴身小太监 今晚就留宿庄平那边 不是要帮我出气吗 皇上让皇后做一首诗 结果就这 崇阳节这天 正好是皇上的生日 太叶池边 一副万花齐开的美丽景色 再加上随行的六宫嫔妃们的彩虹屁 说什么 就连老天爷也要给咱们皇上面子呢 这可把皇上给乐坏了 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皇上一时兴起 看着满园盛开的菊花 就要众人以永菊为题 每人复诗一首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叶珍珍 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 手下也没写出半个字来 文采斐然的王昭仪 率先作出一首诗 既称赞了皇上 又描绘了景观 皇上不由地拍手叫好 眼角的余光看到 叶珍珍正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在纸上画着圈圈 皇上了然 想来她 这是不会作诗吧 堂堂首辅的孙女 却胸无点目 这绝对是让她 当众出丑的好时机啊 不容错过 于是她做出颇为期待的模样 说道 王昭仪都已经开了头彩 想必皇后 也已经做出来了吧 拿给朕看看 虽然她猜测 叶珍珍的事不怎么样 却没想到 意外的又好又妙 妙个屁啊 皇上突然有些后悔了 好像皇后丢人 我这个做皇帝的 也不是很有面子 所以她恶狠狠地 看向了叶珍珍 叶珍珍脸皮厚 面不改色地回击皇上 最后两人又默契地 把头撇开了 丽妃 这次倒是意外的 没有落井下石嘲笑叶珍珍 因为若不是叶珍珍 店底的人非她莫水 但是丽妃会弹琵琶 而且丽妃很有自信 她相信 只要在她弹奏时 皇上的目光 绝对不会分给别人半分 这时 西平也要凑个热闹 她的嗓音是一绝 婉转如黄音 歌声很是动人 既有琴声 又有歌声 若是再有舞蹈来欣赏 那是最好不过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叶珍珍说道 前几日 我得了一个角色舞女 今日正好给皇上一关 皇上一时之间 倒是没看出来 这舞女角色在哪里 实在是她的发型太过于稳暗 看了一会之后 皇上觉得眼睛有些生疼 主要是被那舞女的发型辣的 她有些无奈地转过身去 散了散了 昆宁宫的下人们在皇宫里 是有一个宋台同主的外号的 主要是叶珍珍家底英时 平时又很大方 赏赐六宫嫔妃的时候 从不手软 不过她从来都没赏赐 她们好吃的 每次都是自己吃毒食 为了显示重视丽妃 叶珍珍 吩咐素月亲自给丽妃送来赏赐 素月对丽妃行礼之后说道 近日为皇上筹备生辰宴会 各宫娘娘都很操劳 所以 皇后娘娘特此背下赏赐 以为娘娘辛苦 可她不提生辰宴会 也就罢了 这生辰宴会绝对是丽妃的耻辱 因为以前皇上从没有打断她弹琴 唯独那次被叶珍珍缴了局 导致皇上第一次打断她弹琴 她认为这是皇上不再宠爱她的信号 而且 皇上生日当晚 还宠幸了文采吉家的王昭仪 还给她升了位分 丽妃越想越起 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到了叶珍珍头上 现在素月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她勾着素月的下巴 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也不知道 皇后是怎么教导昆宁的奴才的 见了本宫也不知道下跪 素月急忙把叶珍珍的责任批了出来 只说是自己一时 心急才怠慢了娘娘 怎奈何丽妃 就是要找茬 素月今天说什么都没用了 她让身边的樊春长嘴 樊春虽然害怕皇后抱负 但她更怕丽妃啊 只好照做 素月回到昆宁宫之后 虽然没和叶珍珍说这些事情 但是小姑娘娇滴滴的脸蛋都肿起来了 她又怎么能注意不到 叶珍珍神色冰冷了下来 简直气人太甚 这口气不出不行 素月正要劝她冷静的时候 有太监来传旨 让皇后娘娘速去碧心亭觐见 叶珍珍来到了碧心亭 只看到王昭仪正被皇上搂在怀里 叶珍珍有些无语 叫我来就是来看你们这对眼鸳鸯的吗 皇上面色阴沉地指着太爷池里说道 皇后自己看吧 叶珍珍寻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 悚然一惊 赫然是一个小太监飘在水面上没了气息 皇帝究竟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以至于皇后毫不避讳地骂她不是个东西 皇上和王昭仪 这对眼鸳鸯 正在太爷池边幽惠 可皇上怀里的美人忽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接着就躲在皇上的怀里瑟瑟发抖 原来是她看到了一句服尸 皇上大怒 把叶珍珍骂了一顿 还命令其即刻整肃后宫 务必得六宫一个太平 可恶 她身为天子 怎么会把一个小宫女的命看在眼里 她分明就是看我不顺眼 想让我多得罪一点人 我这个皇后 做得也太惨了吧 这后宫之中 不知有多少人想把我除之而后快 人人都以为我当上皇后 叶珈的位置也会水涨船高 可我快要 连自己都保不住了 又怎么去护住叶氏一门呢 自古以来 外妻想要过的滋润 前提就是皇室昏溃缠入 可那既无旧 每天活蹦乱跳 脑子也没啥毛病 甚至还憋着一度的坏水 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容忍叶家独自做大呢 爷呀 推我出来 做皇后这步棋 你是真的吓错了 好人又怎么能做我皇位呢 叶珍珍越想越起 她忍不住的直呼皇上的名字 这个纪无就太过阴险 不是好人 抱怨归抱怨 生活还得继续 不是要让我好好整顿六宫吗 那我就好好整顿整顿 就先从丽妃身边的樊春下手吧 谁叫你的名字 听起来就很像犯了花神呢 往后几日 宫里的宫女太监们 茶余饭后 谈论的都是关于碧心亭这件事 说是那个小宫女 给皇后娘娘托梦 她向皇后娘娘诉说了冤情 并且指认了凶手 据说那个凶手犯花神 憋去了十四集 今天叶珍珍终于出了口气 当众给了丽妃两个耳光 皇上让叶珍珍整促后宫 叶珍珍无奈照做 这些天犯了错的宫女太监都被送到了她面前 跪在C位的 正是丽妃的贴身宫女 樊春 要说这位置还是有讲究的 越是靠前 挨的板子就越多 而拨得头筹的樊春 更是要挨上六十大板 樊春拼命地祈求着 希望可以少挨几张 然而叶珍珍面无表情地磕着瓜子 冷漠地说道 还不动手 宿峰有些于心不忍 正常人挨上二十丈 就已经半月不能动了 这要是六十丈下去 不会要了她的小命吧 叶珍珍淡定地说道 没事的 你就看着吧 樊春挨了几板子之后 依旧是咬牙坚持默不作声 丽妃却坐不住了 她大声质问叶珍珍 樊春她究竟犯了什么错 哼 等你好久了 叶珍珍如鼠家珍般地列出了几项罪状 孙节瑜的堕胎案 吴钊仪食物中毒案 西平宫中的纵火案 还有慧平落水案 哪一件和她没有关系 丽妃脱口而出道 西平宫中的火 不是她放的 随即 她意识到自己被套路了 这变相 说明其他案子都是樊春做的 丽妃见识不妙 当即耍起了无赖 她指的叶珍珍 是在血口喷人 叶珍珍眯起了眼睛 敢用这种口气和本宫说话 然后她走到丽妃面前 重重地给了她一耳光 打完之后 叶珍珍觉得自己做的 好像有些过火 丽妃这样就会变得不漂亮了 毕竟两边对称 才会比较美观嘛 所以她又给丽妃右脸 来了一个大耳光 被当众打了两个耳光的羞辱感 加上脑袋受到的冲击 导致丽妃脑子一片空白 只是无意识地重复着 等皇上回来 等皇上回来 叶珍珍淡淡地吩咐道 来人 丽妃精神失常 把她送回陆华宫 回到昆宁宫内 苏丰紧张地对叶珍珍说道 娘娘 那丽妃毕竟是皇上最宠爱的妃 若是丽妃在皇上面前告状 该怎么办 叶珍珍却非常淡定 放心吧 她肯定会去告状的 但皇上也是肯定不会为她出头的 自古帝王多薄情 丽妃被叶珍珍当众打了两巴掌 她来到皇上的寝宫告状 本以为皇上一定会帮她出气的 她却没想到皇上根本不准备见她 反而训斥她恃宠娇 作为一个嫔妃 居然当众顶撞皇后还口出狂言 把她禁足两个月 第二天 叶珍珍说是有好东西给皇上 把她叫到了昆宁宫 皇上告诉叶珍珍 丽妃被罚禁足两个月 怎料叶珍珍却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她在担心万一丽妃失事了 不就没人帮着她对付贤妃了吗 也不知为何 纪吴就看到叶珍珍不开心 她就很高兴 以至于嘴角不受控制地挑起微笑 随即她意识到这样不好 赶紧随手拿起了桌上的地球仪 把玩了一下 叶珍珍向她解释道 这是扶朗级商人进行的小玩意 本来我想送给皇上您一些的 却都被李布拦了下来 这不今天就叫你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然而既吴就知道 叶珍珍肯定还有别的事情要说 所以她对叶珍珍说 皇后今天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吧 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这也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叶珍珍原本那苦哈哈的脸 瞬间变得明媚动人 她巴拉巴拉地 说了一大堆夸奖皇上的话 最后说道 听说皇上要去北宴猎场 臣妾仰慕皇上武略已久 十分想亲眼看看皇上策马弯弓的风台 就知道 你有事求我 带你去也不是不行 不过朕有道题要先考一考你 皇上玩味地问道 朕打算让公布在常年殉情严重的地方 修筑水库堤坝 工程巨大 皇后觉得 谁能当此大人啊 好你个继无旧 这人是我能推举的吗 但这话只能在心里想想 表面上还是蒙混过官为妙 叶珍珍回答道 皇上您会眼如巨 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皇上又笑了 皇后的意思是 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咯 当然皇上只是准备逗逗她而已 她并没有给叶珍珍准确的答覆 起身准备去太后那里做作 还要求叶珍珍一起过去 叶珍珍无奈 因为太后她老人家可是很不喜欢我这个皇后啊 果然 到了慈宁宫之后 太后只和皇上聊天 甚至都没和叶珍珍打一声招呼 而且还当着叶珍珍这个皇后的面 一直说贤妃这好那好的 好不容易熬到了母子两人聊完家常 叶珍珍觉得这个既无旧 怎么看都像是在憋着笑呢 时间来到了9月19 是每年皇家围猎的日子 而叶珍珍进宫做皇后已经一个多月了 实在是有些憋得慌 所以她希望皇上带她一起出来玩玩 虽然是费了一些周折 但好在皇上最终答应带她一起去围猎 而贤妃则不同于叶珍珍 她可是皇上的心头好 自然是不需要苦哈哈的 求着皇上带她一起 皇上是主动邀请她去的 人家两个人狼情惬意的 叶珍珍属实是来当大灯泡了 正在两人打情骂靠的时候 一个大蜜蜂直直地朝贤妃冲了过来 好吧 仔细一看 好像也不是很大 不过小蜜蜂也把娇滴滴的贤妃吓得够呛 正当贤妃和小蜜蜂斗智斗勇的时候 忽然响起丁的一声 小蜜蜂应声停止了折腾 她竟然被一枚银针钉在了贤妃的头饰上 这可把皇上也给吓到了 这精准度 说是百步穿扬也不为过把 这时不远处的叶珍珍臭屁地说道 不用谢 并且指了指袖口出的袖剑 皇上很不高兴地看向了她 你竟然带着袖剑 叶珍珍忽然笑不出来了 她忘了在皇帝出现的场合内 携带袖剑基本等于谋逆了 不知道该怎么圆过去了 叶珍珍只好卸下了袖剑 并且起码迅速逃离了现场 好家伙 你这样更像是刺客了好吧 贤妃这个时候弱弱地说道 皇上 臣妾身子不适 不能去打猎了 皇上只是嘱咐她 好好休息 之后就朝着叶珍珍消失的方向追过去了 贤妃差点裂开 我都这样说了 换作以前 这个大猪蹄子肯定会陪我的啊 再说叶珍珍这边 她为了躲避即无救 一路狂奔 结果不出意外的迷路了 其实迷路也没什么的 因为她马上就要喂老虎了 谁说叶珍珍不会撩汗的 叶珍珍独自骑马进入了山林深处 意外地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 更要命的是 马儿被老虎的吼叫声惊吓到了 叶珍珍完全控制不住她了 如果继续和马儿斗之斗勇 或许还没被老虎吃掉 就先摔死了 她只好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只不过这样一来 她就只能直面老虎的威胁 叶珍珍想要先发制火 她趁着老虎还在谨慎观察她的时候 率先射出一箭 怎奈何被老虎轻松地闪开了 这一下可把老虎给激怒了 她想不通 这个瘦小的两脚兽怎么敢攻击我的 弓箭被对方躲掉了 叶珍珍慌忙地拿出了火虫 可还没等她瞄准 老虎的两只利爪已经近在咫尺 她本能地把火虫挡在身前 虽然避免了被黑虎掏心的下场 可还是被老虎扑倒在地 叶珍珍她不怕皇上 但她真的怕懵 特别是对方正对着你张开了血盆大口 叶珍珍任命般地闭上了眼睛 心里想着这吓得死定了 可是她没有感受到预料之中的疼痛 反而是猛虎发出了一声悲鸣之后 失去了气息 紧接着身后传来马蹄声 是皇上在关键时刻射杀了老虎 纪无就没有安慰叶珍珍 而是严厉地呵斥她 这种一个人就往森林里跑的行为 刚刚还被老虎压断了腿 又差点丢了小命 现在还要被这纪无就训斥一顿 叶珍珍尾趋极了 差点哭了出来 纪无就还是第一次看见 叶珍珍做出这样的表情 心意然也没再指责她 默默地给她的小腿进行了处理 包扎之后 纪无就突然将叶珍珍抱了起来 叶珍珍猝不及防之下想要挣扎 纪无就却抱得更紧了 别乱动 你的腿不想要了吗 夕阳西下 一行人正在返回营地 纪无就抱着叶珍珍同城一匹马 叶珍珍在她怀里安静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因为猎到了一头蒙古 还是因为某个安静地 趴在她怀里的红毛 纪无就的嘴角 快要敲到天上去了 出大事了 太后要把皇后的权力夺走了 往常年 皇上会把围猎时 亲自打到的猎物 分给自己众议的大臣们 但今年 她猎到了一只蒙古 宫里的小宫女们都在猜测 这只牢虎 肯定会赏给贤妃娘娘 第二天一早 皇上来慈宁宫给太后请安 却看到 叶珍珍也坐在这里 只不过是坐在轮椅上的 看到这些 纪无就有些自责 她心想 若是当时我没有逼她 把绣件拆下来 她应该不会遭遇老虎 从而把腿摔断吧 所以她决定把那只老虎 给叶珍珍 而叶珍珍万万没想到 皇上会把老虎给她 震惊地差点从轮椅上站起来 纪无就看着她这毛道的模样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快点坐下吧 你这腿伤 需要休养三个月 这个时候 太后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她一脸慈祥地对叶珍珍说 伤筋动骨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可要好好休养 所以这伤好之前 就不用天天往哀家这边跑了 你的孝心哀家知道就行了 说着 就对着贤妃招了招手 示意她上前来 等到贤妃过来之后 她笑眯眯地接着说道 你如今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需要静养 而六宫之事又颇为繁杂 就不要让那些琐事 烦到你太好了 哀家以为 就让贤妃代替你料理六宫之事 你看如何 叶珍珍她敢说一个不字吗 她不敢 但她还是把球踢给了一旁 看戏的纪无旧 纪无旧 哪赶薄了太后的面子 点头表示 皇后确实应该尽心修养 皇帝不倾太后不爱的叶珍珍 挤出笑脸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偷懒几个月 不过 六宫之事繁杂得很 我们都还没问过贤妃 愿意接手吗 贤妃哪里会错过这个机会 连忙谦虚地说道 臣妾虽愚钝 但会竭尽全力为皇后分忧的 叶珍珍丝毫不给面子地说道 既然愚钝 想必你一个人是不中用的 随即她叫来了一旁的小透明庄妃 然后大声地说道 庄妃 本宫养伤期间 就有你和贤妃一起 协礼六宫 狗皇帝居然让皇后 给她挑一个小老婆 大齐最近来了一对浮朗机商人 叶珍珍很喜欢他们带来的新奇玩具 这不今天又把这名叫马德丽的商人 喊来昆明宫 让她给介绍介绍玩具 马德丽给她了一只望远镜 并在一边介绍 皇后娘娘 您将较大的一头对准远方 然后用单眼看向黎明镜的这头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千里之外的物体了 真有这么神奇 叶珍珍半信半疑地看了一下 当她看到望远镜里面的景象之后 很是惊讶 倒不是因为真的能看千里远 而是她看到她的娘亲和嫂子 还有她的奶奶 他们居然来了昆明宫 老太太好久没看到孙女 好不容易接到了宫里给的消息 结果却说是孙女摔断了腿 这一见面就抹起了眼泪 叶珍珍她娘亲 同样在旁边抹着眼泪 叶珍珍顿时头大 连忙表示自己 每天吃好喝好的 可自在了 接着一家子就坐下来 聊起了家常 只是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太后的侄女身上 说是她的闺名叫做许卫荣 本来已经订好婚约 谁知那男的 在马上掉大婚的时候 和别人私奔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事很快被别人知道了 代嫁的姑娘被抛弃 难免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叶珍珍愤怒地吐槽着 这人也太渣了吧 平白耽误了人家无辜的女孩子 谁知她奶奶 立刻给了她一个脑瓜崩 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那闺女可是太后的侄女 难保太后不会让皇帝接手 叶珍珍思考了不到一秒钟 就认为既无救这个混蛋 绝对能干出这事来 虽然潜意识里有些不爽 但叶珍珍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一语 叶珍珍还是忍不住的 找既无救旁击撤敲这件事情 她试探着说道 皇上 我听说许妹妹的事情了 不知皇上听说了吗 既无救嘴角慢慢挑起弧度 这件事母后已经和朕提过了 叶珍珍笑容灿烂地追问着 那皇上觉得如何呢 既无救依旧是一副玩味的表情 她是朕诈实的玩伴 聪明伶俐 朕自然希望她能够入宫长半左右 不过这件事 皇后看着办吧 不必问朕 皇上和皇后这对冤家 每天不是在互相给对方找不自在 就是在琢磨着 怎么给对方添堵 虽然表面上两人关系不合 但其实 两人对彼此都很了解 太后有意让自己的侄女 进攻给皇上做伴 但皇上不好意思拒绝 她先是在叶珍珍面前 夸奖了一番许惟荣 然后表示许惟荣能否进攻 全由叶珍珍做决断 她认为 叶珍珍肯定会把这个许惟荣给否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叶珍珍不想她再多个小老婆 没打算让许惟荣入宫 可是 两人没想到的是 四日一早 给太后请安的时候 太后告诉她 哀家把荣儿接进宫里了 纪无就一时 没搞清楚 朕不是让皇后操办这件事吗 太后这时给贤妃 使了个颜色 贤妃秒懂 对纪无就说道 虽然这事 应该由皇后娘娘做主 但现在是臣妾在协礼遛宫 而且 这是臣妾和母后商量之后 做下的决定 人都已经接近来了 就更容不得纪无就反对了 傍晚 纪无就处理完事情 摊在昆宁宫的堂椅上 唉声叹气 这把叶珍珍搞得也很烦躁 心想着 纪无就也太难伺候了 她怎么还是不开心呢 算了算了 还是继续画我的图纸吧 可刚刚下笔 纪无就忽然透进了过来 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 把叶珍珍的脸羞的通红 她实在想不通 纪无就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还赖在我昆宁宫不走了呢 随即她想到了的好主意 她叫来了皇上的贴身内室 冯友德 去把今晚的牌子拿过来 给皇上翻一个 别个这反我 当然 最后几个字是我编的 怎料纪无就深情地对她说 你想让朕去找谁啊 朕今晚要在这歇息 也不知怎么的 叶珍珍首先想到的 不是怎么拒绝 而是纪无就这混蛋 就不能等等吗 我现在可是有伤在身呢 纪无就笑眯眯地说道 皇后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朕真的只是歇息一晚 叶珍珍暂时信了她的邪 等纪无就批完奏折之后 叶珍珍早已经睡着了 纪无就 仔细打量了一下叶珍珍 片刻之后 纪无就感觉体内 好像有股洪荒之力难以抑制 随即她喘着粗气 伸出手指点到了 叶珍珍的安眠学上 纪无就会做出什么事情 没想到 叶珍珍还有盘和她的爱好呢 日上三杆 被点了安眠学的叶珍珍 悠悠醒来 纪无就正在她的寝宫里 试着早点看着奏折 不知怎么的 叶珍珍总觉得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自己 昨晚一直在盘两个核桃 听到这话的纪无就差点呛死 纪无就的表现很不对劲 她肯定是知道什么内幕的 一场 心虚的纪无就慌忙起身 顾不得衣服被茶水打湿 撂下一句 朕要去上朝了 就匆忙逃离了现场 叶珍珍疑惑了 这都快中午了 皇上上的是五朝吗 镜头给到贤妃这边 她正在安静的绣花 一旁的小宫女 却坐不住了 她有些忐忑地对贤妃说 皇上已经半月不曾踏足妖月宫了 娘娘您怎么还坐得住啊 贤妃也想 皇上尝了啊 但她真的不知道 皇上为什么突然不来找她了 自从皇上去了昆宁宫之后 就不来我这妖月宫了 鬼知道 皇后和皇上说了些什么 还是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可皇上不高兴了吗 这个时候 一个寒光店的小宫女求见贤妃 说是有要事禀告 小宫女给她带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住在寒光店的孙贵人涉嫌偷人 贤妃差点裂开 怎么偏偏是我邪里 六宫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 不管怎样 事情还是要处理的 她来到寒光店找到庄妃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必须搜查孙贵人的卧房 庄妃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小声吩咐 贴身宫女 赶快去昆宁宫找皇后娘娘过来 再现等 很急的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 画风有些敷衍的孙贵人的卧房 贤妃没有废话 直接下令搜查房间 还真给他们搜出一套男子的衣服 孙贵人真有这个胆子吗 皇帝后宫的妃子 涉嫌偷人 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正在盘核桃的叶真 真吃到了一个惊天大瓜 孙贵人在自己卧房偷人 惊得她 差点把核桃捏碎 素月在旁边安慰道 娘娘别担心 就算这是真的 也烧不到我们昆宁宫啊 叶真真却不这么认为 孙贵人多半是被陷害了 事发寒光店 装飞脱不了干系 而贤飞虽然表面上冰青玉洁 但难保他不会忘断此案 等他把装飞扳倒之后 他就可以独自一人 协理六宫了 而且 他还可以就此事 在寄无救面前 说我的坏话 我得赶快过去现场才行 而寒光店这边的情况 和他猜测的差不多 孙贵人绝望地表示 他是被冤枉的 但是 那套男装饰在场 全部人眼睁睁地看着 从他床底下搜出来的 贤飞 没有理会 一直喊怨的孙贵人 直接下令立即封锁寒光店 并且马上去请皇上 过来处理此事 装飞有心想要拖延时间 等叶真真过来 可奈何随行的小公公 都是贤飞的人 根本不听他的调遣 纪乌就很快就来到了 寒光店 亲自审判孙贵人 可无论他再怎么说 自己是冤枉的都没用 他根本就说不出 那套男装的来历 这是贤飞趁机插话 本宫知道 皇后娘娘 平时待你不薄 以至于 让你得寸进尺胡作非为 本宫可没有皇后娘娘 好脾气 快说 那奸夫是谁 贤飞果然是三句不离叶真真 看似在帮皇上断案 实则是把责任 往叶真真身上了 见孙贵人也不回话 贤飞向纪乌旧询问道 皇上 依您之见 该怎么处理此事啊 纪乌旧淡淡地说道 既然现在后宫之事 交与你手 你做主便是 贤飞立刻宣布 把孙贵人交给公 正思严加拷问 正准备给装飞定罪的时候 姗姗来迟的叶真真终于出现了 由于贤飞等人审案子 却不带自己 叶真真对此很是不爽 所以 哪怕对面坐着的是皇上 他也是脸色不悦地说道 皇上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热闹 是我看不得的呢 没等既无旧回话 贤飞轻蔑地抢杂 皇后娘娘恕罪 这件事是我自作主张 皇后不是正在敬仰吗 所以我就没有通知您 怎料叶真真丝毫不给面子 没用正眼去看她 并且用着颇为威严的语气说道 本宫正在和皇上说话呢 贤飞敢怒不敢言 皇上不帮她说话 她还真没办法在明面上 顶撞叶真真 纪无旧这丝看着 我要为十足的两人 脸上反而浮现出 莫名的微笑 她告诉叶真真 孙贵人偷人一世人 正物正巨带 正准地宣判呢 可叶真真 却打算重审此案 她让肃风去把那套 被视为是证据的衣服取来 纪无旧看到叶真真这架势 倒是期待起来了 她心想 皇后还真能翻案吗 片刻之后 肃风取回了物证 她对大家说出了问题所在 这套衣服明显就从没穿过 肯定是有心人 偷偷放在孙贵人床下的 而且 看这款式 应该是大内侍卫的衣服 但幕后之人犯了两个低级错误 其一 大内侍卫的衣服 在领口处都是有编号的 而这件却没有 其二 从衣服的用料和针脚来看 可以知道 这是户部承办的制衣局所作 所以说 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栽赃孙贵人 而且还想让皇室名誉受损 而贤妃 以致皇上的生育于不顾 直接坐实了罪名 未免太糊涂了吧 贤妃 这波确实只在第一层 她连忙向既无就解释 自己只是想尽快结案罢了 绝无二心 况且 小竹不是说亲眼所见吗 举报孙贵人偷人的宫女小竹 也再次强调 说自己亲眼看见 有一名男子 进入了孙贵人的卧房 哼 还在狡辩 叶珍珍 让肃封拿出了一个包袱 是从小竹的房间内 搜出来的元宝 一个小宫女 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分明是 有人用重金诱惑 不过你现在说实话 我可以留你一命 这下脏款 都被翻出来了 小竹也没再继续狡辩 机智的皇后 把差点扣到皇上头顶的绿帽 拿了下来 本以为是做了件好事 却没想 皇上反倒怪她多管闲事 叶珍珍瞬间想到了一个 可怕的想法 难道她准备让贤妃 做十孙贵人的罪名之后再翻案 到时候 她就可以拿贤妃 做错事的由头惩罚她 可是 贤妃明明是她最爱的人 一日 叶珍珍正美美地 吃着早点的时候 小太监 又火急火燎地 给她送来一个瓜 孙贵人在韩光殿 自尽未遂 嗨 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 叶珍珍早就料到 会有这么一出 把这件事 给转告皇上即可 另外 再给孙贵人 送一些首饰去 后 叶珍珍到御书房 找孙贵人就商量了 关于在国子舰 开设西学学位的事情 前些天她 通过接触普朗基商人 了解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 她认为即便现在没有接触 但这些国家不可不防 孙贵人就认真地考虑起来 她觉得叶珍珍说的 确实很有道理 叶珍珍歪了歪脑袋 她寻思 孙贵人就不会觉得我牢挡 假装睡觉呢吧 怎料孙贵人就忽然站了起来 表示了对叶珍珍的肯定 被孙贵人就一直盯着看 叶珍珍有些脸红的 不好意思和她对视 孙贵人就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你在想什么呢 叶珍珍脱口而出道 我在想 皇上长得真好看 只是这话刚说完 就闹了两个大红脸 这下孙贵人就不干了 她觉得自己是被调戏了 于是她凑到叶珍珍耳边 轻轻地对她说 这就是您 想要的奖励吗 要说 这冯友德也是命大 先前皇上准备和贤妃 亲热的时候 就是被她那尖锐的声音给打扰了 现在皇上又准备和皇后亲热的时候 冯友德不出意外地再次出声打扰 再然后 她就看到皇上眼中 那犹如实质的怒 冯友德心想无命休矣 不过皇上最后并没有惩罚她 只是声音平淡地问她 有什么事 是太后 要她去慈宁宫 商量许为荣策疯的事情 来到慈宁宫 叶珍珍可不想再多一个 亲近太后的高位分的敌人 所以她就和太后对着干 太后说 荣儿保读师叔 叶珍珍就说 那不如让她考个女状元吧 为国家设计 做出贡献 也好为皇上分忧 太后又说 荣儿是京城出名的美人 叶珍珍再次笑眯眯地回复 这么多人都知道她长得漂亮 看来这个大家闺秀 经常抛头露面 太后被说得怀疑人生 难道 荣儿真的这么差劲吗 她用求助的目光看向了贤妃 希望贤妃可以帮她对付叶珍珍 可贤妃已经是自身难保 她可不敢再惹皇上生气了 所以她假装没看见太后的目光 自顾自地闭目养神 她又把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自己的好大 可她的好大 而干脆扭头看向了远处的风景 太后实在说不过叶珍珍 最后徐卫荣 只被册封为六品财人 既无旧 把叶珍珍送回昆宁宫之后 就又去养心殿意识了 叶珍珍有些烦闷 想出去透透气 顺便是试自制的 鸟冲性能如何 她瞄准了一棵大树准备开火 等料扣动扳机之后 轮椅被后座立给掀翻 掉进了身后的水池里 苏月在第一时间大喊救命 有一个人却比她还要快 第一时间把叶珍珍捞了上来 她抱着叶珍珍紧张地说道 珍珍 你没事吧 这人谁啊 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抱着皇后不撒手 没看到皇后要哭了吗 嗨 原来是叶珍珍的表哥呀 还以为有什么了不得的故事呢 苏月觉得 叶珍珍被一个男的抱在怀里 肯定不躲呀 就让匆忙赶来的小太监 把叶珍珍抬去看太医 可是小太监 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训练 笨手笨脚地 想接过叶珍珍 结果碰到了叶珍珍的小腿 这一下 可把她疼坏了 以至于哭得更大声了 表哥不放心 准备亲自抱着叶珍珍回宫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会发生意外 这步才没走多远 皇上就迎面 朝这边走了过来 震得皇后 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 她语气冰冷地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素月搭拉着脑袋小声 带着哭腔回答道 回皇上 皇后娘娘不慎落水 陆统领正在送娘娘回宫 纪无就沉默了一阵子 她虽然知道陆统领 是叶珍珍的表哥 但心里还是很不爽 不过叶珍珍的衣服 已经湿透了 也不能一直耽搁 还是先接过了叶珍珍 没去处罚陆统领 纪无就抱着叶珍珍 不紧不慢地往回走 叶珍珍受不了了 她催促纪无就走快点 我快要冷死了 纪无就倒不是 想要多抱她一会 她是怕走太快 会颠换叶珍珍的腿 纪无就看叶珍珍 可开口说话了 终于问出了一个 她非常好奇的问题 你刚刚为什么哭了 谁知叶珍珍气鼓鼓地 回了她一句 哼 要你管 纪无就笑着回答她 因为有趣啊 朕可从来没见你哭过 叶珍珍作为皇后 不仅把腿摔断了 还不小心掉进水池里 手还被鸟冲炸伤 不知道的 她以为她在卖坦博同情呢 皇上看着叶珍珍浑身是伤 气就不打一处来 呵知她太能胡闹了 鸟冲这种危险物件 是能随便玩的吗 叶珍珍受不了 她牢牢叨叨的 听得头都大了 索性把头蒙进 被子里念起了清心咒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忽然她想到她的鸟冲 还没回收 于是她连忙吩咐 网友才去把鸟冲捡回来 可继无就心想她打 还惦记那破鸟冲呢 她让逢友的去捡 捡完直接送到乾清宫去 叶珍珍不高兴 那可是她费尽心血自制出来的 纪无就却觉得那是她的东西 毕竟 就连叶珍珍这个皇后都是她的 随后纪无就 给叶珍珍下了一道圣祝 内容是她以后 不能玩鸟冲 然后就去养心殿 办公去了 入夜后 叶珍珍发烧了 宿风和宿月给她喂药 可是怎么喂都喂不进去 宿月只好来到养心殿 请纪无就过去 纪无就过来之后 把叶珍珍抱起来 掰开她的嘴 总算把腰喂了进去 然后她吩咐宿风和宿月去休息 今晚她自己在这里就可以了 叶珍珍 平时总是很威风的模样 如今这副柔弱的样子 倒是把纪无就给看呆了 熟睡的叶珍珍 忽然说起了梦话 她哭着祈求爷爷 不要把她嫁表皇帝 这些梦话和那眼泪都做不了假 彤彤被纪无就看在眼里 纪无就也很无奈 一步想嫁 我又何曾想取 但现在目已成舟 以后也只能凑合过日子 想着想着 她就趴在床边睡愁了 熄合二年的第一场雪 我也不知道比以往时候来的 更早还是更晚了一些 只知道叶珍珍很想出去 看到皇宫的雪景 可是宿月以她的并美好为由 不让她出去看雪景 叶珍珍气鼓鼓地 拿皇后的身份施压 宿月没有办法 只好把她包得严严实实的 叶珍珍兴致满满地来到梅园 雪景倒是没看到 只看到六宫妃子 都聚集在一起 很是热闹 凑近之后才恍然大悟 妃子之意不在梅 皇上也发现了叶珍珍 撂下众多妃子 不管 来询问叶珍珍身体好些了吗 其他丽妃派和贤妃派的姐妹们 都眼巴巴地看着她 也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 亦或是两者皆有 只有庄妃 亲密地跟叶珍珍互动 皇上提议到梅雪这边休息一下 倒是意外地遇到了 刚刚解禁的丽妃 此时 她正孤身一人 采摘梅花 经过两个月的禁足 丽妃看起来憔悴了很多 她对叶珍珍恭敬的行礼 并且道歉 继妃就把这些看在眼里 心里有的那些气也都散掉了 并且准备去丽妃的寝宫那边溜达溜达 叶珍珍 看着继妃就和丽妃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看起来 丽妃是真的要负重了 而贤妃那边应该不会坐以待毙吧 再加上那个快进宫的许惟荣 叶珍珍不禁期待起来 这宫里啊 怕是要有热闹桥了 案例 贵分是财人的话 在给皇后请安的时候是分不到座位的 但是许财人可不是一般的财人 她可是太后最为宠爱的侄女 是皇上小时候的玩伴 才刚进宫 皇上就去她的寝殿留宿 今天第一次来昆宁宫请安 叶珍珍也要给她一些面子 给她安排了座位 六宫嫔妃们 早就听说了这个许财人的传说 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一时间话题都围绕许财人展开 只是明明众多姐妹们都在夸奖她 虽然语气都带着酸溜溜的味道就是了 但许财人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黯然 昨晚皇上在她那里留宿是没错 但是皇上是全程对着墙壁睡的 都没碰她一下 叶珍珍作为皇后 要给心爱的姐妹们一些赏赐 她准备赏赐许财人几串香木手串 虽然她更想送玉蝉出来着 可既无就强烈反对这一行为 也就只好作罢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珍贵东西 可还是引起了下面两个 我也叫不上名字的妃子的惊呼 这手串和皇上手上戴的竟然一模一样 皇后娘娘真的舍得 叶珍珍心想要糟 难道她把皇上赏她的东西 转手赏给别人了 随即她用疑问的目光看向了素玉 素玉小声解释 这些手串是皇上亲自说的 说是可以随意分享下去 叶珍珍这才放心 刚刚两个姐妹说的话 许财人一字不落都听见了 她看着手串有些小路翩翩 其实也不怪她 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皇后故意为之 一日 许财人在给太后请安时 眼睛一直瞄着皇上看个不停 倒不是因为纪无就长得帅 而是想要确认她的手上 是不是有那种手串 果然 纪无就手腕上的手串和她的那串绝壁 就是情侣款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一出 慈宁宫就抱着纪无就的胳膊 傻笑个不停 纪无就受不了她傻里傻气的样子 就问她为什么傻笑 许财人洋洋得意地 把两人的手串放在一起展示 这是皇后娘娘给我刀 不料 纪无就听完她这番话之后 竟然把她的手串摘下来 然后塞给许财人并表示 既然你很喜欢 那就都送给你好了 接着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许财人独自在冷空中哭泣 这个皇后的日常工作 不是管理六宫 而是每天变着花样 给皇帝添堵 这天 纪无就正在批阅奏折 昆宁宫的小太监一脸绝望地 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说是皇后娘娘疯了 纪无就来到昆宁宫的时候 宫女们都在抬头45度 仰望天空 纪无就鬼使神拆地跟着 看了过去 可下一秒 她就差点裂开 她的皇后 竟然站在屋顶仰天大笑 她连忙吩咐网友才搭梯子上去 把叶珍珍接下来 可网友才才上到一半 就被几声开山裂石般的巨响 吓得从梯子上掉下来 在场众人循着声音 看了过去 只见叶珍珍 只给他们留下一个英气的背影 不知是有意 还是无意地 挥舞着手里的鸟冲 只是这样震撼的一幕 被她的一句话打破了 她正在搭梯子准备营救她 可纪无就却对叶珍珍大声呼喊 她让叶珍珍跳下来 她会在下面接住 叶珍珍会跳吗 要知道 她俩平日里的关系可不怎么样的 不过她犹豫了0.3秒之后 竟然真的朝纪无就怀里跳了下来 纪无就稳稳地接住了她 这俩人一通操作下来 把旁边的宫女太监们都秀麻了 安全落地的叶珍珍迫不及待地和纪无就 说了三个字 六连发 纪无就愣了一会之后 仰天大笑 那蜂魔的模样和之前叶珍珍的样子如出一辙 素月几人大惊失色 难道说皇上她老人家也疯掉了 其实是叶珍珍改良了鸟冲 使之可以做到六连发 这样一来 火冲完全可以大规模运用到战场 纪无就非常开心 让叶珍珍随意开口 要什么奖赏都可以 叶珍珍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要求 她想弄个武德将军当当 这里要注意一下 是武德不是武德 纪无就高兴之下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并且还脑袋一热 多给了叶珍珍一个虎头令 只是 这个虎头令却在不久的将来 让纪无就大呼吼 这个皇后是个狼人 她居然在自己的两个贴身宫女面前 嘲笑皇帝 原来是太医传来的消息 说是王昭仪有了身孕 叶珍珍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当朝皇帝纪无就没有儿子 以前只有过一个公主 却没到一岁就妖了 不过她对于王昭仪怀孕这件事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叶珍珍可没打算给她生孩子 反正不管将来谁的孩子 登上至尊之位 她也是稳稳的太后 所以叶珍珍没心没肺的嘲笑皇帝 对于传宗接待这件事不够努力 只是笑着笑着差点哭出来 因为皇上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她背后 既无就听到了叶珍珍 刚才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了吗 或许听到了或许没听到 不过都没关系 因为她已经喝醉了 抱着叶珍珍就要耍酒疯 叶珍珍嫌弃地推开她 问她王昭仪都怀孕了 你为什么不去陪她 喝醉的 既无就没有回答她 反而巴基一下亲了她一口 接着就把她抱起来丢在床上 叶珍珍大呼不妙 既无就这是要来真的 她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大姨妈来了 可既无就根本不信 能用的借口她都用遍了 完全没有办法了 叶珍珍只好认命 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吧 可是一想到 这个狗东西 还有那么多女人 叶珍珍就隔应 紧接着就是一阵反胃 甚至当场越了出来 既无就这个时候 就好像忽然醒酒了一样 生气地看着叶珍珍 你就那么厌恶珍吗 大气皇帝既无就最近 对谁都黑着一张脸 好像谁都欠她五百万一样 朝廷官员们都在好奇 皇上这是怎么了 却无一人敢去问皇上 因为就连全清朝野的叶珍珍 都被皇上无故敲打了 贵高权重的方赐福 也是非常好奇啊 但他同样不敢去问皇上 只好找到了皇上的贴身 那是逢有得旁击侧敲 他害怕是自己的孙女 贤妃惹皇上不高兴了 不过冯友德笑呵呵地表示 肯定不是贤妃的问题 因为前几天皇上 从昆宁宫出来之后 他变成这样的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之后 方赐福到谢离开 不过他们的谈话 都被一个躲在柱子后面的小太监 听到了 等到方赐福走远之后 他屁颠屁颠地追上了冯友德 然后渐渐地提醒冯友德 我说冯公公 您就没往哪方面去想想吗 皇上真羞郁赚吃多了 是时候换换口味了 冯友德秒懂 抄起家伙 就是一顿揍 不过揍完之后 他还真的认真考虑起这件事 好家伙 这下真的是 皇帝不及太见急了 与此同时 纪无就正在凉亭扶情 许才人随着他的情声 翩翩起舞 好一对野鸳鸯啊 叶珍珍如是想到 叶珍珍忽然到来 打断了纪无就的节奏 而没了节奏的 许才人不知有意 还是无意 脚下一个不稳跌坐在地上 纪无就连忙 把他从地上扶起 许才人顺势贴在他身上 娇羞地对他说 表哥 你刚才谈得太快了 可叶珍珍在他身后 语气冰冷地表示 什么 见了本宫都不行跪拜灵吗 许才人不想丢了气势 就扯了扯纪无就的袖子 想让他帮忙说句话 可纪无就却毫无表示 他没办法 只好乖乖行礼 本以为这样叶珍珍就会放过他 不料 叶珍珍还要继续追究他刚刚 没大没小地称呼 皇上为表哥的事情 要罚他去昆宁宫门口跪上两个时辰 不得了 堂堂皇帝居然要去青楼解决问题 话说许才人已经在昆宁宫门口跪了两个时辰了 昆宁宫的小宫女们正在窃窃私语 他们很纳闷 按说这许才人是太后的侄女啊 皇上居然不顾太后的脖面 就让他在这跪着吗 不知道 太后知道这件事 会怎么想啊 他们不会知道 太后现在都在想着怎么切割了 他费尽心思 把许才人弄进宫 本意是让许才人和贤飞联手把叶珍珍给拉下马 不料他的左膀右臂居然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 贤飞觉得和许才人牵扯在一起会触眉头 许才人则觉得贤飞心眼多 不愿来往 太后现在急需另外一把刀了 镜头给到叶珍珍这边 他一边玩着鲁班索一边 和速封速月姐妹俩指点江山 他推测丽妃和许才人会联合起来对付他 因为他们都和叶珍珍有仇 一个地位高 一个心眼坏 两人凑在一起 可谓是珠连闭合 狼狈为奸 速月急了 他担心叶珍珍该如何应对 可叶珍珍却毫不在乎 区区两个坏女人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前提是皇上不要帮他们 这个时候 两姐妹不得不提醒一下他们的皇后娘娘 您之前可是把皇上狠狠地得罪了一番 说起这个就来气 他可巴不得既无就永远别来 这个时候 速月忽然想到一件事 他透到叶珍珍耳边 小声说着 据说 今天皇上神神秘秘地去了一个地方 冯友德真的带皇上来亲楼 说是 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白都来了 纪无就暂且信了他的邪 可他对一拥而上的妹子们毫无兴趣 他要找翠方楼最好的姑娘解决问题 很快他就被带到了柳月姑娘的房间 刚一坐下 纪无就直奔主题 只见他把一叠银票拍在桌上 然后一脸正经地问柳月 我问你 一个女人 怎样才愿意对一个男人投怀送抱 巴魁柳月姑娘做梦都没想到 她会输给一个经验丰富的姐妹 话说皇帝被逢有的忽悠到亲楼来了 她寻思着这里的女子 或许还真的能解决她的问题 于是 她不惜花费重金 只求柳月回答她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让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一个男人 可是柳月姑娘乃是一个清官人 人家还真没与任何男子有过肌肤之亲 怎料皇上得知她没碰过男人之后 却露出一脸嫌弃至极的模样 然后 在她无比震惊与挫败之下 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妹子过来 经验丰富的红云姑娘刚一进屋 就贴到了纪吴舅身上 纪吴舅没好气的一把把她按在椅子上 然后故技重施 拿出一叠银票拍在桌子上 并且提出了先前的问题 红云调笑道 这位公子 您这么帅气多金 不知是谁 见了 您还会不动心呢 纪吴舅表示 有一个女人 不愿意 让我碰她 红云理所当然的以为对方是个姑娘家 肯定是在害羞呢 因为纪吴舅不想说是自己的老婆不让她碰 所以 她支支吾吾的回答 对方已经嫁作人妇不是小姑娘了 红云在心里大呼卧槽 感情这个公子哥 是调戏人家有夫之夫的下流胚子 但为了钞票 红云还是委婉地告诉她 那位姑娘 肯定是心有所属了呀 然后 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但那个人不是你哟 听到这个答案 纪吴就差点两眼一律 气晕过去 在她回皇宫的时候 正好看见 让她怒火中烧的一幕 皇后和她的表哥 在一起有说有笑地放风着 她一下子 就联想起了红云给她的答案 这个皇帝有点惨 先后有过几个孩子 结果最大的一个都没熬过一岁生日 就一命呜呼了 前些天王昭仪有了身孕 她还高兴了好一阵子 却没想小太监又给她带来一个坏消息 王昭仪流产了 叶珍珍作为皇后 得到消息 自然也要到 王昭仪这里搞清楚情况 可前脚刚进门 后脚还在门外呢 就被太后呵斥 要让她跪下 叶珍珍有些无语 这啥情况啊 怎么我刚来就这么款待 太后怒气冲冲地表示 亏得她 日日烧香送活 却没想叶珍珍妒忌心切 残害王昭仪 哼 原来如此 叶珍珍只觉得 她这皇后没白当 这一天天可太热闹了 有什么坏事都往她头上扣 可叶珍珍也不会坐以待毙 她先是看了看皇上的态度 只见她正黑着一张脸生嫩气呢 叶珍珍了然 看来 皇上非常在乎这个孩子 打算袖手旁观 于是她冷漠地回对太后 说太后 烧香拜佛 不管用那是她自己心不成 可不关她叶珍珍的事呢 凡是要讲证据 凭这些 就定当朝皇后的罪 不觉得荒唐吗 太后早就想扳倒叶珍珍不假 这次有证据也是真的 王昭仪被人用鸟冲打伤失血 再加上受到了惊吓 多种因素叠加下导致了流产 一时之间 叶珍珍也沉默了 难道真的是她派人 打伤了王昭仪吗 毕竟后宫之中 只有她持有鸟冲 但叶珍珍沉默的原因是纪无咎的态度 因为纪无咎明知她 没有火药和钢珠 她上次玩完之后 全部被纪无咎收走了 还专门派人盯着 她不让她再玩 可现在纪无咎明显不愿意帮她证明 哼 皇上却无动于衷 按照叶珍珍的性命 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 她笑着对纪无咎说 恭喜皇上了 看我孤军奋战 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 只是她明明在笑 说话的语气却很冰冷 纪无咎并没有回答她的话 反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 叶珍珍 你喜欢你的表哥 对不对 叶珍珍觉得她一定是疯了 纪无咎一步一步地逼近叶珍珍 同时一件一件地说出了她调查出来的问题 你们一起长大 一起读书练舞 甚至你在遭遇老虎性命攸关的时候 都没有哭 但你却在她怀里哭泣 而且明明她身为统领 会随身佩戴火虫 可你明愿自己蒙冤 也不愿提及她的嫌疑 并且我还知道 你爹甚至想要把你许配给她 可你爷爷最后让你嫁给了朕 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呀 朕的皇后 疯了 叶珍珍只觉得纪无就是真的疯了 纪无就见叶珍珍否认她的说法 她忽然搂住叶珍珍的腰 把叶珍珍拉进怀里 然后要叶珍珍用行动证明 这些都是假的 是她在胡说八道 可叶珍珍用行动证明 她是真的不喜欢纪无就 纪无就气急而笑 松开叶珍珍 继而宣设主权 不管你心里装的是谁 你永远都是真人 这个皇帝见不见哪 皇后越是不想搭理她 她越是想要得到皇后的心 甚至实在按捺不住 居然又跑去青楼解决问题 话说王昭仪被鸟冲 打伤导致流产 后宫公敌叶珍珍 就被列为第一嫌疑人 她立下军令状 五日之内必将凶手缉拿归案 但她只用了一天 就将凶手找了出来 实在是对手的心机太过简单 凶手肯定是用的 她先前仪式的那一把鸟冲 可那把鸟冲 需要做一些维修 才能继续使用 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只需要调查一下后宫里 谁对伙计比较了解 或者谁爱好伙计就可以了 很快一个叫乘客的小太监 被带到叶珍珍面前 没有任何废话 只是稍微吓唬了她一下 乘客就全盘拖出了 她捡到了 叶珍珍遗失的鸟冲之后 被丽妃发现了 丽妃让她把鸟冲留下来 直到前几日丽妃 命令她用鸟冲 去攻击王昭仪 证据确凿之下 皇上冷着脸表示 把丽妃降为苏杰鱼 其他的事情交由皇后处置 叶珍珍小手一挥 先打她四十大板再说 任凭丽妃如何求饶 叶珍珍把头撇向一边 根本不给她机会 纪无咎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得到她 画面一转 纪无咎又来到青楼 找红云请教问题 她这次的要求不再委婉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 我想要得到她 红云脸上笑呵 心里大呼你可真够贱的 不知道哪个女子这么宝媒 被你盯上了 不过为了钞票 红云还是真诚地 为她出谋划策 她推荐纪无咎 使用欲擒故纵的 把戏试试看 不过纪无咎 把这招给否了 她认为叶珍珍肯定不吃这一套 你来请教问题 老师给你出招你又不听 甲方是真的难伺候 当然 红云可不会跟前过不去 她琢磨了一阵子之后 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公子确实帅气又多精 但她从来都没笑过 这样可不行了 于是她试探性地询问 纪无就会不会笑 纪无就愣了一下 她好像还真的很少笑 于是 她尝试着牵动嘴角笑了一下 这诡异的表情 差点没把红云吓死 红云寻思着 这位公子之所以这么有钱 不会是家里人烧给她的吧 这个渣男在和妹子 亲亲我我的时候 非要喊人家名字 可关键是她喊的是 另外一个妹子的名字 这天贤妃正在和皇上喝茶 只是 皇上明显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贤妃 懦懦地叫了她好几声 纪无就她一脸诸葛像地回过神来 接着抓着贤妃的手 痴痴地叫着她的名字 只是 这个渣男叫的是叶珍珍的名字 事发之后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 纪无就尴尬地随便找了个借口 敷衍贤妃 然后迅速逃离现场 贤妃默默地看着纪无就离开的背影 她都已经容忍 纪无就有别的女人了 但她无法容忍 自己成为别人的替代品 人人都说皇上讨厌皇后 原来竟是求而不得 给自己找台阶下吗 此刻 贤妃四世下了什么决定 是要针对皇后叶珍珍呢 还是努力挽回纪无就的心呢 不过要我说 还是针对叶珍珍更容易一点 因为与此同时 许台仁和苏介瑜正在商议如何对付叶珍珍 他们两人可都是恨透了叶珍珍 许台仁本是太后最宠爱的侄女 本来按照太后的意思 她进宫的时候 少说也是能弄个二瓶 乃至一瓶飞味的位分 却被叶珍珍缴合了 最终只好按照规定定为六瓶台人 而苏介瑜更惨了 她本来是一瓶立飞 但她谋害公妃和皇嗣的事情 被叶珍珍查出来了 结果位分被降到了现在的结余 这两人凑在一起 想办法扳倒叶珍珍 突破口就是和叶珍珍一起长大的表哥 陆离 陆统领 叶珍珍把纪无旧扑倒在地上 这是回心转意了吗 虽然已经开春 但皇宫的太叶池还没画动表面坚硬如实 叶珍珍见天气不错 就想着到太叶池管华兵 纪无旧本来要去给太后请安 却中途改到左太叶池 要说不是为了叶珍珍来的 我是不信的 这不 当她看到叶珍珍那发自内心的笑容的时候 她的嘴角也不自觉地挑起了弧度 虽然她自己都不知道就是了 叶珍珍胆子大的连老虎都不怕 没走几步就不让肃松帮她了 遗憾的是 华兵不仅需要勇气 还需要磨练技巧 她现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眼看着就要倒在地上了 关键时刻 纪无就往地上那么一躺 当起了肉垫 虽然避免了叶珍珍摔到地上 但却趴在了她身上 依我看 纪无就现在根本不觉得疼 反而很享受呢 不然她为什么这样一副表情 叶珍珍看纪无就一副 有些享受的模样 顿时吓坏了 心想 她该不会是摔坏脑子了吧 不料 下一秒纪 无就伸手就把她搂进了怀里 拥抱着怀里的家人 纪无就再次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你一定会是我的人 虽然不知道纪无就的行程中 给太后请安是主要目的呢 还是找叶珍珍才是主要目的 但总归是要来找太后的 许台人在给太后捶背的时候 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询问 叶珍珍和陆统领之间是什么关系 纪无就听不下去了 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示意许台人不要再问了 可纪无就不想听 太后她老人家想听啊 太后坐住 让许台人继续说下去 许台人装出一副有些惶恐的样子 说是她在后宫内 一个偏僻的院子里 听到叶珍珍和陆统领在里面有说有笑呢 听起来两人关系很是亲密 纪无就听不下去了 她起身表示 两人是姑表关系 至于两人有没有其他问题 她自然会查清楚 皇后究竟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才能让太后一直想要废掉她 太后联合许台人在皇上面前唱双簧 许台人虽然没有明说 但她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皇后和陆统领之间有私情 皇上又怎么听不出来 她虽然不太相信 但终归是在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待皇上离开之后 太后不免有些忧虑 她看着皇上的样子 好像不是很相信这些事 可许台人信誓旦旦地表示 只要让皇上亲眼看见了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了 许台人哪来的自信呢 其实是她安排了一个陷阱 她偷走了一个皇后 叶珍珍亲自制作的香包 然后让一个小太监交给陆统领 说是皇后约她晚上在英华殿见一面 虽然陆离猜到 这会是一个陷阱 叶珍珍不可能傻到 让一个不是心腹的人 传递这种私会外难的消息 可她想要弄清楚 到底是谁要针对叶珍珍 她决定亲自走上一遭 如果可以的话 她不介意把这个威胁永远铲除掉 说来也巧 皇上纪无咎这边 自从她在许台人那里 听到了叶珍珍和陆统领 有私情的事情之后 她就整天胡思乱想 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 每每仰望天空 都觉得天空隐约是绿色的 终于她忍不住了 要找一个昆宁宫的人来 问问皇后的行程 很快一个小太监 把叶珍珍每天的行程 汇报给纪无咎 叶珍珍离开昆宁宫的时间 正好卡在了 她在养心殿批乐奏折的时间 既无咎的疑心不可避免地加重了 她想知道这段时间 叶珍珍究竟在做什么 与此同时 昆宁宫外 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急匆匆地离开了 看这架势 恐怕是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个妹子是一个皇后 不过跟皇后沾边的事 她是一件都不干 先是骑马打猎 结果遭遇老虎差点一命呜呼 接着研发鸟冲 结果把自己炸伤 现在又心血来潮 不知哪里得来一本 绝世神功正在修炼 依我看 她是真的想 神功大成之后和太阳间并肩 宿月怕打扰她修仙 就准备到外面候着 刚一出门就遇到了 前来打探虚实的陆统领 陆统领拿出了先前小太监 转交给她的香包 让宿月转告叶珍珍 不要再丢东西了 很危险的 在屋内修仙的叶珍珍 听到陆离的声音 连忙打开了大门 陆离不敢在这里久留 打了个招呼之后准备跑路 可叶珍珍逮着她不放 要让她给讲解一下 这本绝世神功 陆离怕是什么邪门歪道的秘籍 连忙查看了一下 可是越看她的脸色越奇怪 这是武功秘籍不假 但分明就是启蒙独物级别的 哪里是什么 神功秘籍 叶珍珍不高兴啊 信誓旦旦的说 这就是绝世神功 对对对 陆离只好假假的恭喜她 获得了绝世武功 只是当两人聊天的时候 来了一个意外之客 皇帝既无旧脸色阴沉的走了过来 这下好了 大大咧咧的叶珍珍一下子也傻眼了 其实要只是皇上自己过来 这件事倒还能解释解释 可是太后也大张旗鼓地跟了过来 叶珍珍现在哪能不知道自己被下了套 皇上前脚道 太后后脚就来了 叶珍珍当然以为是绝无旧带太后过来的 所以当绝无旧说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的时候 叶珍珍不屑地说道 你哪里是来听我解释的 你怕是来抓尖成双的吧 太后早就想把叶珍珍扳倒了 现在叶珍珍自己把子弹都给送上来了 她当即下令把叶珍珍和陆梨两人一起拿下 怎料叶珍珍气场全开 怒喝道 我看谁敢 皇上想牵皇后的手 却被皇后一把甩开 并对皇上说 你太卑鄙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叶珍珍被人陷害 说是她和陆统领半夜私会 一手导演了这出好戏的 太后急于拿下叶珍珍 可叶珍珍表示 就这样无凭无据地拿人 怕是有些说不过去 太后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她早就命人把一个香包塞给陆梨 于是她当即命令手下 对陆梨进行搜身 只不过陆梨相当聪明 那个香包早就被她交给苏月了 太后的这一招被成功化解 太后倒也不恼火 毕竟就算没有误证 那也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深夜和皇后一起出现在这偏僻的大殿 怎料陆梨表示 她是奉了皇上的命令 白子 恰好皇后也在此处罢了 纪乌就满头问号 我不是 我没有 这不是我说的 陆梨继续解释 今日早些时候 有一个内饰携带一件御用之物 对她下达了秘纸 虽然她也疑惑 却也不敢不来 接着她就取出一个玉佩当作证据 纪乌就接过 玉佩确认了一下 这还真是她的玉佩 剧情发展到现在 纪乌就也明白了 这是有人给叶真真设了个套 但太后不明白 她还以为她的好大皇帝 也准备设套陷害叶真真 只不过和她撞一起了 不过现在明显无法定罪了 于是她看似略带歉意地表示 哀家也是受人蒙骗 皇后以后练功的时候 还是谨慎一些才好呀 可千万别走火入魔了 她哪里知道 叶真真那套所谓的绝世神功 只是最基础的内功 在修炼一百年 也不能走火入魔又 纪乌就知道 自己误会了叶真真 想要拉着她的手解释一下 接着就是开头时的一幕 叶真真一点面子 不给的甩开她的手 还说她是卑鄙小人 接着头也不回地 往昆明宫的方向走 不得不说陆里是真的聪明 她明知这是陷阱 却还敢爱 就是因为 她准备了伪造皇帝信物这一招 她看着和皇上半嘴的叶真真 心想真真以后可长点心吧 表哥 我也不能一直保护你啊 皇上死皮赖脸地 要搂着皇后睡觉 结果 半夜突然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事后据太医所说 似乎是龙根出了什么问题 话说太后诬陷皇后 私通外难的计划 失败了 传递信物的小太监 成了替死鬼 被太后处死了 陆离让苏月 给叶真真带个话 询问她是否想要除掉谁 叶真真一时之间 没弄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才小声地跟她解释了一下 太后想要稀释宁人 让陆统领去指认 那个上吊的小太监 是不是假传圣旨的人 至于这人是不是真的 完全由陆统领说了算 所以 陆统领问你有没有想要料理的人 她可以把那人指认为 假传圣旨之人 叶真真终于反应过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但是她认真思考了一下 涉及到后宫争斗 还是不要把她牵扯进来太好 于是叶真真 让网友才转高陆林 以后千万不要再插手了 我会亲自报仇的 再说既无旧这点 她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考 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那就是太后 为了陷害叶真真 居然用出如此卑劣的手段 不惜诋毁她的轻欲 如果这件事成了 就连我这个当儿子的 也会脸上无光 既无旧暗自下定决心 她绝不会容忍 这样的行为再次发生 随后她向着床榻走去 可是这怎么是叶真真的床啊 好家伙 你还真好意思啊 不过既无旧发现 叶真真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情 于是她就问了一下 叶真真问她 你说幕后主使者 除了太后 还有别的人吗 既无旧一看数罪的机会来了 想都没想 就把许才人供了出来 之前就是许才人和太后一起 在她面前唱双簧 既无旧最终相信了 他们的谗言 半夜 叶真真迷迷乎乎的觉得 有什么东西 在身子下面各的慌 然后就迷迷糊糊的用力 把这个东西甩开 结果下一秒 既无旧就发出了 段子绝孙般的惨叫声 皇上这是咋了 一大早的 就把太医叫来了 太医有些汗言 心想这两口子 是真的会玩呀 尴尬的送走了太医 叶真真有些不好意思的询问 既无旧现在还疼吗 既无旧瞬间细经附体 夸张的喊疼 等到叶真真脸上 露出愧疚的表情的时候 既无旧趁机扯了一下叶真真 让叶真真趴到了他身上 然后抱紧叶真真 让他原谅自己之前不信任他 其实叶真真这几天早就气消了 现在既无旧主动让步 也就红着小脸原谅了他 得到了原谅 既无旧那个感动了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虽然真的很疼就是了 过了晌午 既无旧正在批阅奏折 察觉到有人过来 却没想抬头看到了叶真真 要知道叶真真很少主动找他的 这一下可把他高兴坏了 还以为叶真真这是想他了 怎料叶真真一盆冷水泼了下来 他表示只是过来看热闹的 终究是错付了 随即他拿给叶真真一份奏折 并表示这里面的内容绝对够热闹 叶真真将信将疑地接过了奏折 竟然是八百里加急的折子 折子所述的内容 赫然是关外吐乳翻汗和达达 以及女真部三国同时在大旗关外 集结军队的事情 就连不太了解军事的叶真真也紧张了 这群蛮蟻该不会是 想要同时攻打大旗吧 可继无就却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慌张 他淡淡一笑 让叶真真坐下 然后打开了地图 紧接着就和叶真真 分析了当下的国际形势 吐鲁翻汗不曾与我大旗交战 这次肯定是被人以利益诱惑 而达达内部矛盾重重 根本没有什么占领 这两者可以较为轻易地瓦解 唯独女真部兵抢马壮 野心勃勃 他们才是最想跟我大旗打仗的人 随即他自信且霸气地说道 既然女真痴心妄想 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我大旗的国威 叶真真用崇拜的眼神看向纪无就 他没想到 纪无就居然这么厉害 纪无就的嘴角差点翘到天上去 美滋滋的要叶真真奖励他一个亲亲 就在叶真真的嘴唇 离他还有一厘米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女子哭泣的声音 被坏了好戏的纪无就彻顶我了 皇上好不容易骗到了一个皇后的亲亲 就在皇后准备兑现这个亲亲的时候 却被在门外哭哭啼啼的许太人打断了 他哭闹着要见皇上 不见既无就现在都要被气死了 也不知道那个亲亲以后还能不能补回来 可是许太人不顾命令 强行闯进了御书房 紧接着他就光着个脑袋 出现在皇上面前哭诉 说是皇后想要害死他 这颗突如其来的大光头差点 让叶真真没憋住笑 叶真真整理了一下面不表情之后 向许太人问道 表妹啊 你这是吃错药了吗 怎么就突然变成突葫芦了呢 不料 许太人用凶狠的眼神看向了他 然后用充满怨气的语气 指着他大喊 都是你这个毒货害的 你给我下毒 导致我头发掉光了 既无就把目光看向了叶真真 难道还真是你做的 没想到 叶真真居然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就是他下的毒 然后他跟纪无就强调了一下 许太人之前可是利用过你的 我这是帮你报仇呢 让许太人万万也没想到的是 纪无就 居然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下 然后颇为同意地点了点头 叶真真居高临下地 对许太人用温柔的语气 说着冰冷害人的话 我今日能让你掉头发 更能让你掉脑袋 不过我心慈手软 留你一命 你以后最好加起尾巴做人 知道了吗 许太人不死心地扯着纪无就的衣服 想要他给自己主持公道 可纪无就并没有一丁点的心软 反而说他顶着的大光头太辣眼睛 把他降为八瓶选室禁足三个月 接着就让内侍把许太人带走了 这天皇上和皇后喝茶的时候 皇后突然说了一句 我听说你伤到龙根 不行了 纪无就还从没被人这样小瞧过 更何况这人还是他老婆 这他肯定是不能忍的 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于是他先是让叶真真闭上眼睛 接着他拉着叶真真的手 让他自己去感受 怎么说呢 叶真真感觉自己 先是摸到了一只小鸡仔 没过几秒钟 这只小鸡仔 就变成了威武的大攻击 察觉到不对劲之后 叶真真火速把手抽回 一想到 纪无就那么多女人 他又犯起了恶心 纪无就看着他的表情黯然神伤 朕就那么讨厌吗 与此同时 两个因为叶真真 而被降了位分的姐妹 正凑在一起抱团取暖 他俩正在商量着该如何报仇 可是想来想去 也没想到个好方法出来 反倒是 得出个结论 比起报仇 他们现阶段 更应该重新得到 皇上的宠爱才行 不然就一辈子 也无法尽身为分 徐选氏自知顶着的大光头 是无法得到皇上的宠爱了 眼下 他们两人重新上位的希望 只能寄托在苏杰鱼身上了 多方打听之下 他得知皇上 会来太夜池赏花 纪无就刚来不到五分钟 苏杰鱼 就和他来了个偶遇 要不说 纪无就是个渣男呢 苏杰鱼可是害死了 他还没出生的孩子 他居然还能原谅苏杰鱼 还能坐在一起 心平气和地喝茶 刚好这一幕 还被叶珍珍给看到了 他早上的气还没消呢 原本看紧的心情 瞬间被破坏 他打算扭头就走 可纪无就却不让他离开 要让他过来坐一坐 叶珍珍正在气头上了 这下更加恼火了 本想装作没听见 可想了想 还是要给皇帝面子的 只好到纪无就对面坐下 坐下之后 两人又同时 把头转向一边 根本不想去搭理对方 这一尴尬的场面被诉讼打破 他帮叶珍珍倒了杯热茶 也正是这个时候 皇上身后出现了一个黑衣刺客 苏杰鱼第一时间 扑到皇上身上 打算帮皇上挡下这一刀 下午三点几 皇上正在和大小老婆一起饮茶 不料 突然从他身后 窜出一个刺客 抑郁行凶 苏杰鱼眼疾手快 打算用身体 帮皇上挡下这一剑 不过眼疾手快的 可不止他一人 叶珍珍 察觉到有刺客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手里的茶杯 当作武器扔向刺客 年轻的刺客下意识地 格挡飞来的茶杯 却因此 错失了偷袭的机会 反而被纪无就反打一拳 这也导致他身形不稳 要从高楼上坠落 叶珍珍一看这可不行 他想抓活的 问问是谁指使他的 于是他 无故危险探出 身子抓住了刺客的衣领 可他匆忙之间 没控制好平衡 差点也被带了下去 幸好纪无就在旁边 把两人都拉回楼上 既无就骂他是不是疯了 劫后余生的叶珍珍 并没有要感谢他的意思 反而一门心思都在刺客身上 他让内侍赶快控制住刺客 千万不能让他自杀 刺客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并且 嘴里早就藏好的毒药 也被取了出来 皇上的暗卫 这是姗姗来迟 他虽然来晚了 但也没来晚 因为这个刺客 穿着侍卫的衣服 所以叶珍珍让他看一下 这刺客 是不是真的是皇宫侍卫 对方给他了肯定的答案 这个刺客 此前是一名三等侍卫 叶珍珍点了点头 吩咐暗卫 一定要看好了 千万不能让他自杀 既无就无语了 他纳闷 叶珍珍为什么一直强调 不要让这个刺客自杀 叶珍珍心想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当然是怕死无对证了 其实叶珍珍之所以 害怕刺客自杀 是因为他表格陆离是侍卫大统领 如果不能 揪出幕后主使者 他难逃责任 可如果是失杀的罪名也就算了 他更怕到时候 会有人跳出来说陆离 和那个刺客是一伙的 可能有人会问 为了一个侍卫统领 如此大费周章 都闹成谋逆了 这值得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他爷爷是三朝元老 两代帝师 国有谋逆的罪名 可以扳倒他 最主要的是 既无就既但叶珍世大已久 肯定会顺势打压 叶珍真头都大了 得想办法 在既无就真正动手之前 查出幕后主使才行 当朝皇帝居然在自家御花园里 被皇宫侍卫给刺杀了 好在是刺杀失败了 身为皇后的叶珍真想要搞清楚 幕后之人究竟是谁 可他思来想去 都想不出凶手的动机 要说政变 既无就连一个皇位继承人都没 别说兄弟了 就连姐妹都没得一个 可若说是 仇杀也不太可能 他算得 尚是一个好皇帝 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地的事情 而且 如今盛世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让他们谋反 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叶珍真想得脑壳疼 也想不到 谁想要杀死既无就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或许这就是苏杰鱼安排的一出戏 这样一想 好像苏杰鱼当时 还真的有些问题 他一个没练过武功的人 反应速度 未免太快了些吧 可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未免有些天真了 他就没想过计划暴露的后果吗 他打算去苏杰鱼那边试探一下 才刚一碰面 叶珍珍就断定这次的刺杀 就是 苏杰鱼一手策划的 谁让他一副作为心虚的样子呢 叶珍珍秉退左右 他打算单独和苏杰鱼聊聊 想要震慑对方 最好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他的罪行 苏杰鱼在听到叶珍珍 说他是幕后黑手之后 悚然一惊 他没料到 事情这么快就暴露了 不过蝼蚁尚且贪生 他当然 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承认 他的反应也在叶珍珍预料之中 紧接着叶珍珍跟他打起了感情盘 你就不怕连累到苏将军吗 还有苏府上上下下的所有人 你真的就不在乎吗 苏杰鱼沉默了 苏杰鱼这么多 不然他也不会走出这步臭旗 见他依旧执迷不悟 叶珍珍叹了口气 看来不下点狠招 是不行了 没想到叶珍珍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了寄无旧的声音 他语气中带着不善 质问叶珍珍要如何对苏杰鱼下狠招 看他的意思 莫非是要保下苏杰鱼吗 由于苏杰鱼涉嫌策划刺杀皇上 皇后正在审问他 本来挺顺利的 苏杰鱼就快要承认的时候 皇上突然出现了 按照以前皇上对他的宠爱 苏杰鱼觉得自己或许还能抢救一下 于是他梨花带雨地 呼到皇上怀里哭诉 说是叶珍珍要对他用私刑 想要驱打成招 让他把刺杀皇上的罪名揽下来 还说这样陆统领就能洗脱嫌疑了 既无旧别的话没记住 只记住 他提到皇后是为了陆统领来 又是陆统领 既无旧 现在一听见陆统领的名字 就觉得头顶可以放羊了 这里他和陆统领的恩怨情仇 我们就不赘述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前面的剧情 既无旧想要单独和叶珍珍谈谈这件事 于是他让苏杰鱼先出去等着 接着既无旧就悠悠地说道 为了他 你当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震得皇后 叶珍珍笑了 他轻蔑地笑了 到现在 你还在说这些 难道你就一点都没有发现 苏杰鱼的可疑之处吗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打算就此事过水东营吧 既无就愣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在叶珍珍的认知里 一直都是这样一个 为达目的不得手段之人 紧接着他也来了火气 气话脱口而出 既如此 那这也不好 让皇后失望才是 好家伙 钢铁直男也不过如此 果然这话一说出口 叶珍珍气炸了 他甚至丝毫不顾形象地 一脚踹开房门扬长而去 看把人家苏杰鱼吓的 叶珍珍走后 既无就黑着个脸走了出来 苏杰鱼看叶珍珍那么大火气 还以为皇上力挺自己 于是他也没看既无就的脸色 就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胳膊 甜甜地叫了一声 皇上 没想到既无就默默地 推开了他的手 然后用带着忧伤的语气说道 苏将军一声征战沙场 为国境中 朕不希望他最终却背上了 一个反贼的罪名 严禁于此 该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苏杰鱼 一下子 被抽干了力气似的 跌坐在地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荣华富贵一生 他不香吗 纪无就身为大气皇帝 后宫家里众多 有优雅端庄的 还有性感妖娆的 亦不乏温柔细腻的妃子 但众多家里 也只是他巩固朝政 维系大臣的工具而已 纪无就自己也明白 后宫中的多数女人 都在算计他 或多或少 想要得到些什么 唯独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作为皇后的叶珍珍 他从来没想过去算计纪无就 因为他不想和纪无就有瓜葛 如果可以 他反而很想远离皇宫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就越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就是纪无就现在的心情 没错 纪无就想要得到叶珍珍的心 但两人之间的误会与隔阂 越来越深 叶珍珍一直认为 纪无就想要对叶家下手 削弱叶家的实力 而纪无就则认为 叶珍珍的心上人是陆离 心里没有他一丁点的位置 纪无就越想越气 他要想办法 把情敌给解决掉 他顺手抄起桌上的宝剑 就要去昆宁宫找叶珍珍 到了昆宁宫之后 纪无就把剑丢在了桌子上 脸色不悦地告诉叶珍珍 这是那刺客用的剑 上面脆了毒 所以说 他是真的想杀着 叶珍珍认为他这样做 其实是想要定路里的罪 所以 毫不客气地回对 刺客 为什么想杀你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给这把剑脆毒 见叶珍珍 完全不信任他 纪无就当场获放 伤人的话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忘了 谁才是你男人 叶珍珍不甘示弱地回对他 我男人才 不会天天想着害我全家 纪无就现在很上头 脑溢血一般地威胁到 朕从未想过害你全家 但皇后若是一再逼朕 朕还真的不介意这样做 叶珍珍现在 真想帮帮给他两拳 可要是真的给他两拳 那就真的出事了 叶珍珍强忍着怒火冷静了下来 难道事情 不是想象的那样吗 看来还要再去见一见那个刺客了 叶珍珍 来到地牢询问刺客 为什么要刺杀皇上 刺客笑了笑 他不敢把真的幕后之人供出来 叶珍珍的问题终究是白问 不过刺客告诉他 另外一个信息 有人拿圣旨前来 说是可以保他一命 条件是让他指认 陆统领和叶首府和他是同伙 不过他并没有答应对方 能拿着圣旨来地牢 除了皇帝的人 还能有谁 这下叶珍珍心中 对纪无就的阴谋更加坚信不疑 叶珍珍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在纪无就动手之前 让苏杰鱼承认罪行 可就在这个时候 网友才惊慌地传达给他一个消息 苏杰鱼死了 丽妃本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平日里 总是仗着皇上的宠爱之高气昂 更是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 最终自食恶果 迎来了他的结局 就连皇上知道了他的死讯之后 也没来看他最后一眼 只是吩咐冯公公为他追封了一个妃卫而已 帝王之心 果然是尖如磐石 夜晚 叶珍珍正正地看着花灯发呆 苏杰鱼死了之后 皇上可以随意地拿捏叶家了吧 他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正在发呆的时候 皇帝继无咎拉着他的手揉声地和他道歉 他希望夜珍珍可以原谅他 夜珍珍甩开了他的手 然后默然地说道 皇上真是好手段 苏杰鱼是被你刺死了吧 继无咎辩解道 你我都清楚 他若是不自尽 那么苏家上下都会被牵连 当然 既然他是畏罪自杀 那么 这场刺杀的始末也该公之于众了吧 刺客什么时候处决的 可继无咎却说 这个刺客暂时还不能死 隐藏在深处的 真相还没有查出来 夜珍珍语气轻蔑地表示 是啊 恐怕还没到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呢 既无就知道 夜珍珍肯定是认为 他要留着刺客对付陆离 他耐心地跟夜珍珍解释 这根本就是计中计 苏杰鱼被人利用了 或许他 只是想要挽回我的心 但那个刺客是真的想要杀我 哼 还在狡辩 那么皇上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有人拿着圣旨去大牢探监 利诱刺客说可以保他幸运 让他指认夜路两家谋反篡位 这道圣旨是谁发出去的呢 既无就哑口无言 他倒是没发这道圣旨 肯定是有人假传圣旨 但夜珍珍会信吗 于是他准备转移一下话题 他委屈地问道 正差一点被刺客杀死 你到底有没有担心和后怕 哪怕只有一点呢 夜珍珍当然不担心了 他一直认为 这只是一场争宠的闹剧 但既无就 却准备借此机会打击夜家 于是他问既无就 那你到底要怎样 才能放过夜家和路家呢 怎样才肯放过夜家 既无就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 因为他确实没想要打击夜家 而且他的解释 夜珍珍根本就不信 紧接着 他就做出了一个以后 时常会后悔 又不是很后悔的举动 他勾起夜珍珍的下巴 然后语气轻挑地表示 只要你把正伺候舒服了 你想让正放了谁 正就放了谁 可好 话是前一秒说的 后悔是下一秒后悔的 要不是顾及面子 他真想现在 就扇自己两耳光 不过再到下一秒 他就没那么后悔了 他居然得到了一个 夜珍珍的亲亲和抱抱 身为皇帝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既无就 竟然以夜家 一家老小的性命为筹码 让夜珍珍 把他伺候舒服了 夜珍珍会答应吗 他答应了 当初在他答应 嫁给皇帝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觉悟 而他逃避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现如今为了保全夜家 他已经无法再逃避下去了 他主动献上了自己的亲亲 既无就 被夜珍珍的举动给 惊得脑袋一片空白 他下意识地把夜珍珍横抱起来 缓步走向床榻 他喘着粗气 看着床上任君踩鞋的家人 混乱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头 他真的是我的人了 这个时候 脑袋里 仅存的一丝理智 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做 赶快停下来 不然 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是很快 仅存的一丝理智 也没了生意 在后面的内容发布出来 请自行脑补 完事之后 既无就默默地 走在昆明宫的雪地上 现在的他脑袋清醒得很 不过是后悔和自责占据了 全部 他从未见过 夜珍珍有过那样的神情 以往自信 且坚强地翘脸上 此刻却写满了绝望和无助 而这 正是拜他所赐 他停下脚步任由身体 向雪地上重重地倒下去 他怕了 既无就生平第一次害怕了 他害怕他会因此 彻底失去夜珍珍 既无就在事发的第二天 居然还有心思去清楼 其实他是去查案的 因为他没忘记夜珍珍说 有人假传圣旨的事情 所以他吩咐手下 把那人给查出来 虽然人是查出来了 但发现那人时 他已然是丢了小命 另外这名手下 还告诉既无就一个有趣的消息 行刺他的那个刺客 从不进女色 但他却在行刺的前一天 去清楼喝花酒去了 得知刺客 去的是翠芳楼 既无就作为老顾客间大客户 他决定 亲自走上 一遭打探一下消息 顺便再请教一下 红云姑娘一些问题 冯友德拿出刺客的画像 询问是否见过这个人 老宝对此人印象还挺深刻的 他明明没什么钱 却还想书龙花回柳月 说来也怪 柳月姑娘见到他之后 请他去闺房里坐坐 他也不知道 两人做了些什么 只不过 才过了一盏茶的工作 那个穷小子就出来了 见老宝也不知道什么 既无就让他去把红云叫来 他该办正事了 既无就把用墙的事情 说了出来 他想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脑袋 一热做出那种事情 而且 事后 会觉得 两人的距离反而变远了 红云震惊了 这一下 真把他给整不会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问道 人家相公知道这件事吗 既无就真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但想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是说了出来 我就是他相公 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他已经被震惊到两次了 这对夫妻也太奇葩了吧 不过他大概也知道了问题所在 这个男人怕不是脑袋缺根筋 还不知道自己对对方的情谊吧 想到这里 红云羞涩地说道 正所谓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就连我这封臣女子 也是颇为触动的 既无就嘴里 喃喃地重复着情不知所起这句话 这一刻 他终于认识到 自己对叶真真的爱意 他现在只想立刻马上去找叶真真 真情表白 就连红云的咨询费也忘了给他 不会吧 堂堂皇帝逛金楼居然白嫖 纪无就在青楼和红云取经之后 终于醒目了 他想要得到叶真真并不是因为极度心 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动了真情 虽然以前他不知道 但现在 他只想 马上对叶真真说 我想要得到你是因为我喜欢你 他鼓足勇气 来到了昆宁宫表白 可当他真的再见到叶真真时 他退缩了 他才刚刚伤透了叶真真的心 他怕叶真真不会原谅他 所以他又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他准备拿出一些诚意来证明自己 然后再来和叶真真道歉 和表白 他黑着脸闯进慈宁宫 都没事先和太后打招呼 就要仗毙两个小太监 太后怒了 年关将近 这逆子不说其夫积德 居然跑到慈宁宫来杀上 纪无就默然地表示 这两个小太监假传圣旨 陷害忠良 难道不是死罪吗 太后不服气 这不是你的一言堂 做事是要讲证据的 纪无就气急而笑 慈宁宫的小太监 做出了假传圣旨的事情 我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难道真要我追查到底吗 太后背对得哑口无言 最后支支吾吾地说 既无就你放肆 说起这个她可就不困了 后面还有更放肆的呢 太长四少卿许尚勇 欺男罢女 被告上了顺天府 朕已经下令将她革职查办 太后大惊失色 她可是你舅舅 她的女儿许维荣 还是你的妃子 哼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她若不是朕的舅舅 大概也干不出这无耻够当 随后她脸色漠然地 一步步逼近太后 语气不带一丝温度地警告道 您是朕的母亲 朕不会把您怎么样 但对于旁人 朕可不会有所顾忌 您若想为朕分忧 不如每日一心一意 吃斋念佛即可 离开了慈宁宫 既无就静止 来到了许维荣的卧房 许维荣丝毫都没察觉到 既无就冷漠的脸色 她以为既无就是来看望她的 这不 下一秒她就傻眼了 既无就冷冷地表示 你怂恿素杰于犯下谋逆的大罪 朕虽然不会要了你的命 朕可以装傻 但你似乎把朕当成真傻子了 你去冷宫反省一阵子吧 什么时候把一身小聪明丢掉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现在反悔已经晚了 处理完太后和许太人的事情 既无就召来了叶木芳 并赐封她三等爵位和轻薄 不同于前两者 既无就对她的态度 可谓是客气和经历很多 不为别的 只因为她有个好老妹 没错 她是叶珍珍的哥哥 做了这一连串动作之后 既无就心里她是多了 她认为这下子总算有资格去见她了 皇后正惬意地荡着秋千 突然一双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是谁 竟敢公然调戏皇后 当然是渣男皇上了 地后两人双双沉默了片刻之后 很有默契的同时 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 这一下场面又变得沉默了 既无就惊了 叶珍珍为什么会对她道歉啊 她轻轻揉捏着叶珍珍的肩膀 提出了这个疑问 其实 在既无就上次来找她 却愣了一阵子 然后掉头就走的时候 就理清了这其中的关系 她发现既无就 是真心地喜欢她 既无就误会自己 和陆黎的关系之后 针对陆黎的种种事情 都只是吃醋时 说出的气话而已 并不是她想要对付叶家 而且 如果既无就真的 想要对付叶家 根本不需要 耍那些小手段的 但她却一直固执地认为 既无就就是想对付叶家 既无就感觉 叶珍珍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没有以前的那种自信 有锋芒的气势 她心疼地轻轻地 环抱着叶珍珍 对她承诺 珍珍你不要这样 既然你不喜欢 朕保证以后都不碰你了 怎料叶珍珍尴尬地表示 我之所以小兔 并不是因为讨厌你 我其实是得了一种怪病 可是话刚说出口 她又后悔了 她总不能说是因为 受不了她有那么多女人吧 既无就没想那么多 她听到了什么 她听到了 叶珍珍说不讨厌她 她美滋滋地想着 原来叶珍珍不讨厌我 看来 这是原谅我了吗 至于那怪病 养那么多胎医是干嘛的 总归是能治好的吗 这人啊 总是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 年夜饭的席位上 贤妃 正殷勤地给皇上加菜 可皇上却对她的殷勤 视而不见 满眼都是坐在她 另一边打科室的皇后 要知道既无就以前 可是叫人家贤妃 是小甜甜的 不过现在的贤妃 在她心里无疑就是牛夫人 既无就让睁不开眼的叶珍珍 靠在她肩膀上 好好休息一下 原本一直元气满满的 翘脸上 写满了憔悴和疲惫 看得既无就一阵心疼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她不顾叶珍珍的反对 一把将她横抱在怀里 然后不顾在场 其他嫔妃的感受 抱着叶珍珍提前离场 这下子可把其他嫔妃们 给整不高兴了 可不高兴又能怎么办呢 无配拥有姓名的边缘配角们 肯定是没什么办法的 但是我们拥有姓名的贤妃 并不甘心就此失宠 虽然有苏柔指和许维荣的前车之鉴 但她方流月却认为自己的智商 要比她两人高得多 一日晚饭过后 吃饱喝足的 叶珍珍准备出去转两圈 萧萧时 主仆 三人有说有笑地 走在皇宫的大路上 忽然一道白色的影子 从几人眼前迅速飘过 网友才惊恐地发现 他们好像撞鬼了 叶珍珍刚刚和素月 在聊天没怎么看清楚 而且 她可不信什么妖魔鬼怪 可网友才却坚称 真的有一个白衣女鬼 话没说完 那恐怖的白衣女鬼 再次飘了过来 这次叶珍珍看了个真切 网友才还真没骗人 不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叶珍珍 曾经修炼过一本绝世神功 于是 她很兴奋地靠近了女鬼 她想要试试自己的神功 是否能驱鬼 看起来 神功真的有用 女鬼见她一步步靠近 居然立刻转身 轻飘飘地飘走了 后友也使记载 据说大齐西河三年之后 民间忽然流传起一部小说 名字就是 镇晶 皇后神功大成 就连千年鬼怪都躲着她躲 而有人声称 那是真的 她当时就在现场 皇后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 以至于半夜被鬼盯上了 这女鬼看见 叶珍珍向她靠近 她却自顾自地飘走了 叶珍珍的胆子那是相当的大 于是她决定追上去看看对方 究竟在耍什么花招 不过女鬼速度飞快 三人只能循着方向追赶 最后来到了陆华宫门前 只是哪里还有 女鬼的踪迹 现场只剩下散落一地的道具 果然是在装神弄鬼而已 啊 这 原来 你早就知道 是有人装神弄鬼吗 合着我就是个小丑呗 叶珍珍稍微分析了一阵子 就想出了对方的意图 是发陆华宫付近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她大概是想先把我在陆华宫 撞鬼的消息散播出去 然后再想办法投资 若我中招卧床不起 她会再散播消息 说是我害死了丽妃 丽妃的冤魂索命来了 以此达成回我名声的目的 想到这些 叶珍珍吩咐诉语 最近昆宁宫的饮食 要格外小心 注意检查 此刻 叶珍珍倒是有些 期待对方的后手了 她想看看 是不是如她所猜测的这样 第二天 纪无旧刚一见到叶珍珍 就忍不住地笑出声 该说不愧是你啊 朕从前只听说过鬼吓人 到了你这里 却变成人吓鬼了 叶珍珍不为不屑地表示 就她那点道合 她要真是鬼 那我就是阎王了 纪无旧 也不知是开窍了 还是本来就这么会要 紧接着就来了一句 阎王要是像你这般漂亮 朕还真的心甘情愿 变成一只小鬼跟你走 听说皇后把鬼吓跑了 这可把皇上笑坏了 皇上打趣着皇后 皇后不愧是朕的女人 怎么胆子那么大呀 竟然连鬼都不怕 皇后一脸的不屑 什么鬼啊 就是一个装神弄鬼之人 还敢吓唬我 真是太小瞧本宫了 她要是鬼 我就是阎王 皇上听见皇后说这些 忍不住笑了 皇后如果是阎王 那也是最漂亮的阎王 做一只鬼 朕也会心甘情愿跟皇后走的 皇后被皇上这些话油腻到了 心想着皇上这几天来回到我宫里跑 还是不时给我说甜言蜜语 我实在是听命了 皇后闻见一股特别香的味道 便询问皇上这是什么香啊 皇上解释着说道 这是海里香 生在海岛上的一种木头 母后派人把海里香烧成炭给朕送来了 朕感觉好闻就送给皇后了 皇后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太后这个女人送给皇上这种东西 不会想要害皇上吧 此时皇上抓住皇后的手说道 皇后不要担心 朕用了几天没有发现香的异常 皇后就放心用吧 听到这里皇后才松了一口气 太后这个女人在诡计多端 也不可能害自己的癌子 皇后娘娘竟然中毒了 昏睡了好多天 还是不见好转 这可把皇上吓坏了 太一位皇后娘娘打脉 得出皇后肝脏受损 询问丫鬟近几日皇后是否受到了惊吓 或者风寒入体 素月说着皇后每天都十分小心 不可能是风寒 更不可能是惊吓 皇后娘娘胆子那么大 前几天遇见的鬼根本吓不着她 这说法可把太一难为住了 就在无从下手时 皇上命太一为素月把把脉 没想到素月与皇后的症状一模一样 皇上询问太一 如果脉相持续下去 没有之好怎么办 太一害怕的浑身发抖 皇后如果没有找到病因 怕是神仙也就不回来了 皇上听到这些话 急忙报起皇后搬去了前清宫 皇后到了皇上的寝殿身体 慢慢恢复了 皇上猜到大概是皇后的寝宫被人下药了 于是派太一过去查看 太一查出皇后的卧室有一盆水仙 与皇上送来的海里香会发生反应 形成一种毒气 人在房间待久了 就会出现疲惫困倦 此时的皇上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母后竟然利用自己给皇后下毒 皇后竟然被人下毒 幸亏及时被皇上发现 皇上紧紧抱着皇后 嘴里一直说着 对不起珍珍 我不知道母后竟然会散计我 我不应该把海里香送给你 皇后安慰着皇上 没关系的 我已经没有事了 皇上不要太自责了 此时的皇上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母后要紧紧想逼 珍珍我不能再让你受委屈了 这次朕要给你讨个公道 皇后劝说皇上此事先不要声张 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海里香的用处太过冷门 应该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而且皇上是太后的亲儿子 此时太后应该不会参与 这背后应该另有其人 皇上听到皇后的分析后十分惊讶 皇后是怀疑在吕颂长大的人吗 确实他们对海里香了解的多 朕记得登基那一年 吕颂送来了十二名美女 朕只相中了两名 但时间那么久了 朕好像忘记了那两个女人叫什么了 皇后听到这里 气得翻白眼 真想给皇上一拳头 竟然连自己的女人都记不住 皇后中了海里香的毒 这可把皇上吓坏了 皇上满脑子都怀疑太后 这海里香是母后给朕的 难道母后想害珍珍吗 皇后想到太后再坏 也不能利用皇上 皇上可是他的亲儿子 他猜到凶手另有其人 吕颂来的妃子应该十分了解海里香 于是皇上命人 把吕颂来的妃子带上来 安裁人还没有弄清楚情况 皇上就骂骂咧咧说道 你如果不想背个陷害皇后的罪名 就老实交代 你和谁说过海里香的事情 安裁人这才反应过来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求着皇上饶命 都是贤妃娘娘做的 她来找臣妾聊天 于是臣妾就把海里香告诉了她 皇后呵呵一笑 我早就猜到了是这个女人 贤妃真会做人 把责任都推给了安裁人 皇上对皇后做出承诺 珍珍 你想怎么处置贤妃都行 朕不会护着这个女人 贤妃和朕虽然相爱过 但这个女人心肠太坏 朕实在受不了 皇后看到皇上那么难过 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可没想到 皇上竟然一脸严肃对皇后说 珍珍你是朕的女人 我说过谁也不可以欺负你 你等着朕给你报仇 贤妃的报应来了 竟然敢下毒谋害皇后 被皇上知道后罚贤妃去当尼姑了 要知道贤妃以前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自从皇上爱上了皇后 皇上对她也提不起兴趣了 皇上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她喝了一杯茶慢慢说道 母后还是那么讨厌珍珍 朕的女人里 母后是不是只喜欢许才人和贤妃呢 朕宠姓皇后 母后不应该为了臣开心吗 此时贤妃在一旁阴阳怪气说道 皇上那么爱皇后 臣妾真是太羡慕了 她还不知道皇上已经知道了她的所作所为 贤妃说着要为皇后娘娘祈福 让皇后娘娘早日康复 皇上看了一眼贤妃 刘月真是有心了 朕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到静香安待发修行 暂时不要回宫了 贤妃还以为皇上在开玩笑呢 急忙说道 臣妾想要侍奉皇上 皇上不要碾臣妾出宫 此时太后大声喊道 皇上真是哀家的好儿子 为了皇后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太后劝说皇上收回成命 哀家知道贤妃的为人 她不可能陷害皇后 难道是叶真真想要除掉贤妃 就把凶手的罪名扣在了贤妃的头上 此时贤妃吓得不敢说话 躲在一边不敢相信皇上竟然这样对自己 贤妃一脸委屈地说道 臣妾希望皇后娘娘早日康复 为何皇上要让臣妾出家呀 臣妾天天见不到皇上 一定会茶饭不思的 皇上终于为皇后报仇了 贤妃下毒谋害皇后 皇上就让贤妃待发出家 替皇后好好祈福 贤妃害怕得不知所措 太后为贤妃开脱 皇上根本不吃这一套 威胁太后 如果在护着贤妃 不要怪朕翻脸 皇上打拒着贤妃 刘悦你要听朕的话 你陷害皇后 皇后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正是为了保护你 才让你出家的 皇后还想着把你头发都剃光了吗 幸亏有我拦着 贤妃听见这里 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自己会落断这个下场 于是急忙拿包袱出家了 她才不要剃光头呢 接着皇上又去了青楼找红云了 红云打去着皇上 公子好久没有来了 是不是把奴家忘记了 有什么感情方面的事都可以问奴家 说着说着把手放在了皇上的肩膀上 皇上嫌弃地推开她的手说道 我终于知道了我夫人 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碰她 她告诉我她有病 她不喜欢与人亲热 谁碰她 她就会恶心想吐 红云瞬间恍然大悟 皇后为了不让皇上碰她 竟然开始编瞎话了 皇上 臣妾不想让你碰 是因为臣妾有病 有人碰我 我就会恶心想吐 这是臣妾从小就有的病 皇上也不知道咋办了 只能再去青楼找红云了 皇上解释了一下 红云瞬间恍然大悟 公子啊 我明白你夫人为什么想吐了 她是心里干净 不喜欢不干净的人碰 奴家有句话想问公子 你是不是家中有许多小妾啊 皇上一脸的认真 确实有小妾 大概几百个吧 红云听到这里都惊呆了 什么鬼啊 这个男人竟然那么多小妾 怪不得她夫人不让她碰呢 我不能骂她 她可是财神爷呢 红云气得垂胸口 压制着怒火说道 公子啊 奴家第一次见你这样的男人 你夫人是感觉你不干净 所以不愿意让你碰 如果换作是你 若是有个服侍很多男人的女子 想要与你欢爱 你会怎么做 皇上淡定说了一句 我会恶心想吐 皇上好像明白该怎么做了 红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公子如果你只爱夫人一人 你应该把小妾都修了 这个你可以做到吗 皇上听到红云出的主意 有点不爽 正好歹是个皇上 怎么可以只娶一个老婆呢 临走时红云还嘲笑了皇上 公子我还以为你多爱夫人呢 没想到你也是花花公子 真是不值一提啊 皇上的小老婆太多了 为此皇后根本不愿意让皇上碰她 只要碰一下 就恶心的想吐 但皇上天天想着宠庆皇后 皇后只能想出一个办法 她欺骗皇上说自己有病 皇上不太相信皇后说的话 就去青楼找了红云 经过红云的分析后 皇上恍然大悟 原来皇后不愿意让朕碰她 是觉得朕小老婆太多了呀 干嘛要撒谎说自己有病了 红云让皇上把小老婆都修了 后宫只留下皇后自己就行了 皇上听到这些满脸的不情愿 朕好歹是皇帝 只有一个女人不太好吧 走到后发源 皇上突然想到了红云说的话 瞬间害羞了 捂着嘴傻笑了起来 朕朕不喜欢朕碰她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朕真是太傻了 怎么没有想到啊 朕朕太爱朕了 都不喜欢朕宠性别的女人 一转身 皇上看见皇后在御花园放肯明灯 觉得特别好玩 皇上走近询问皇后 朕的皇后真是好雅兴啊 大晚上的皇后不再请宫好好休息 怎么想起来放孔明灯了 皇后温柔地说着 网友才给我拿了几个 臣妾觉得好玩 要不然皇上也一起吧 皇后刚说完 皇上的脸又红了 脑子里又想起红云说的话 皇上 你要把小老婆都休了 以后只爱皇后一人 想到这里 皇上就情不自禁亲了皇后 不管了 朕只要叶珍珍 皇上上一秒还抱着皇后轻轻 下一秒就要带兵打仗去了 皇上思考片刻说道 女真部队大旗迟迟没有进攻 是因为想让其他部落先上 等到我们大旗打不动的时候 他们好趁虚而入 实在太卑鄙了 这些小把戏朕早就猜到了 大臣们各个心惊胆战 有部分大臣想要推荐叶雷霆做统帅 但考虑叶雷霆与叶家的关系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为了叶珍珍 封叶雷霆为帅啊 可想而知 皇上一定会带着叶雷霆这个好助手的 此时的皇上满脸的憔悴 拖着下巴小声嘀咕着 叶雷霆朕一定会带上的 不过这都军的位置 还是朕亲自上吧 派给其他人 朕也不放心啊 大臣们听见皇上说的话 瞬间乱作一团 皇上 你是一国之君 怎么可以亲自上战场打仗呢 皇上一脸严肃的说着 朕已经决定了 我是一国之君 但也是大齐的子民 如果有外族敢入侵朕的家园 朕一定会亲自上阵杀退他们 大臣们听见皇上心意已决 急忙下跪求皇上收回城里 皇上气得拍椅子 大声喊道 朕已经决定了 任何人不许再说一句 你们赶紧退下吧 你们不走 朕走 皇上要带兵打仗去了 这可把皇后担心坏了 皇后依偎在皇上的身旁 温柔的说着 皇上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皇上可以派别人前去 何必自己亲自上阵呢 皇上扭头看着皇后说道 皇后不要再劝朕了 我心意已决 任何人来都改变不了朕 希望皇后可以支持朕 不要再说一些朕不爱听的话 此时皇后突然脸色大变 一脸激动的说 皇上如果真的要去 可不可以带上臣妾 我还没有打过仗呢 是不是特别好玩了 皇上你就答应臣妾吧 我保证不捣乱 皇上看到皇后这副模样 真是大跌眼镜 朕的女人怎么这样 我都要打仗去了 不担心朕 只顾着自己去玩 皇上一口拒绝了皇后 皇后开始对着皇上撒娇 皇上 臣妾真的好想去啊 那臣妾怎么样皇上才会让我去啊 皇上开始对着皇后大呼小叫 叶真真你不要以为这是郭家家 朕要带兵打仗 没有心思照顾你 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 你一个女人家 干嘛非要掺和男人做的事情啊 还是好好待在宫里吧 皇后根本不在乎皇上说什么 嘴里一直重复着 皇上在哪里 臣妾就在哪里 皇上要带兵打仗 皇后听说后非要跟着 皇上担心皇后此前去会遇到危险 就一口拒绝了她 谁知皇后跟在皇上的后面一个劲撒娇 皇上冷静下来询问皇后 叶真真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非要跟着朕呢 我是去打仗 不是去玩的 你跟着我 朕还要保护你 哪有那么多精力啊 皇后依靠在皇上的身旁说道 皇上在哪里 臣妾就在哪里 臣妾担心皇上 所以只能跟着你才放心 皇上叹了一口气 朕还不知道你 就知道说这些话哄朕 听见你说这些 朕还是很开心的 皇后满脸激动的看着皇上 皇上喜欢听 臣妾就天天说 皇上今天那么高兴 那臣妾可以去了吗 皇上冷冷回了一句 做梦去吧皇后 梦里面什么都有 听话呀皇后 乖乖等着朕回来 皇上刚到大殿坐下 大臣们就已经等候多时了 一群人开示鬼哭狼嚎 皇上你可是一国之君啊 千万不能带兵打仗啊 如果有个闪失 老臣们可活不下去了 皇上听见这些气得抓狂 大声喊道 都给朕闭嘴 朕不去了 大臣们听见皇上说这些 愣在原地不敢相信皇上会同意不去 皇上任命叶雷廷为总元帅 择日开始攻打女真部 皇上叹了一口气 朕想带兵打仗怎么那么难啊 这些大臣哭得震头疼 真是烦死了 皇后一直念叨着跟皇上去战场 为了让皇后死了这条心 皇上干脆不去了 此时皇后的舅妈来宫里了 一见面就给皇后跪下了 满脸委屈地握着皇后的手说道 请皇后娘娘给皇上求个情 不要让我儿子陆离上战场了 陆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可不能出任何事情啊 皇后思考片刻 表哥之前因为刺客的事情 已经被皇上安拉失查的罪名 这次再不去上战场 会不会被皇上怪罪啊 但舅妈说的对 陆家就表哥自己 我可不能让表哥出事 皇后握着舅妈的手说道 舅妈你放心 我会向皇上求情 肯定不会让表哥去的 此时舅妈一个劲摇头 皇上会听你的吗 陆离上战场 这话可让皇后尴尬住了 此时的皇上哼着小曲 在养心殿娇花 听见皇后来了 立马开心了 皇后先坐 朕一会就交完了 皇后这个女人 一开口就是陆离的事情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她求皇上不要让陆离上战场 希望皇上收回成命 皇上一脸的不耐烦 皇后来找朕 又是为了陆离 陆离就那么重要吗 比朕还重要吗 之前因为刺客的事情 陆离已经是最沉了 这次上战场 我是为了让她戴罪立功 皇后以为朕要害死她吗 不要再说陆离了 朕不想听 皇后为了表哥 竟然向皇上跪下了 只因皇上非要陆离上战场 陆家就一个儿子 皇后为了保护表哥 只能向皇上求情了 不料皇后刚说到陆离 皇上就又开始吃醋了 陆离陆离 皇后一天天 怎么总想着陆离呢 根本不管朕生不生气吗 皇后根本不愿意 听皇上说这些 直接询问皇上 为什么非要让陆离去 其他人不行吗 皇上是为了惩罚陆离 还是为了个人私心 皇上深深叹了一口气 皇后又对朕吼 为什么说到陆离 皇后的反应那么大 我让她去 只是因为想给陆离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把她扔到军队 有夜雷霆提携着 保证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皇后又开始反驳皇上 臣妾不那么认为 陆家只有一个儿子 况且陆离的父亲也要去战场 皇上做的是不是太绝了 皇上知道自己说不过皇后 就随口敷衍了皇后 他们是武将之家 带兵打仗是他们的本分 朕昨天说去打仗 你怎么不拦着朕呢 就一点不担心我死在战场上吗 皇上看着皇后这样 握紧拳头气个半死 夜真真你不要得寸进尺 朕一直让着你 今天你竟然为了陆离 向朕跪下 你不要挑战朕的耐心 朕不想再看见你 赶紧出去 皇上又吃陆离的醋了 皇后为了不让陆离上战场 只能跑去向皇上求情 没想到刚说到陆离的事情 皇上就大发雷霆 声称不愿意再听见陆离两字 接着让皇后赶紧出去 不要烦她 此时的皇后郁郁寡欢 独自走在路上 此时皇上突然从背后抱着她 夜真真不要说话 让朕抱抱你 皇后看着皇上这副模样 实在不忍心了 就告诉了皇上实情 皇上你听臣妾解释 我帮表哥求情 只是因为受救母所托 我和表哥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只有兄妹的情分 并无其他情感 皇上不要再怀疑臣妾了可以吗 听见皇后的解释 皇上也没有再继续怀疑下去了 接着皇上向皇后道歉了 今晚的事情是朕的错 我不应该对皇后发火 珍珍你可以原谅朕吗 朕让路离上战场 真的是为了锻炼她 加上夜雷霆肯定会保护她的 皇后真的不用太过担心了 皇后叹了一口气 皇上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臣妾知道了 我会把情况告诉舅母的 两人来到寝宫 一进门皇上就紧紧抱住皇后 皇后还没有缓过神来 皇上就满脸害羞地说着 珍珍今日可不可以疼我 脑子里只能想我 不要想其他人 上一秒皇上还冲着皇后发火 下一秒皇上就屁颠屁颠追上去道歉 在皇上的甜言蜜语中 皇后渐渐迷失了 刚来到昆宁宫 皇上就按耐不住了 从背后紧紧抱住皇后 这把皇后吓一跳 皇上满脸的害羞 皇后可不可以宠幸朕啊 今晚好好腾朕 朕只想要你一人 还没有等皇后说话呢 皇上就想把王硬上弓了 直接抱起了皇后 两人躺在床上看着彼此 皇上紧紧握住皇后的手 珍珍 我终于要得到你了 皇上握着皇后的手 接着一顿操作 直接让皇后傻眼了 皇后恶心地迅速抽过手 这一举动让皇上闻现了 皇上一脸深情地看着她 皇后不喜欢朕碰你 那朕就不碰 但是皇后我们毕竟是夫妻 我们一直这样好像不太好吧 皇后想了一下还是算了 她毕竟是皇上 我既然嫁给了她 就是她的人了 同房这件事情 我肯定逃不掉 皇后咬紧牙关 就开始在皇上的身上摸来摸去 此时皇后的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开始嘲笑皇上了 皇上你这身体不行啊 此时皇上满脸的享受 一直催着皇后快帮帮她 过了几秒 皇上冷静下来 就对着皇后开始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珍珍 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如果做不到 你就一辈子不碰振 皇后听见这些话 直接坐起来询问皇上 真的吗皇上 你只爱我一个人 你是皇上 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皇上一手把皇后拉过来 紧接着就亲了上去 经过多日的朝夕相处 皇后渐渐爱上了皇上 在皇上的甜言蜜语中 皇后终于愿意试寝了 刚上早朝 皇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皇后 想到皇后昨晚如此主动 皇上忍不住笑了 心想着我终于把叶珍珍拿下了 一整天皇上都干净满满 皇上迫不及待来到昆宁宫 想要赶紧抱抱皇后 不料一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皇后不见了踪迹 只见夙月被捆绑了起来 难道皇后遇害了吗 皇上走上前解开了他们的绳子 急忙询问丫鬟素月 皇后去哪里了 不会被王有才绑走了吧 素月说出了真相 皇上不是这样的 王有才被娘娘带走了 皇上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冷静一会后 皇上让丫鬟抓紧把经过说一遍 奴婢伺候娘娘用过早上后 娘娘突然从背后攻击了我们两个 并和王有才把我们捆绑了起来 中途王有才一直劝说娘娘不要去 但娘娘威胁王有才 如果不去就把她绑起来 拉到太叶池里为王八 皇上听见丫鬟的解释后 实在想不通皇后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绑人的呀 这时皇上突然明白了 皇后把丫鬟们绑起来 就是不想让他们向我报信 难道皇后逃出宫了 皇上急忙起身 皇后带走王有才 不过是因为她有出宫的令牌罢了 叶真真你好大的胆子 不要让朕抓到你 上一秒皇后还主动讨好皇上呢 下一秒就趁皇上不注意逃出宫了 皇上来到皇后的寝宫 就看见两个丫鬟竟然被绑起来了 太监与皇后都不见了踪迹 从丫鬟的口中得知 皇后好像要去什么地方 干什么大事情 这可把皇上担心坏了 难道叶真真出宫了 千万不要让我抓到你叶真真 怪不得昨晚皇后主动讨好我 原来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啊 自己好逃出宫啊 这个女人实在太狡猾了 皇上先来侍卫了解情况 从侍卫的口中得知 皇后娘娘早上就出门了 还说是奉了皇上的口语出宫办事 身边只带了王总管一人 皇上瞬间明白了 确实自己有说过让皇后赶紧出去 没想到皇后利用这句话逃出去了 此时皇上气得咬牙切齿 叶真真 你真行 竟然骗了我 皇上命令侍卫 马上派人寻找皇后 找到皇后之后 第一时间把皇后带到朕的请殿 记住每过一个小时 就要派人来通报一声 皇上气得紧握拳头 叶真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就这么想出宫吗 告诉朕一声 朕陪着你去啊 你出去不带着武功高强的人 只带了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小太监 你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啊 皇后实在太大胆了 趁着皇上上早朝的功夫 竟然逃出宫了 皇上知道此事后气得半死 派侍卫和密探出宫寻找皇后 侍卫来报 皇后娘娘出了神武门便一路向北 并没有回叶家 中途还乔装打扮了 之后便不见踪迹 赵将军已经派人描了画像 娘娘肯定跑不远 太后听见后气的摔杯子 皇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要欺骗哀家 皇后到底跑去哪里了 看着太后这副模样 皇上瞧着十分头疼 心想着皇后也不说一声就离宫了 让朕该怎么向母后解释啊 皇上支支吾吾想替皇后开拖 母后 真真是带了朕的口谕才出宫的 并不是私自逃跑的 此时太后又在咄咄逼人 她可不想那么容易放过叶真真 挨家的好儿子 这个女人以后会害了你呢 你不要再为她解释了 你没有定她的罪 竟然还替她开拖 此时的皇上身心疲惫 已经不想过多解释了 站起身就想要溜走 临走时放出了狠话 只要谁借此机会对皇后不利 朕一定不会饶了她 太后看见皇上这个举动都惊呆了 心想着 叶真真这个女人 到底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这样对哀家说话 皇后这次要完蛋了 趁着皇上不注意 竟然带着小太监上战场打仗去了 皇上知道后 气得大发雷霆 声称一定要亲自把皇后抓回来 皇上宣来皇后的爷爷 并把皇后上战场的事情告诉了他 接着又安排了自己的后事 给叶老和方秀清留了蜂蜜纸 如果朕回不来 你就按上面的要求办事 皇室一脉子西单薄 朕想要封梨阳公主的儿子 谈计为储君候选人 你应该懂朕什么意思吧 叶老听见皇上说这些话 实在是太难受了 知道劝不动皇上 叶老只能拿出秘制的残衣 这种衣服坚韧无比 刀枪不入 之后皇上快马加鞭赶到军营寻找皇后 陆离看到皇上到此十分惊讶 皇上气冲冲说道 叶真真来过这里吗 皇后偷偷从宫里跑出来了 最近可有人持着虎头令进入军营 侍卫急忙上前解释 前几日确实有一人拿着虎头令来自 身边还带着一名男子 真将军只拿了一些火药和钢珠就离开了 皇上一脸的疑惑 哪里来的真将军 宫里有这人吗 侍卫急忙解释 他自称姓真 是皇上清风的武德将军 大名叫真威猛 皇上与陆离瞬间无语了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皇后 皇后竟然偷偷上战场打仗去了 中途还乔装打扮了一下 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真威猛 皇上从侍卫的嘴里得知 皇后确实来过军营 不过只待了两天就溜走了 临走时还带了一些弹药 皇上听见后脸都死了 皇后这个女人根本没有把朕放在眼里 皇上冷静思考了一会 这个女人还挺聪明 知道朕会来抓她 所以待了两天就逃了 皇后来军营的目的 肯定不是取弹药那么简单 皇后不会是想进入辽东来个守株带兔吧 可想而知这个女人肯定会被敌人抓的 皇上害怕皇后会遇到危险 急忙让陆里把附近的地图取来 经过朝夕相处 皇上已经对皇后了如指掌了 皇后这个女人喜欢热闹 现在拿着虎头令可以自由出入 往军营里折腾的机会肯定不会错过 所以皇后肯定会去一个大军队里面逛一逛 那就是冀州 另一边的皇后还在早市上溜达 看见好玩的东西都想买 谁知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一摸口袋钱包不见了 皇后气得骂骂咧咧说道 这个王八蛋竟然偷老娘的钱包 网友财你赶紧给我过来 把前面的小偷给我带过来 皇后娘娘的钱包竟然被偷了 这可把皇后气坏了 骂骂咧咧喊网友财赶紧过来 此时的网友财抱着一堆东西过来了 嘴里喊着 少爷你要吃的东西我拿来了 你来看看还缺啥布 小的再去买 此时的皇后指着小偷看着网友财喊道 网友财 前面那个小偷竟然偷我的钱包 你去把他给我抓过来 话刚说完 就有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嘴里说着 敢问阁下 谢谢人家 男子开始自我介绍 你好我叫黎友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皇后淡定说了句 在下真威猛 久扬久养 黎友邀请皇后去散步 路上黎友一直盯着皇后的鸟冲 并提出想要看一看 皇后一口拒绝了他 黎兄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宝贝 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 谁知皇后突然脸色一变 立马撒腿就跑 原来是皇上追了上来啊 皇上一群人在后面紧追不放 嘴里大喊着 真威猛你给我站住 等我抓到你 你就死定了 皇后听见后开始口吐芬芳 记无揪你这个混蛋 我还没有完够呢 怎么那么快就找到我了 还亲自来逮我 皇上气得纵身一跃 把皇后压在了地上 皇后被活捉了 只能听从皇上处置了 皇后这个女人太倒霉了 偷偷溜出宫去战场 中途钱包还被偷了 一扭头就看见皇上带兵追来了 吓得撒腿就跑 皇后跑得实在太快了 皇上眼看要跟丢 于是纵身一跃 皇后就被抓到了 皇上拉着皇后来到梨游的面前 皇后的脸瞬间红了 小声嘀咕着 本宫的脸都丢尽了 皇上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还没有等皇后说话呢 皇上就开始自我介绍了 在下无处 我家娘子实在是调皮 让兄台见笑了 梨游见状只是笑了笑 这位兄台严重了 在下梨游 想不到真凶竟是女子 还和吴兄这般恩爱实在是羡慕 这时皇后拉着皇上的手就要走 再待下去 皇上又要吃梨游的醋了 离开冀州 骑马到天黑就可以到军营了 皇后坐在马背上 又开始闹脾气了 皇上这是要干嘛呀 臣妾会骑马 皇上干嘛要和我骑一匹马呀 这样臣妾会浑身难受的 皇上死死盯着皇后 某人背着朕逃出宫 朕为什么和你骑一匹马 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 皇后不要想着从朕的眼皮子底下逃跑 皇后知道自己有错在先 也没脸再说什么了 皇后偷偷溜出宫 还是被皇上抓到了 皇上为了和皇后亲热 就吩咐手下不许跟着 皇后玩累了 就悠闲地躺在皇上的腿上 皇上 臣妾感觉这里比皇宫舒服 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回皇宫了 我们两人在这里生活也挺好的 皇上摸了摸皇后的脑袋 一脸宠密地说道 皇后以后去哪里都要叫上我 我们两人要天天在一起 皇后冷冷回了去 知道了无处 皇上一听不高兴了 皇后在外面要叫朕相弄 皇后立马乖乖听话 激动地喊着 相公相公 这可把皇上都坏了 到着皇后就亲了下去 此时皇后突然坐起身子 盯着远处说道 皇上大事不好 有好多马蹄的声音往我们这里来 看着眼前的蒙古人 皇上准备好战斗状态 他把皇后护在身后 紧紧握住皇后的手 告诉皇后有阵在 阵会保护你的 皇上感觉十分奇怪 这里是冀州 为什么会出现蒙古族的人 皇后在背后小声说着 皇上你先走 臣妾保护你 皇上跑到山里 这些人应该追不上你 我手里有鸟冲 应该可以抵挡一阵 皇上看着皇后这副模样 实在太感动了 没想到被人看见 还以为两个男人谈情说爱呢 皇上被眼前的一伙人死死盯着 还以为遇上敌人了 皇上死死护着皇后 皇后求皇上赶紧往山上跑 不要管他 他手里有鸟冲 应该可以抵挡一阵 但皇上怎么可能看着 心爱的女人送死呢 皇上一脸深情地看着皇后 皇后不怕死吗 为什么要保护阵呢 难道就因为我是皇上 还是因为皇后心里有阵 皇上心想着还是算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皇上把皇后抱在怀里说道 我们两个都要活着 珍珍 我们要冷静下来 这些人一直盯着我们 迟迟没有进宫 应该是害怕有陷阱 此时的皇后一脸崇拜地看着皇上 皇上 你真是太聪明了 臣妾好崇拜你啊 皇上深深叹了一口气 皇后怎么还不明白 朕要的不是你的崇拜 是你的心啊 此时的蒙古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骂骂咧咧喊道 这两个中原男人怎么还在轻轻握握 我们一直看着他们 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不管了 兄弟们我们要赶紧出发 趁着天黑之前就要到地方 皇上一脸的惊讶 珍珍 他们怎么走了 不是要抓我们吗 皇上与皇后又在秀恩爱了 一句相拱就让皇上沦陷了 不料此时来的一大批人马 这场面可把两人吓坏了 谁知蒙古人瞅了一眼他们 就骂骂咧咧走了 临走还放出一句话 两个大男人轻轻握握也不害臊 皇上见状急忙吹响了口哨 不能让这些人踏入中原 蒙古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还以为中埋伏了 急忙让手下赶紧撤 皇后可不是吃素的 拿出鸟冲对着他们就是两枪 蒙古首领看见是火枪 吓得愣在原地 捂着头大声喊道 太可怕了 他们竟然有火枪 接着一溜烟犬跑了 皇后打中了三人 其中两人已经死掉了 另一个腿部受了伤 皇上命令手下留火口 他要询问清楚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此时的皇上正在审问犯人 谁知犯人一字不说 皇后走进询问皇上 可问出什么来 皇上只是摇了摇头 接着牵起皇后的手说道 没有问出什么 不过这些人和我们料想的一样 是有人派来查看情况的 那个首领就是大漠天狼 皇后说出 如果大漠天狼和女真部 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他们来一个声东击西 我们肯定有一方顾不过来 到时候我们肯定会被威胁的 皇上谈了一下 皇后的小脑袋说道 皇后怎么那么聪明啊 真是如此不可教掩 皇后捂着头说道 那皇上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要不然再来一次守住带土 皇后开始崇拜皇上了 皇上我感觉你太厉害了 没想到你的脑子那么聪明 皇上打去着皇后比起你表哥 朕怎么样啊 皇后一脸认真地说道 皇上虽然武功不如表哥 但论聪明皇上胜过他 皇上害羞地询问皇后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皇后激动地点点头 臣妾喜欢 皇上又开始得寸进尸了 指着自己的脸说道 那皇后现在亲我一下 皇后害羞的脸都红了 赶紧被过身去 皇上立刻追上去抱着皇后 正准备亲下去的时候 皇后一把推开皇上 我们什么时候去辽东啊 皇上摸了摸皇后的头 你不能去 太危险了 皇后气得大声喊道 我要去 我要和你在一起 皇上让皇后答应她一个条件 接着一脸认真地看着皇后说道 脱下你的衣服 皇后脸都红了 皇上脱下自己的护甲让她穿上 如果不穿就不带她去辽东 皇后看着皇上一脸认真的表情 只能乖乖穿上了 此时的皇后突然发起了呆 开口询问皇上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 皇上听见后气地想吐血 叶蓁蓁 为什么对你好 难道你不知道吗 竟然还好意思问朕 此时皇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皇后解释了 皇后如果死了 那朕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皇上与皇后又在秀恩爱了 两人穿着军服在军营里轻轻我我 在将士们的眼里还以为两个男人在谈恋爱呢 皇上在军营里 将士们都喊她无处将军 皇后还是之前的真威猛 真将军 此时皇上累得汗流加倍 一抬头 皇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找来侍卫一问 才知道 皇后歇意不回营房了 皇上慢慢撩开帘子 竟然看见皇后在洗澡 皇上的脸瞬间红了 不料视线往下一移 皇后竟然坐在锅里 这画面实在太大眼睛了 洗完澡后 皇上亲自为皇后梳理头发 皇上小心翼翼地询问皇后 真真不愿意和我同房 是不是因为我碰过太多女人了 接着皇上又开始委屈了 真为了你 已经好久没有碰过她们了 此时皇后一脸的坏笑 怪不得她们说你是断秀 突然皇上紧紧搂着皇后 皇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皇上 你以后不要再碰其他人了 臣妾会慢慢接受你的 皇上听见皇后说这些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皇上抱着皇后心里暗暗发誓 真真 以后我只要你 你嫌我不干净 那我就天天在你面前洗澡 让你看看我有多干净 下一秒皇上就跳进了铁锅里 皇上真是一个宠妻狂魔 为了防止皇后走丢 竟然给皇后买了一只麻雀 皇后待在军营实在太闷了 皇上为了让皇后开心 就偷偷带她出来逛早市 皇后开心地转圈圈 终于出来了 我在军营里实在受不了了 中途两人看见了一家店 皇帝被店名吸引住了 香如故 皇上谈了一下皇后的脑门 开始打趣着皇后 皇后听见这店名 是不是感觉像女子的名字啊 皇后不想搭理皇上这个幼稚鬼 皇后拿起一盒香膏闻了起来 好别致的香气啊 店老板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这位公子实在是高手啊 店里最名贵的香就在你的手里啊 皇上仔细闻了闻 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这香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具体什么地方 我想不起来了 店老板尴尬地笑了笑 公子应该记错了 我们店里的香跟外面的不太一样啊 这都是小店独家秘房 一般外面是做不出来的 皇后找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拿出来根本闻不到任何味道 店老板赶紧解释说 这个东西也是一种香 但人是闻不出来的 只有麻雀才能闻出 皇上思考了一下 决定买下来 皇上摸了摸皇后的脑袋说道 皇后要把它带在身上 万一你走丢 正跟着麻雀就可以找到你 接着两人开开心心地回军营了 皇后这个女人太猛了 在军营里和士兵们喝酒 竟然硬生生地把士兵给喝趴下了 看着皇后这般豪爽 皇上陷入了思考 珍珍向往自由 肯定不愿意待在宫里 怪不得之前要满着镇逃出宫呢 此时皇上心里十分难受 心想着自己是一国之君 不可能陪着他一直待在外面啊 此时皇后喝得脸蛋通红 站都站不稳了 还想着继续喝酒呢 皇上想要扶着皇后去休息 谁知皇后一拳把皇上打猛了 皇上洗干净后 躺在床上抱着皇后 贴近皇后的耳边说道 珍珍 我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可不可以 话还没有说完 皇后转过身来 瞬间泪流满面 一脸委屈地说道 皇上对不起 臣妾真的有病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现在的你 要不然你去找别人去吧 只要别碰他们就行 皇上紧紧抱着皇后 朕不找他们 朕只想要你一人 朕陪着你治病 治不好也没有关系 反正朕不会丢下你一人的 皇后起床后头疼地要命 皇上贴心地端来一碗醒酒 要让皇后喝了 并告诉皇后 他要去叶将军的军营商量事情 让皇后去城里逛一逛 皇上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个没完 皇后发起了呆 确实 我应该出去玩一玩 昨天出去我还没有玩过瘾呢 皇后竟然瞒着皇上去青楼了 此事如果被皇上知道了 皇后肯定死翘翘了 皇后悠闲地吃着冰糖葫芦 左瞅瞅右看看 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皇后 他立马警惕起来 慢慢回头一看 竟然是前些日子遇见的好朋友李游 皇后被他吓了一跳 还以为遇见敌人了呢 李游邀请皇后去品花大会玩一玩 好玩的机会皇后怎么会错过呢 屁颠屁颠跟人家去了 没想到里面竟然全是青楼女子 皇后被眼前的一幕吸引到了 瞬间脸蛋通红 皇后感觉氛围有点尴尬 没想到 这品花大会竟然是青楼女子 在比拼才艺啊 我还是第一次来青楼呢 李游呵呵一笑 对不起啊真凶 只想带你来凑凑热闹 我还以为你知道这地方呢 那现在看来 是我不该带你来这种烟花之所 李游故意把皇帝派人跟踪他的事情说出来 真凶 难道你不知道无处派人跟踪我吗 此事不是你和吴兄商量好的吗 皇后被李游说的话弄糊涂了 一脸的疑惑询问他 他跟踪你干嘛 你们之间又没有事情 才见了一次面而已 此时李游一脸的无奈 我还以为里面有真凶的意思呢 现在想想都难过 皇后认真思考了一下 原来既吴秋消失的四个手下都在这里啊 可皇上为什么会调查他呢 此时皇上应该另有打算 他不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皇后上一秒还在青楼玩呢 下一秒就被皇上逮到了 皇后忍不住询问李游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烟花之地啊 难道他们不感觉这里脏吗 李游听见后只是笑了笑 真凶这样说就不对了 青楼自有青楼的妙处 你不是男人 自然不会明白的 我听京城的朋友说 咱们当今圣上也经常去青楼买乐 我朋友还在青楼看见他了呢 皇后气得摔杯子 眼神里充满了杀气 恨不得现在就想把皇上暴打一顿 此时李游一脸的坏笑 他果然是个坏蛋 他应该早早就猜到了皇后的身份 竟然在此挑拨皇上与皇后的关系 简直太可恶了 李游起身想要离开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皇上带兵包围了这里 是为把李游控制了起来 皇后气得对皇上大声吼道 你想在这里大开杀戒吗 皇上一听这话 气得把皇后拖走了 皇上大声训斥皇后 叶珍珍 你知不知道你是皇后 怎么可以来青楼呢 让别人知道 朕的脸面往哪里放 皇后一脸的无所谓 怎么了 臣妾去那里关皇上什么事 皇上不是也背着臣妾去青楼好几次吗 皇上默默低下了头 原来我默默复出 在他看来不过是轻描淡写罢了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误会 他就可以对我失去信任 难道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吗 皇上抬头气得怒吼道 叶珍珍 你没有良心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皇后一脸的蒙圈 怎么了 他怎么发那么大火 看着皇上远去的背影 皇后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误会了皇上 皇后又惹皇上伤心了 皇后去青楼玩乐 皇上不过是说了他一句 皇后就开始阴阳怪气吐槽皇上 怎么了 我去青楼让你很不开心吗 我是皇后怎么了 你是皇上你不照样去了青楼 皇上气得低下了头目不作声 叶珍珍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吗 你根本没有相信过我 皇上伤心的扭头就走 皇后想要解释的时候 皇上早已经走远了 皇上命令侍卫先不要轻举妄动 慢慢监视理由 我倒想看看他接近皇后有什么目的 皇上呵呵一笑 这个理由 竟然敢和朕玩阴谋诡计 真是活得不耐烦啊 将士们准备好出发了 叶雷霆为统帅 是不可能让皇上去打仗的 皇上换好军服 想要偷偷溜出去 没想到一开门就看见了叶雷霆 皇上下得赶紧合上窗户 浑身发抖的样子太搞笑了 皇上被捆上绳子扔在了床上 皇后也被绑了起来 两人四目相对实在太尴尬了 皇上坐起质问他 你怎么在这里啊 难道你也想溜出去啊 两人都开始心虚起来 不料皇上突然一扭头 就亲在了皇后的嘴唇上 皇后有点害羞了 这是什么意思吗 干嘛要亲人家呀 皇后又主动上前亲了过去 并大声吼道 谁让你亲我的 我必须还给你一个 接着两人开始情不自禁亲了起来 皇上与皇后又在亲亲我我了 上一秒两人还在因为去亲楼的事情斗嘴 下一秒就情不自禁亲了起来 两人深情地看着彼此 这个举动把皇后都弄害羞了 皇上弯下腰开始哄皇后了 震得好皇后 不要再生气了 皇后默默低下了头 皇上 人家没有生你的气 我只是感觉我错怪你了 你去亲楼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办 我不应该小心点 往不好的地方想你 皇上着急地询问皇后 为什么你会相信朕啊 皇后说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你 应该是凭感觉吧 我相信皇上不会喜欢亲楼的女人的 皇后忍不住询问皇上 你为什么会调查理由呢 皇上说出 我怀疑她是敌国的奸行 为什么她会主动接近你 还有 无论我怎么查她 都查不出她的身份消息 皇后一脸天真的看着皇上 我看她长得不像坏人啊 她还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吗 皇上一脸无奈地盯着皇后 坏人脸上又没有写坏人两个字 皇后突然脸蛋一红 害羞地转过身去 好了好了 你先告诉我 你的那个雇人是谁 你怎么记得她那么清楚 皇上一脸的疑惑 询问皇后是哪个雇人啊 皇后一脸的不耐烦 就是那一个香儒雇 皇上急忙解释清楚 我有一个宫女她叫香儒 后来死了 皇后尴尬地盯着皇上 就这 怎么死的呀 皇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她的父亲受贿 母后就赐死了她 我当时只是太子 并不能阻止这一切 皇后默默低下了头 万一我被太后赐死 你会不会 话还没有说完呢 皇上就急忙解释 不会的 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皇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太后毕竟是纪无揪的母亲 她怎么可能为了我和她母亲反目成仇呢 这个皇上有多搞笑 将士们晚上去打仗 皇上想偷偷溜出去跟着 谁知一开门就被逮到了 扭头一看 皇后也被绑了起来 就这样他们依靠着对方睡了一晚上 这时大门打开了 士兵想要给皇上松绑 不料把皇上吵醒了 叶雷霆激动的上前禀报好消息 皇上 我们打赢了 托皇上的福 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女真部在火器与步兵的配合下损失惨重 再加上中了两次埋伏 几乎已经全部剿灭了 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见面 皇上提出晚上要和叶雷霆一起上战场 不料又被绑了起来 扔到了床上 深夜 两人坐在椅子上开始想办法 皇上气得口吐芬芳 凭什么叶雷霆说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 我好歹是皇上 我去上战场打仗怎么了 回来看我不好好惩罚他 皇后扭动着身体 似乎有什么不舒服 皇上急忙询问皇后 真真你怎么了 为什么扭来扭去的 是不是有虫子啊 回来朕就让他们买一点蛆虫的药 突然绳子解开了 皇上看着皇后手里的刀片 简直惊呆了下巴 你从哪里弄的刀片啊 皇后让皇上小点声音 不要被发现了 皇上十分的乖巧 一个劲点头 皇上一脸的期待 快点皇后 给朕解开 谁知皇后起身突然堵住皇上的嘴巴 皇上这才明白过来 皇后是要一个人去战场 皇后临走时亲了一下皇上 就跳窗户跑了 皇后偷偷跑出去打仗 不料中途下落不明 皇上从战事的口中得知 一路上都没有看见皇后 此时皇上吓得晕死过去 醒来后的皇上安静地躺在床上 已经心如死灰了 叶雷霆看见皇上这般模样 实在不忍心 就告诉皇上 皇后娘娘还活着 皇上起身叹了一口气 怎么可能呢 皇后如果真的活着 为什么不回来见朕 叶雷霆告诉皇上说道 昨晚我派弟兄们打扫战场 怕夜里看不清楚 就白天再查了一遍人 并没有发现皇后的尸体 所以皇后娘娘根本没有死 应该是被人抓走了 皇上吓得直冒冷汗 思考一下说道 怎么可能 昨日女真不损失惨重 自己跑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抓一个士兵呢 皇上低下头陷入了思考 不对啊 昨天真真穿的衣服是男装 从外表来看 根本不知道她是皇后 希望真真不要被发现 要不然就完蛋了 皇上突然脸色一变 把夜雷霆吓得半死 急忙呼喊皇上 皇上只是淡定地 让她把地图拿过来 让她讲讲 昨天女真不逃跑路线 接着两人开始讨论 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救出皇后 皇后娘娘下落不明 皇上躺在床上心如死灰 夜雷霆告诉她 皇后根本没有死 战场上没有发现她的尸体 有可能皇后被抓走了 听到这里 皇上立马提起来精神 接着两人开始讨论 如何把皇后救出来 皇上思考过后说道 夜雷霆 你去埋伏阿尔哈图 她这次打了败仗 肯定想办法报复我们 你就去山口准备着 夜雷霆陷入了思考 皇上 我们岂不是掉进了她的陷阱 你明知道她有仇必报 万一我被反击了 岂不是丢了你的脸 皇上微微一笑 朕相信你 你要提着她的手机见我 夜雷霆吱吱吾吾说道 那真真怎么办 我去捉其他人 我的女人 当然我去救 另一边的皇后被绑了起来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这是一个胖男人笑着走了过来 你醒了 怎么样啊 到底招不招啊 皇后一脸疲惫地看着她 怎么回事 你这个男人的头 好像一颗大乳干啊 脑袋剃得真干净 胖男人气得开始骂骂咧咧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敢嘲笑老子的发型 看你是活腻歪了 皇后慢慢闭上眼睛 嘴里说着 你真想杀我 早就动手了 何必把我绑在这里呢 话说 朵朵乌拉图拿起匕首自喜之时 叶甄甄却疑惑着 皇上穿着残衣出现在辽东 此等机密的事情 他是如何得知 难道朝中出了内奸不成 朵朵乌拉图对着叶甄甄得意的道 委屈皇帝陛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只要你的人听话 我自然会放你 叶甄甄不懈地想着 此种听话无非就是歌成赔款之类 反正我也不是皇上 不如就让这傻子先高兴着 到时候万事俱备 却发现到手的聚宝盆变成了个夜虎 也知道他们不会伤害自己了 心里顿时来了底气 对着朵朵乌拉图立声道 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如此 但我恐怕不合规矩 还不速速放我下来 朵朵乌拉图看着叶甄甄此时的表现 按道 果然是中原人小白脸 这么快就摆上架子了 随后吩咐身后的士兵去 给叶甄甄结绑 身上只需要带脚链就行 给叶甄甄松绑后 叶甄甄觉得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那也应该告诉自己他的身份了吧 朵朵此时却傲娇地让叶甄甄猜上一猜 自己想要考考他的眼力 叶甄甄看着朵朵乌拉图肯定得到 朵朵乌拉图阿尔哈图长子 也是他最器重的儿子 卢旦文言震惊地看着他 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身份的 叶甄甄却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他当然是不会傻到告诉自己能听懂女真话 方才听到有人叫他大王子 那必定就是他了 看来自己是猜对了 随后拍了拍朵朵乌拉图的肩膀 让他去给自己弄些吃的去 自己有些饿了 朵朵乌拉图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 随后反应过来 气愤地道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叶甄甄无所谓的滔滔耳朵道 我怎么知道 顿时 一阵深深的挫败感惜上朵朵乌拉图的心头 在压介叶甄甄的路途中 朵朵乌拉图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绝望 叶甄甄结手时还要特地嘱咐不要偷看 未有没有搞错呀 正常大男人谁会偷看男人结手啊 反看这边 都是站着截手的 也真是苦了他了 叶甄甄静静地站在河边想着 也不知道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他算无一漏 也不知能不能算出躲躲的行军方向 但是不管皇上能不能算出这一点 自己都是不希望他亲自来的 他虽是自己的父军 但更是大齐的皇帝 在分开的这短短几日里 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对他的思念是如此的深 朝堂上皇上被抓的消息 在一群大臣中炸开了锅 来禀报的士兵递给了叶格老一封躲躲亲笔信 信中写道 想要皇上平安归来 就准备好黄金十万 在家辽东山海关以外的领土 信件后面还附上了皇上的指印 叶格老子戏打量着这枚指印 这看上去不太像是皇上的 倒像是真真的 难道说被俘虏的歧视并不是皇上 而是真真既如此 但他们也是不敢轻易动他的 自己借此机会看看朝堂之上的动静 让太后另立新军 太后此时也有一些拿不定主意了 偏头询问起了叶格老的意见 叶格老听到太后的问话 他认为此时事关重大 应该谨慎行事 叶老话音刚落 那位提议立新军的大臣又来搞事情了 直言皇上膝下无子 目前新军最合适的人选是 离养长之子谭记 太后也不知是不是最近老糊涂 竟然不想着去救自己的亲生儿子 而想着以国事为重 打算同意大臣的提议令立新军 就连下手的叶老都对他无语了 刚提议令立新军的大臣是许氏一族的人 而许氏恰好是皇上的母族 正儿八经的外妻 此时却如此 迫不及待要找人娶他而代之 真是替皇上感到心寒啊 太后的反应更是奇怪 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但太后对皇上不仅不见担忧 反而巴布的她退位 实在是绝情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叶蓁蓁接手回来后 在队伍中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便是李游 叶蓁蓁刚走到李游面前 就听到了她不确定的问道 你为何会在这里 你不会是大旗的奸细吧 叶蓁蓁此时被问得一惊 有点不知从何解释起 只告诉她自己不是奸细 是俘虏后便岔开了话题 询问她为何也会出现在这里 李游尴尬地解释到自己也是俘虏 起初本想跟着朋友的伤队去开眼界 不曾想尽会被一群骑兵给劫持了 他们得知李游会智商后 便把她给掳了来 叶蓁蓁听到李游的解释 想着也是躲躲他们部队遭遇重创 死的死 伤的伤 只能一路通过俘虏来补充人力 随后拍了拍李游的肩膀 安慰她不用害怕 等到时候他们用完了 自己才不害怕 然后继续询问起 叶蓁蓁本想打个哈哈 就这么过去了 但此时 久久未收到回信 朵朵一把推开李游 生气地质问着叶蓁蓁 你到底是不是皇帝 叶蓁蓁一脸无所谓的耸奸道 我说我不是 你会信吗 朵朵上一秒还在生气地质问叶蓁蓁 那为何朝廷迟迟没有回信 后一秒突然想到了 也许是朝廷的人不认识皇上的指引 叶蓁蓁可不想陪着她发神经 自顾自地往球车上走去 准备补交去 朵朵黑着脸想着 这中原人的狗皇帝诡计多端 还有什么能证明她的身份的信物呢 对了 还有残疑 大家长途跋涉都累得昏睡过去 突然叶蓁蓁感觉到了一阵摇晃 叶蓁蓁迷糊糊地醒过来后 看见李游对着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原来是李游打算带着叶蓁蓁一块逃跑 叶蓁蓁让李游自己走 他们暂时不会杀了自己的 李游带上她跑 自己只会成为她的累赘 李游现在不想听她的废话 拉起她就往外走去 就在此时 一柄大刀直直地两人袭来 叶蓁蓁眼疾手快地将李游拉开 躲过了这一劫 随后就见朵朵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 随后举起大刀准备结果了她 猛地一脚向游踹去 叶蓁蓁健壮赶紧挡在李游的面前 威胁着朵朵道 你要是杀她自己就自杀 到时候让她一分钱都拿不到 并且还会引起两国交战 李游在背后轻扯着真真的一脚 她才落得如此境地 自己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朵朵也明白轻重缓急 将大刀收了回去 不过是一个汉人的性命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是大事重要 然后便吩咐人将李游拖下去 严加看管 李游被带走之后 营帐内又只剩下真真他们两人了 叶真真警惕地看着她 人都走完了 她还留下来干什么 突然朵朵冲上去一把扯开叶真真的领口 这操作可把真真吓得不轻 立马一耳光去猛地推开了她 朵朵捂着脸 气急败坏地 命令真真将残衣脱下来 原来是她迟迟没有收到满意的回信 准备拿真真身上的残衣去威胁朝廷 真真见她只是因为这件事 也放下了心来 让她出去等着她自己脱 朵朵烦躁地走出营帐 并催促着真真快点 叶真真换衣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朵朵等得不耐烦了 气冲冲地打开军杖的帘子 可当她向帘子里看去 时看见了让她又羞又气的一幕 她终于发现了叶真真原来是个女人 叶真也被她的突然闯入下的一惊 她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狡辩道 不是不是我 就是我胸肌比较大 可朵朵虽然有点憨 但她毕竟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再相信真真的话 当即就要对着真真拔刀 朵朵气愤地用刀威逼着真真说出真实身份 叶真真小脑袋瓜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幽道 虽然我不是皇帝 但其实也差不理我是皇帝她娘太后 朵朵听后一阵无语 她简直都要被气死了 她是当自己傻吗 竟然又骗她 皇帝的娘少说也有将近四十岁 哪会像她一样如此年轻叶真真 心里也真是强大 她继续瞎胡忧道 真的 我有助严树 太医院六个太医专门负责我美容养颜 朵朵的脑子也的确是真的不太好使 她听完叶真真的胡周后 半信半疑地问道 你说你是太后 有什么证据 叶真真掏出残衣道 证据就是这件残衣 我儿子可是出了名的孝子 除了我这儿 天底下还有哪个人能够让她不顾自身安危 把残衣让给那人穿 朵朵虽性了一半 但还是提出质疑道 那她老婆呢 真真满脸不屑地道 那个小贱人 她也配这下 朵朵可完全是被叶真真给唬住了 还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 难怪刚见面的时候 她便说要做自己的娘 原来是她本来就有这么大的儿子 她此时已经完全相信了叶真真的话 叶真真也松了一口气 幸好这个人是个傻子 在追寻叶真真的路途中 皇上一路上都紧绷着神经 生怕叶真真遭遇不测 连着行军这么多天 皇上都未曾好好休息过 就连陆离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上前来劝她去休息 陆离看着皇上的背影 沉思片刻后走上前去 有些话她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对皇上说清楚 其实皇上根本就没有必要吃自己的醋 真真既然已经嫁给了皇上 那你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旁人强也抢不走她的 皇上听完陆离的话后 突然冒出一句 你喜欢她 陆离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僵住了 不等她答话 就听到皇上略带畅快地说道 她是我的人 旁人抢不走的 真真那么可爱 有别的男人笑 想她再正唱不过 陆离听后也释然道 我的确喜欢她 但这又有什么用 我那个表妹实在是块木头 她大概从来不会去想我是不是 喜欢她这种问题吧 倘若她当初真的对我有几次情谊 我便是豁出性命也会向姑父求亲 但我和她今生无缘也无分 我也就认了 我现在只把她当做妹子 所以我现在以一个兄长的身份请求您 请您对我的妹妹好一些 真真 她被宠坏了 性子不够好 但她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孩 皇上文言 也郑重地向陆离保证道 当然她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对她好 就在皇上向陆离下保证之时 她的眼睛突然瞟到了一样东西 陆离看着皇上奇怪的举动 一时之间还有些不明所以 只见他们来到了一堆石块面前 陆离怪道 这是什么 皇上蹲下身子 拿起一块石块将它放入一处空缺的位置之后 这些石块赫然呈现出一片叶子的形状 两人看见这形状 顿时精神一荡 这叶子是真真 看来他们在此处停留过 自己果然没有找错路 真真他们的确是向着乌兰部副地去的 得到明确的信息后 他们此时也顾不上休息了 皇上立即下令 让所有人立即出发 连夜行军务必尽快追上女真残部 隔天夜晚 一个更好的消息传来了 真真和皇上一起买的石箱山却突然焦躁不安 挣扎着想要冲出笼子 皇上听到这个消息 暗自庆幸他们之前在城里买下了这种山雀 能够问问真真随身带的香 现在山雀的反应这么大 想必已经追得很近了 随后皇上命令队伍停下来 就地扎营 等待指示 自己准备带上几个高手去前方查探 临走前又吩咐留下的人 趁夜里草原刮东南风 等下厅后指示点燃 随后便快马向前奔去 真真 我马上就来救你了 朵朵在营帐内走来走去 她这段时间属实是有些上火 被派来打仗也两三个月了 自己生理上憋得有那么少许的内伤 最近她唯一见的漂亮女人便是叶真真 但她偏偏是个已经四十好几的老太婆 还是中原的太后 她要是真的对她下手了 那中原皇帝不得拿她开刀啊 虽然 但是她真的很漂亮啊 突然朵朵灵光一闪 听说中原的女人都爱惜敏捷 那么就算我真的对她做些什么 想必她回去肯定也不会好意思说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朵朵他们一行人正在营地上休整补给 朵朵心里想着自己的计划 殷勤地给叶真真递酒 叶真真吃饱喝足后 便准备回营帐休息去了 刚到门口 她便敏锐 发现有人跟着自己转过身去 怒视着朵朵 你跟着我进来干嘛 正准备喝吃她出去时 叶真真突然发现自己浑身无力 顿时就想到了朵朵递过来的那杯酒 朵朵看着叶真真的反应 猥琐地搓着手向叶真真走去 猛扑向叶真真 准备在这里将她就地正法 真真见状赶紧蓄力一脚向她踹去 这一脚几乎用光了真真的全部力气 被踹了一脚的朵朵此时更加兴奋了 一把抓住要跑的真真 真真向她扇过去 随后她向前一扑将真真压倒在地 就在真真即将被欺负之时 朵朵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 用力地向后丢去 原来是皇上及时赶到 救下了即将落入虎口的真真 皇上此时气愤地抽出佩剑 用力地踩向朵朵 正准备一见了她之时 真真大声喊道 别杀她 她是阿尔哈图的大儿子 皇上文言回过头来 满脸隐忍地看向狼狈不已的真真 朵朵此时也吓得拼命求饶 我是阿尔哈图的大儿子 太后饶命皇上虽是饶了她性命 但也让她见了红 久别重逢的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真真在皇上怀里伤心地大哭 自己以后再也不胡闹了 我好想你啊 互诉思念后 皇上对朵朵的身份提出了质疑 她真是阿尔哈图的大儿子吗 但她为何是到临头要喊太后 真真文言心虚地道 没有你听错了 随后抬起通红的脸蛋 楚楚可怜地看着皇上道 我现在好热呀 皇上担心地摸着她的额头 以为她是受粮发烧了 叶真真摇摇头 整个身子像火炉一样要烧起来了 皇上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焦急地问道 阿尔哈图的那个儿子 他给你吃过什么 叶真真也不知道朵朵到底给自己吃了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 皇上一把抱起真真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皇上将真真抱出营帐 陆离赶紧上前询问这些俘虏的士兵该如何处置 皇上看了看怀里的叶真真 毕竟此处接近乌兰部的腹底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闲心和粮草带着这么多的俘虏 但要是随便放了他们跑回去通风报信更是麻烦 得令后正准备离开的陆离突然又被皇上叫住了 皇上沉声吩咐他再为自己找两件干净的衣服过来 随后皇上带着叶真真来到了一处湖泊 准备用冷水去压制真真身体里的药性 结果他好像对自己的自制力太过于自信了 真真看着一样的皇上 开口问他怎么了 皇上嘴硬地转过头去到自己没事 真真满脸的质疑 真的没事吗 那你为何一直低着头 皇上闻言休脑地往真真脸上泼了一泼水 他深知真真今天已经受到了伤害 此时定是十分抵触男女之事 自己若是此时还胡思乱想 那岂不是太禽兽了 泡完澡后 皇上就着月光给真真擦着头发 突然真真一把钻进了皇上的怀里 皇上见状焦急地问道真真你冷吗 真真抬头可怜兮兮地道 自己还是很热很难受 皇上将真真揽进怀里 让他忍一忍平心静气一下就好了 但此时的真真哪里忍得 一把扑到了皇上 对着皇上动起了手来 这一次他并没有排斥皇上的接近 其实他也在过往的相处之中 渐渐地付出了真心吧 隔天清晨皇上睁开心松的双眼 看着怀里的真真 暗自感叹 真是霍西服 所以没想到这一路追逃 竟促成了自己与真真的夫妻之事 也不知道今日真真醒过来 是否还会对肌肤之亲有所推举 真真被皇上折腾醒后 看着皇上委屈巴巴的脸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 昨晚那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皇上看着害羞的真真期待地问道 真真你的病好了吧 真真思考了一回 缓缓的道虽然感觉有点别扭 但昨晚并无反感也并不感到恶心 这应该算是好了吧 也不知是何事好的 也许真的是你天天在我的面前洗澡吧 皇上一把拥住真真温存不已 可真真这个杀风景的大侄女 她一脸惊恐地撞开皇上坐起身来 她突然想起了被关起来的理由 随后冲下床去 她担忧昨晚斩杀 她俘虏时挫杀了理由 皇上在后面赶忙拦住 叶真真又换了王友才进来 王友才闻声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刚进来便看见了令她震惊的一幕 皇上正蹲在地上给自家娘娘穿鞋 皇上见她进来后 陈生吩咐她去告诉陆离 让陆离找一找 昨日女真军队中可有个中原人叫理由 没穿铠甲穿的是普通的长衫 吩咐完后 又对着真真酸溜溜地道 你为何如此关心那个理由 真真文言抓住皇上的手道 她救过我 随后将那天发生的事向皇上解释了一遍 皇上听完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么听来 理由的确是救过真真 但她为何会无缘无故对真真这么好 这其中必定有所图谋 转眼功夫 将军就把理由带过来了 并告诉皇上以为她是中原的军医 就没有处置她 真真一见理由就跑上她跟前关心起来 皇上随后感谢理由的对真真的救命之恩 说现在女真军队已经被扫清 会安排手下送理由回城 理由感谢皇上的安排 说着一把拉住 真真说我们也要收拾回去了 真真心中带着点疑惑 反问是否真的就这样回去 皇上诧异了你想知道黄龙吗 按照真真的推测 皇上跟路离开使对女真的真实位置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行军到战术到布阵 再到行军用的粮草 他们都研究得很细致 面对这次如此难得的情报 他们不想放弃此机会 最后皇上提议把女真的兵力调去前线 再配合夜雷亭一战 我们也没有后顾之忧 三人达成一致意见 准备就此一搏 在准备出征之时 皇上提议要带上理由 真真不理解这次打仗很危险 何必要牵连到无辜的人呢 皇上向真真解析担心理由是内奸 就会回敌军那通风道姓了 并保证如果理由不是内奸 要真真相信他 话道如此 原来皇上之前一直派人暗中观察理由 但却都被理由甩掉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他还出现在女真军队里 而且理由还把伤队带到战场附近 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 种种的猜测皇上觉得理由肯定是有问题 另一边真真急忙地向理由说 要他跟随行军表示歉意 虽不知理由却知道皇上开始怀疑自己 理由反问真真也是否怀疑自己 真真使劲地表示没有 理由听到顿时心花怒放 说到有你这句话就足够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真真摸摸脑袋脸都红了说 谢谢你那天救我 理由表示当时是自己一时冲动 你还这样说我都无地自容了 正两人刚聊起来 真真的领子被人从后面猛地一拉 皇上立马把真真拖着走 不想让真真再和理由聊天 最后还转身瞪了理由一眼 事意要他不要乱来 理由摸摸鼻仔不屑地暗暗一笑 真真一边被皇上拓展走一边大喊着 干什么干什么 我连跟人家说话都不行了 皇子没有理真真的大呼小叫 直接一把拎起他 然后直接吻了过去 堵住他正说话的小嘴巴 真真顿时脸蛋都红了 皇上随即拉着真真说 我们行军粮食不足 开心地叫他一起去打黄羊去 真真的脸还红着都没反应 只能答应着 狩猎完毕 战士报告皇上说 过了十多天 前方的队伍看见女真的都城了 皇上率领队伍进入女真城 真真发现女真城的平民 看到陌生军队不慌张也不逃跑 也不去王艇通报的 皇上解释这些人都不是 阿尔哈图的嫡系部落 因为阿尔哈图穷兵独武 导致百姓生活困苦 我们也不怕 真真告诉皇上 女真的精兵都上辽东了 这里只剩些老弱病残了 话刚落皇上使劲地拉停了马 大声喊道 全体士兵听我口令 进攻女真都城 不费功赴女真城就被完全占领了 皇后就准备等阿尔哈图一战 陆离说阿尔哈图怕是暂时回不来了 因为她刚刚收到夜雷霆将军的战报 原来就在前几天 阿尔哈图与夜雷霆大战来一场 结果被夜雷霆的大炮 吓得逃去了西边乌兰部 所以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真真觉得阿尔哈图是个祸根不可以留 要永绝后患 皇上却觉得阿尔哈图已经今非昔比了 就如丧家之犬 哪一个会不失失误地愿意收留她吗 真真担心京城中可能有女真的艰辛 因为真真发现她身穿禅衣的事情 本来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露出可疑的笑容 真真猛回神辩护着说 我爷爷一定是青睐的 皇上握着真真的小手说 她知道你爷爷的忠心 但是皇上疑惑的是 为什么在朵朵写信内容里 开始是声称加持的是我 后来又说的大旗的太后 还有在救你那天 朵朵还还喊着太后饶命 皇上继续凑近真真问道 难道是朵朵眼神不计到把你认作成太后 真真直冒着冷汗心虚的认了 我说我不是她还不信 皇上拍了拍真真的小脑瓜 你胆大妄为冒充太后你可知错 要该如何惩罚你才好 然后直接拉着真真双手坏坏的 要不你让我叫你一声爹罢了 几日后皇上接到从乌兰部送来一盒子 皇上想阿尔哈图败战之后 想去投靠乌兰部的首领博日贴车呢 并感觉这进度有点快 这么快就送了过来 真真眼盯着盒子 正好骑着送过来的盒子里面是什么 阿尔哈图的头 真真正想打开的盒子都被吓得直冒汗 脸都发青了 皇上觉得博日贴车那没有和阿尔哈图联盟 而是选择倒戈有点不太懂 真真仔细分析女真虽是实力雄厚 但不足以影响西北部落 所以他们是不会一起来打大棋的 皇上认同地觉得 阿尔哈图这样只会孤注一掷 得到共鸣的皇上 拉着真真觉得她聪明伶俐 便又亲了一下额头 真真突然想起是不是有人想谋反 皇上闭着眼摇了摇头不希望有此事 真真又继续追问怎么不觉得有动静 皇上猜测谋反者大概是出现一些变数 夜晚皇上正站在城墙上 后面有人传来温柔的声音 此处风大不要站太久小心着凉 原来说话的正是女真的索拉公主 公主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 跟皇上提起之前在士兵手里救过自己 皇上转过头看了一眼 感叹你的汉话说得不错 索拉公主一下子脸红了 说是因为自己从小仰慕中原文化 看着皇上背影 公主表示愿意成为你的妾次 公主眼神一愣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只见她的脚上还系着重重的铁链锁 缓缓地靠近皇上身后 一下子从后面牢牢地抱着皇上 说自己日夜盼着有诏一日能跟着你 皇上听到吓了一跳要她快点放开 但公主还是死死地把皇上抱住 问是不是自己配不上她 不远被刚经过的珍珍听到 皇上这次糟了 跳到黄河水都洗不干净了 随后皇上迅速举起双手 怕那只手碰到公主就不好看了 她大声地叫珍珍救我 珍珍一阵莫名 究竟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珍珍盯着他们俩看一会 然后一把拉住公主的后领 直接把她扯到九霄云外 这帅气的架势让皇上直接变成了小迷妹了 病是弱着我老婆好在乎我的 公主健壮不得逞就故意说 是男人对她动手动脚的 珍珍并没有相信公主 反而用剑靶对着她 警告公主再敢接近她就会要她抖命 公主那副怕死的模样 用手推开剑靶只是仰无将军而已 这一下直接把公主吓到了 公主一下又开始狂飙起来了 能不能亲近将军是将军说了算 他又不是你的人 为什么要听你的 皇上直接搭上珍珍的肩膀 说自己本来就是她的人 公主一脸疑惑想到想不明白 两个大男人怎么会搞在一起 说着就拉着珍珍的手走了 皇上想珍珍解释跟公主没有关系 要明天回京城就不会再见到她了 珍珍深知道问题不在公主 只是对面的男人本是皇上 皇上身边就该好多女人 让她不去灵性别的女人是不现实 但是要是跟其他女在跟我 我不甘心就推给别的女 皇上敲了敲珍珍脑门 要她不用想太多 并含情默默地说会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珍珍好像被面前这个男人说服了 一面红上去又开始轻轻了 隔日皇帝御驾轻征大胜而归 一路百姓呼喊着皇上万岁热闹记了 回到朝廷皇上如以往一样上退朝 和批改周章 这时下人报告皇上去昆宁宫的饺子准备好了 但皇上却想去看看贤妃 说要先去处理点事情先 在邀约宫 贤妃娘娘正忙着准备好一桌子的美食 下人问贤妃今儿有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贤妃娘娘一边截起锅盖一边甜丝丝的告诉下人 我有预感皇上今晚会来我这边 毕竟我们两个月都没见了 俗话说小别圣新婚 话音刚落外面果真传来 皇上驾到 皇上帅气地走进邀约宫 还没等皇上坐下 贤妃娘娘扑通地跪在皇上面前 这时皇上还没放映过来 爱妃这是怎么了 贤妃娘娘眼泛泪光 臣妾有罪还请皇上责罚 皇上看着闻道你何罪之有 贤妃解析到在皇后离宫的时候 要求替他主持了仙残礼 觉得自己如此僭越实在失礼得紧 请皇上降罪 皇上抿了名嘴让贤妃掀起来 贤妃却执意要皇上惩罚自己 皇上很是无奈 你想让朕怎么罚你 便向贤妃伸出手 要他掀起来不要跪着 贤妃搭上了皇上的手 一下子扑到皇上的胸怀里 贤妃这一觉得没有得到皇上怜悯 反而想起了真真这个醋谈子 会不会知道这时又生起了 贤妃含情默默地准备亲上去 想使出温柔相留住皇上之时 皇上顿时一撒手推开了贤妃 贤妃诧异了怎么可能 皇上从来不会拒绝我的 皇上转身道 既然你都明白你僭越的是皇后 就要皇后来罚你了 随后便要他明天去向皇后领罪去 被拒绝后的贤妃只能呆呆地坐在地上 望着离去的皇上也无言以对 他握紧双全心里默念着皇后的名字 叶真真那女一肚子坏水要让她来罚 在昆宁宫里 皇后正斗着自己黑鹦鹉 叫她说真威猛 可能这黑鹦鹉出品问题 只会呆呆地看着皇后 气得皇后马上骂了她笨鸟 又还真行 被骂得黑鹦鹉脱口 就来一句皇上驾到 皇后下意识说了一句 她才不会来 突然一双手从后面紧紧地抱着皇后 谁说朕不会来 原来皇上偷偷来昆宁宫看皇后了 皇后不解地问她 你不是在邀越宫吗 皇上笑眉眉地看着皇后吃醋的样子 皇后突然震惊地推开了皇上 准备要和她澄清一件事 她明白皇上是一国之君身边少不了三宫六院 但是你若是灵性了哪个女人 请一定要告诉我 皇上表示一或告诉你后你会怎么样 你可以继续左拥右抱纸墨要再来找我 皇上叹了叹气撵着皇后的脸 不过就是在贤妃那里坐了一下 你就生这么大气 皇后一脸震惊地解析 我没有生气我是认真的 皇上偏偏以为皇后吃醋并承诺只和她好 说着就把皇后抱到怀里 然后直接又上演了一段轻轻 次日中亭妃一早就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坐在下面的贤妃一直等着皇后什么会刁难她 殊不知皇后根本没有将她放心上 一直顾着自己聊天 贤妃心里想是不是皇上只在邀月宫停留了一会儿 对她够不成威胁 但是皇上是第一时间来看我的说明的确是想我了 可是又拒绝姬夫至亲是不是皇上还不能行房 下人听着就担心这样皇上会不会没有子嗣了 听到下人的话 贤妃立即吩咐去慈宁宫 因为她担心再这样下去大气很快就会 落到太后挡下的檀鸡到手里了 午后皇上来到了慈宁宫 只见空荡荡的没找到太后人 一问才知道太后去了佛堂念经 随后皇上便坐下稍等片刻 在慈宁宫习惯着燃着沉香 但是她发现今天的沉香香气好像和往常不一样 灵敏的皇上察觉沉香味道怪异 而且闻酒以后身上还有些燥热 一大漂亮的宫女跪下皇上面前询问是否身上不舒服 皇上灵光一闪 猜到这诡异的香气和特地派来的宫女 一定是母后安排的 皇上立马起身大步甩开漂亮的宫女喊她滚开 网友才闻声赶紧过去询问皇上怎么回事 在沉香的作用下皇上已经开始头晕目眩体力不支 网友才搀扶着皇上 皇上吩咐要马上去昆宁宫 在昆宁宫的皇后正在练习着写字打花时间 听到皇上要来了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毛笔 你怎么这么快就 皇后话都没问完皇上已经支持不住扑到皇后身上了 怎么了 皇后轻轻抚摸着皇上 皇上通红的脸含情默默地说 珍珍我想要 珍珍听到这话脸一下子也红了 皇上使劲地往珍珍胸里转一只喊着珍珍 珍珍只好服软了 在沉香的作用下 皇上和珍珍有开始了黑黑 她深信后宫里面除了珍珍其他都不可信 包括后宫里面的女人甚至于亲生母亲 一番黑黑过后 珍珍红着脸告诉皇上纵欲过度不好 皇上抱紧着珍珍说都听你的 然后又问起她刚刚在写什么东西 原来珍珍要处理宫里的一些对自己的留言 说自己在敌音时候为了保命 身体早已被战乌云云 皇上一听大怒 到底是谁对你说的那些胡话 珍珍抬起头认真的问皇上是否也怀疑过自己 皇上一脸惊恐怎么可能 珍珍还不罢休继续问到底 你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皇上安慰着珍珍说道 你刚被抓走时就天天想你心如刀割 听着珍珍也在一次确定了眼前这男人是真心关心自己的 皇上要珍珍相信自己我是永远守护着你的 说着他们深深地拥抱在一起了 皇上担心流言会对珍珍造成身败名裂 轻者牵动叶家众者以死明治 所以一定要查得清楚 珍珍表示自己是不会寻短见的 只是好奇这流言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据皇上分析目前最可疑的 是天后当下的许氏和贤妃背后的方式 他们一个是对叶氏积怨已久 一个是实时想取代叶氏的新贵都十分有动机 但是要想确认谣言的源头着实不易 当务之急我们要尽快阻止谣言继续流播 珍珍问皇上会怎么阻止谣言传播 皇上说大不了多杀几个人 以做校友 珍珍摇摇头觉得几句谣言不值得赔上性命 珍珍卖着关子山人自有妙计 要皇上就等着瞧好吧 总嫔妃一大早就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却被下人吩咐不须请安请各位到正堂听故事 珍珍看着嫔妃都到妻了就开始将故事了 说是关于本朝发生的一件真事 话说天上玉皇大帝派九天玄女下凡 要她去帮助一位有道明君治理天下 于是九天玄女的繁身便嫁给了皇帝当了皇后 赶巧边关打仗 因为玄女娘娘擅长兵法战术 所以跟着皇帝御驾轻争去了 玄女娘娘故意乔装改办潜入敌军内部 不仅耍得敌方首领团团转 还套出了重要情报 帮助皇帝指导黄龙一举获胜 归朝之后敌方俘虏知道了玄女娘娘的身份 心怀怨恨便故意散播谣言抹黑她来泄愤 珍珍讲得头头是道 皇上听得也对她赞不绝口 打算明日让逢有德 把京城最有名气的说书先生请过来 要保管这个故事三日之内就能 在京城流传开来 珍珍得意地说谁让我是九天玄女呢 说着就被皇上一把拉了过去 这坏坏的皇上开始说 那小生听说玄女娘娘还精通房中之术 娘娘可否为我答疑解惑 珍珍很无奈要皇上今天要正经地歇息 昨晚没睡好 正想推开皇上却又被紧紧地抱了回去 可见的这皇上真的忍不住了 皇上又调戏着 娘娘可有办法吸一吸小生的力气 使小生筋疲力尽也好安眠 这话说得皇后羞得满脸通红 随着床帘的滑落 这里我就省下一万字了 次日皇上一早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 原来皇后的黑鹦鹉在外面飞来扑去 不停地喊着 皇后娘娘有喜了 随即便请来太医给皇后把了平安麦 皇后表示前两天才把锅麦 若是有洗澡就能整出来了 怎么能听一只贺歌的话 话音刚落 太医立马扑通跪下和时双手 恭喜皇上皇后娘娘 娘娘确实有喜了 听到皇上顿时开心极了 皇后也一副很出奇的表情 皇上突然好像想到什么 就下令在场的人对皇后有喜的事情 不能透露出去 等到下人离开了皇上就想真真解析 因为你现在正被谣言缠身若在被传出怀孕 一定又是一场风波 他表示等先把眼前的问题都处理了 在对外宣布这件喜事不迟 听到有喜的真真就问起皇上是否喜欢小孩 皇上直接回应喜欢 因为上次王昭仪小产真真看皇上未见心疼 就以为皇上不喜欢小孩 皇上很无奈地表示王昭仪不能和你相比 你生的孩子朕怎会不喜欢 皇后又反问他还没有子嗣的事情 皇上坦言皇室子女表面风光心里却苦 公主倒还好到了年纪 寻个众意的嫁了便是 若是皇子 兄弟一多总不会像平常人家的儿子那样和睦 而储君却只能有一个 希望朕的孩子都是嫡出没有高低之分 真真想最好是只有一个儿子 剩下的都是女儿 皇上开心地逗着皇后 你多给镇生几个女儿像你一样可爱 皇后诧异着 这种事情哪里做得准 如果不小心多生了儿子怎么办 皇上嘚瑟地说那就早一些利处 早点把名分定下哨声是非 令皇后觉得奇怪的还有一件事 黑鹦鹉怎么会知道她怀孕了 皇上安慰可能是误打误撞了 午后皇上正在批改周章 原来皇上一早派人暗中调查留言的事情 查出来的结果果然与皇上的猜测是一样的 是太后身后的许事做的 宫里的谣言已经传到民间 皇上心里想 能掺和到这种争斗中来的 必定是许事一族中的嫡系 或是与嫡系走得近 又或者是受太后器重的 这些下人应是许事挤防管家和管家媳妇身上 随即吩咐密探回去继续审查 太医如常弟来到皇上跟前请平安麦 太医细心地把了又把表情愈发紧张 皇上询问自己的脉象怎么样 然后太医又直接扑通跪在地上 看这种架势皇上怀孕了 此刻皇上大怒立即拍桌站了起来 大胆如此荒谬的是 你也敢在这面前胡言乱语 太医紧张得都快说不出话了 眼看着老太医也不想会骗人的样子 老太医问皇上究竟吃了什么东西 让太医也会误认为男人也怀孕 皇上反而想知道 要诊断一个女人是否怀孕 除了诊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然后太医就煮了一碗艾草川公粉给皇后 说是娘娘喝下去 若是有动静便是怀有胎儿 要娘娘自己感受一下腹内 若无则只是月经不通 珍珍很听话地把药都喝完了 心急的皇上赶紧上前问珍珍怎么样 珍珍失望地摇了摇头 没感觉 皇上也何不是一样失望吗 他原以为自己要当父亲了 珍珍觉得这次误诊怀孕的事肯定有端倪 皇上很受委屈搞到自己也假怀孕了 珍珍给皇上一一地分析了 近些日子发生的诸多事情倒是能连起来了 他们先是造谣说我在敌因之中被忍 然后传出我怀孕的消息 如此一来这个胎儿的来路可就说不清楚了 到时候我白口莫辩 千夫所指 走投无路 等过些日子 再想办法让皇上发现我原来在装怀孕 假怀孕加上谋多皇位这是皇上最忌讳的 皇上发现之后必会想到这一点 然后加重罪于我 黑鹦鹉好像真挺懂人话 皇后娘娘怀的不是龙肿视野中 皇后无奈地表示 连黑鹦鹉都知道肯定宫内已是疯言疯语 无论真假 都能让你颜面扫地 到时候必不会轻饶于我 皇上听后气道上头 刀刀惊尿刀刀催命 真是好大的手笔 他想珍珍承诺无论发生何事 自己都不会服你 接着皇上让珍珍好好回想 最近吃了什么可疑的东西 珍珍思来想去 最大可能是那日说书的时候 吃了庄妃带来的点心 接着他们传召了庄妃 庄妃见皇上和珍珍连忙说自己没有做过 珍珍问庄妃宫中最近是否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庄妃向珍珍提起宫中一件事 寒光殿的一个宫女前夜失足跌进了太夜池 也有宫正思艳过失着人埋葬了 珍珍继续想知道死的宫女是做什么的 庄妃说是她厨房中的掌扇宫女 阴手脚麻利臣妃做点心事也常让她打下手 皇上直接问道 那她死了的时候是哪个宫的下人禀报的 庄妃连忙回答说是邀月宫 跪趴下哭着求皇上开恩 自己没做好背弃娘娘的事 珍珍让庄妃先回去 她想这个贤妃拿太后在前面挡刀 真出了事也就不到自己头上 这件事里面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皇上最器重的臣子的女儿 珍珍要皇上自己看着办吧 不用考虑她的 看到如此大度的珍珍 皇上立即把她抱到怀里 她想总有些人以为震不动他们 是因为动不了他们 我又怎么讲情分 我不难过我还有你 次日在宫内纷纷传起了各种谣言 说是许事的人散播了关于皇后娘娘谣言的 现在全都抓去审讯了 另一边皇上传召了方大人 皇上让方大人先做做 只是想找你聊聊关于贤妃的事情 方大人一下子慌了慌 此时皇帝却把我宣进来谈贤妃的事情 是为了敲打我吗 还是想告诉我贤妃犯了什么错 但看在我的面子上这次对贤妃网开一面 皇上便喝着茶边示意要方大人 回去好好地管管自己的女儿 大人深知 后宫的女人居然要臣子来管教 此事一定非同小可 这两日宫里皇后娘娘和太后的是闹得鸡犬不宁 担心自己女儿是不是已经站错人了 皇上传来招子 贤妃方流越音乐之罪 故连将三级伐奉一年 此后改为方昭仪 另外许是许令一家 因诽谤朝廷意图谋逆 罪大恶极叛秋后问斩 余下徐府上下一律流放到穷州 看着皇上将谣言的齿座俑者通通处罚了 在昆宁宫中 皇上和珍珍正在悠闲着画着锦里画 这时皇太后突然闯了进来 网友才见状立马到太后驾到 皇上马上上前迎合着说 母后难得来昆宁宫做一座真实令臣妾这彭生辉 母后这边请 太后还没等坐下即就立即放话 皇上身为九五之尊 如今言而无信 怕不是明君会做的事吧 皇上装傻着说 朕谨记圣人和先祖教导 不敢有半毫为你 反问太后这话可是从何说起 太后坐下了又开始狂飙起来 你明明答应过哀家对于许令一案会从轻发落 如今她和她母亲却要被斩首 皇上表示这件事确实已经从轻发落了 本一是想要满门抄斩的 如今只杀两主两仆而已 真是轻而又轻了 太后拍案起来 说这几句谣言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皇上严肃起来 她今日敢说皇后的闲话 明日就敢说朕的闲话 说她谣言或众动摇国本也不为过吧 太后又问那你救救他们呢 平白无故的为何要流放他们到穷中 皇上走到太后跟前 母后您虽身居身宫 但向来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他们在外面做的那些事情 想必您也清楚 朕一直把母后放在眼里 就是不知道母后是否把朕放在眼里了 母后若是执意认为朕是有意加害许氏 那朕也无话可说 最后皇上道出 母后以为是朕害了许氏 其实真正害了他们的是太后女 太后气得转身就走了 原来真真也觉得皇上这次下手太重 那群言官在背后指不定又要怎么骂你了呢 皇上表示他并不在意 因为再过些天三方的义和使团就到了 他们有的忙了 真真想着义和使团来肯定会有好宝贝带来 而皇上却不在意那些宝物 只希望拥有辽东那片土地 看起来十分肥沃 虽北地苦寒也未必不能长出庄稼 真真兴奋起来 但若是真能收获粮食 那可就是功德意见 那里地广人稀 出产的粮食必然很多 皇上表示这样以后若是逢上个灾年什么的 调配粮食那就更方便了 看到如此有共鸣的真真 皇上连忙夸赞起来 夸着夸着皇上又来一阵雍雍抱抱 不管青天白日都可以来一下双人运动 几日后 为了查明理由是内奸一事 皇上来到翠方楼这烟花之地 只见一美女正在招呼着皇上 美女数日不见皇上 就开始买口乖了 原来皇上过来是要跟美女告别的 美女笑话她是不是被夫人屡服贴 皇上点点头表示肯定 美女一边倒茶一边温柔地说 公子您可真不简单 以后您就和尊夫人好好的 请公子多站在尊夫人的角度上想想 做女人不容易好容易两情相悦 莫要因这些不相牵的嫌隙伤了感情 皇上也起身答谢了美女 同时想要美女帮她一个忙 原来皇上想美女去说服一下 他们楼里的头牌花魁柳月 皇上口中说的这位柳月究竟是何人 在紫禁城的天牢里 有一女子正在大喊着冤枉啊冤枉啊 此女子正是头牌花魁柳月 她不知自己为何被抓进大牢来要求给的说法 此时皇上正往她走来 柳月出了气看着皇上 公子救救我呀 为了快速查明真相皇上就直接挑明了 康城路没死 你现在对着外间喊一声 她兴许能答应 柳月冷汗直冒说不知道皇上的意思 皇上继续审问 问她知不知道李游在哪里 柳月顿时愣了愣又紧张起来 公子说谁 我从未听说过什么纪李游 小女子一向奉公守法 想是抓错人了吧 皇上吓唬她这个地方十分吓人 其实在皇上一直有个疑问 大气国运昌龙 编程兼顾 女真打把吐鲁番 必定是有人许了他们天大的好处 而定是与皇室有些瓜葛 原来李游有着一个扑朔迷离的绅士 西年公乱太子让贤 当时年仅三岁的太子之子 在公乱中不慎丧命 其实三岁的小儿若非尽身伺候的人 未必能认出他来 因此想要调包也不算难事 那个孩子就是纪李游 被人搭救后隐姓埋名活在民间 如今长大了一心想着腹地翻天 而柳月就想办法买通宫中侍卫 然后借着宫内女子使记争宠的名头刺杀皇帝 成李游则可以皇室血脉的名义登上大宝 师爷可推到公妃头上 柳月深知 行刺皇帝的机会并不多 深宫大内戒备森严 且皇帝出行又有高手相随 皇上分析出李游也 请官外蛮依助他谋反 许诺事成之后送前送帝 因此他会在战火将其之时出现在祭中 又会在女真西窜之时出现在祭君中 皇上的这些话好像直接 戳中了柳月他们的所有计划 他刷了一下坐在地上 竟无言以对 皇子最后临走时给他三天的期限 要他说出李游的下落 审问完柳月 皇子就去见珍珍了 珍珍急着问他去哪里了 珍珍幸福地想第一时间告诉皇上 义和使团已经到京了 义和使团的国宴上歌舞声平热闹非凡 个人举杯倡议 义和三国挑选出的三位公主和郡主 来和亲 希望往后能和贵国和睦共处 皇上立马将他们封朝仪 皇后听到又要立妃 又开始吃错了 坐在一旁只顾着猛尸 他心想每次打完战战败国都送女人来和亲 而偏偏和亲的女子又不好随便打发 皇上只好默默地坐在一般洞都不敢动 几天后 皇后兴致勃勃地拉着皇上 去太叶池看荷花 来到池边远远望去 看到义女子在花小子上 碧水蓝天 荷花相依 情景如此为美 小小子很快靠岸了 义女子走向皇上面前 原来她是和亲时的花昭仪 真的人如其名 美貌若花 皇后看着皇上那色咪咪的小眼神 想必又准备开始吃醋了 皇上要花昭仪掀下小子 接着拉着皇后的手 要和一起玩花小子 皇后气都上头了 哪会跟你游船呢 她甩开皇上的手 借口头晕不想玩了 皇上还不知什么回事 怎么忽然又头晕了 皇后回到昆宁宫 生气地扑到床上 抱着枕头 烦死了 但她偏偏又是个皇帝 偏偏就是有这么多女人 要往她眼前钻 就说嫁鸡嫁狗 也不能嫁给皇帝 她一边喊着闷气 一边用力地垂着枕头 皇上一直打喷嚏 都说若是无端端打喷嚏 很大可能是背后有人骂你 皇上想可能有人在骂她 这才恍然大悟 秦秦她不会是吃错了吧 接着皇上迫不及待 就直接来到昆宁宫 珍珍看到皇上 只装作自己看书 并没有理她 为了问起珍珍是否生气 皇上故意凑近地坐了过去 叫她不要生气 生气很容易伤身体 珍珍把面拧到一边说没生气 皇上轻轻地拖着她的小下巴 看看这脸贴在门上 都能挣扎了 再闹下去就不怕我去找别人 一听皇上要去找别人 珍珍嘴硬着让她爱找谁找谁 嘴里还说了很多气话 宫里头那么多女人 都等着成人受禄呢 宁可千万别在我这几下耽误功夫 咱们拜过堂 做什么天经地义的狠 您真别太当回事 皇上听着这些话 觉得珍珍气上头 说什么都无补于事 索性转性就走 让她冷静冷静 那天晚上珍珍喊着泪 只能一个人睡了 第二天早上 宫女正在为珍珍梳妆打扮 两人谈起昨天的事 宫女觉得珍珍说过 有点过火会伤人的 皇上身为帝王 能为珍珍做到这样着实不易 宫女还提醒珍珍 这样会生生把皇上向别处推 珍珍觉得反正不说也都说 心想着反正她今天也不会来 外面传来一声看到皇上来了 皇上的到来珍珍很是惊奇 皇上原来也想珍珍了 她说珍珍昨天的话令她很心疼 自己还是很在乎珍珍的 珍珍表示自己不爱看到皇上看别人 更不愿皇上和他们亲近 说着直接把珍珍抱在怀里 她答应着珍珍的话 但是担心着 后宫里头那么多女人 天天往你眼眶里撞 你管得住自己吗 皇上握着珍珍手 虽然后宫里可以住下很多人 但可是这里只能住下一个人 珍珍忧心的事还有 自己一直没有怀上宝宝 皇上笑着问珍珍 如此着急可是嫌我使得力气不够 皇上安慰着 怀孕是迟早的事情 你不用心急 哈哈哈哈 太医说过我们两个的身体都没问题 这种事还是顺气自然的好 说着皇上一手搂紧珍珍的腰 不然我们现在试试 皇上正准备亲上之时 外面突然有急事禀报 传叶家老夫人病危了 珍珍一听顿时晴天霹雳 皇上他们来到了叶府 见到皇上前来叶老连忙行李 皇上也对叶老是格外的客气 毕竟他也是国家的老功臣了 皇上问了老夫人的病情 叶老回答是由于着了风 加上年纪大便一病就到了 经过太医的治疗已经安稳了许多 而且有珍珍的陪伴应该很快就好起来了 皇上摸摸手中的茶杯没说是就好 他继续询问叶老 他征讨女真的时候曾以残衣相赠 但这件宝衣竟成了敌方抓人的线索 情情落入敌营之时因身着残衣 便被夺夺乌拉图无认成皇帝 叶老可没曾想过自己的残衣会带来如此危险 急忙地向皇上表明忠心 皇上心里是很明白 叶老是一等一的老实人 跟他说想让他仔细想想这件事都有谁知道 叶老突然想起还有一个人 是他的门声百建成 之前一直外放围观献衣补了更不幼是牢 残衣本就是他赠给老臣的 这样一说 皇上也想起来了 他是五年前因贪污被流放到辽东 然后皇上登基之后大赦天下 他也就上来了 皇上没想不到区区五年 物是人非 他竟然又做官做得风生水起 听皇上说完 叶老向皇上表示歉意 是自己识人不清 请皇上降罪 皇上没有怪罪他 叫他不必忧虑 真真看完了叶老夫人准备离去之时 忽然碰见了叶大哥 叶大哥也是来看祖母的 而现在是特意来叶蓁蓁的 叶大哥还打起了擎擎牌呢 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还表示你虽贵为皇后 我也只把你当妹子看待 叶大哥知道 虽统御六宫却也颇多掣肘之处 于情于理都不愿看到你被压制 真真觉得奇了怪 论辈分咱俩还一辈的 不要以为你留了胡子就真的是我长辈了 叶大哥突然眼神严肃 跟真真说了一大堆东西 真真听了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连忙跑到叶老那里 问爷爷皇上去哪了 爷爷说皇上去花园散不去了 爷爷眉头紧锁着 说对不起真真 不应该执意要把你嫁入宫中去做皇后 但依你的性子 未必喜欢在皇宫之中居着 说当时你父亲也是极力反对的 知道你与陆离自小青梅竹马 勤奋不同别人 陆离又是个知根知底的好孩子 品貌家事都与你般配 也知道你初入宫时过得不如意 当时我已然后悔奈何木已成舟 我也只期盼你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是那位青亚 不输于庙堂你又怎么会过得舒心 珍珍握着老爷的手 安慰着爷爷叫他千万别这样说 自古因缘天注定 表示皇上对他挺好的 而后宫的事情他自己有方法去搞定 叫爷爷不必担心 自己不会给爷爷丢脸的 爷爷听了说他可以放心离开 珍珍疑惑地问爷爷爷要去哪 爷爷毕竟年纪大了 这么些年他都在官场里面打滚 没有好好地陪一陪老夫人 如今人老了 不如好好与他过几年舒心日子 也想带奶奶回江苏老家 那里山清水秀最是养人 爷爷想着与奶奶养养花溜溜鸟 闲来垂掉碧膝上 但珍珍怎么会同意呢 二老年事已高 江苏离京城又远 爷爷叫珍珍不要早劝自己了 如今你已经有人会好好地待你了 几天后 朝廷内外谣言四起 传言说皇上要打压叶党 所以导致叶阁老退 连儿子叶康乐也被皇上外放了 皇上来昆宁宫 想找皇后解释他家谣言的事 还没等皇上发话 珍珍就一直说 你想推行方秀卿的心政 就不能有人在跟前爱手爱脚 我们叶家是外妻 本就不能奉光太过 况且说到入阁 我倒觉得我二哥比我爹更合适 他继续分析我爹是个合适老 面软心也软眉主见 二哥见人三分笑 可是肚子和手腕是随了我爷爷 叫皇上别小看 他只是个智水的 皇上借机又开始夸赞老婆了 此言有理 其实你比他们都有雄才大略 珍珍感叹自己只是个女人 下辈子我一定要脱身的男 干一番事业 皇上才不愿意珍珍去当男的 这样才就不能去娶她了 珍珍灵机一动 那你就变成女的 嫁给我吧 说着用手指挑逗着皇上的 学着皇上的话语 嗯 美人 皇上咳了一下清一清喉咙 转移话题 讲到屋里的香气闻起来很怪 原来这是珍珍从辽东买回来的 这香叫做有所思 这还有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姑娘骂父亲郎的 皇上觉得这个香的兆头不好 叫珍珍别用了 因为她不想自己是个父亲郎 而在她眼里对珍珍永远是个有情郎 一早皇上和珍珍双双来到了慈宁宫 给太后请安 见到皇上了 太后便凑合着拉起皇上的手 想要给她安排人 要好好服侍皇上 要皇上见一见她 想必一定会喜欢 珍珍又是一万个不愿意 这太后是明目张胆地在皇后面前 给皇上身边三人吗 此刻一女子走进来 皇上看了眼直接愣住了 嘴巴突出两个字 香 香如 珍珍想起皇上给她提到过的那个故人 太后一边转动着手中的佛珠 一边跟香儒说 香儒 原家把你与了堂上 从今日起你便是御前一等女官 你要好生父是皇上知道了吗 奴婢一定尽心竭力忠心不二 香儒恭敬地回答太后 珍珍好奇地问起 香儒是谁家的女孩 原来她是史不史郎伯建成之女 也是正经的大家闺秀 如令在宫中只做个奴才真是委屈了她 听到太后这话珍珍心里很不爽 感觉没有把自己当皇后看 珍珍问出了香儒也会制造沉香 她想着香儒顾那个沉香 惠至香儒跟随父亲百建成流放过辽东 香儒顾大敌也是她开的了 但是珍珍记得当年好像死了 现在又怎么会在这里 为了弄清楚香儒的底细 珍珍请来了庄妃 庄妃跟珍珍说 香儒是当年贴身伺候太子的人 地位相当于当初的冯天总管 不过皇上似乎更以重她一些 且她姿色不止白官伺候 晚上也伺候 当说到庄妃晚上试阵时候 珍珍打断了 是请了怎么还是个宫女 这是什么规矩 还说当年皇上每月总有两三次 是由她扮眠的 庄妃提醒着说 当年执掌六宫的可是如今的太后 明月清早 还没等皇上睡醒 珍珍一个降龙十八掌 把熟睡中的皇上推到床下 皇上摸着头爬起来很无奈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原来珍珍心里还想着香儒的事 想要皇上起来给她个交代 皇上当时看到香儒死而复生 确实震惊 但心里对她着实惭愧 与她往日有些情分 对于当初没能保护她 因此见她还活着确实欢喜 皇上也交代了以前做过一些亲密的事 不过现在有珍珍就不会想旁人了 珍珍生气地觉得她是花言巧语 珍珍想知道香儒自己的意思 倘若想继续留在宫中 自然该有个名分 倘若想出宫去 你做主给她许个好人家 也就罢了 皇上觉得这样很不合体统 叫她先不要管 她另有事商量保证你听很高兴 眼看桌面上铺满了关于纪利优的谋反的过程 珍珍听到有人要谋反 很是紧张赶紧询问 边疆的骚动内乱 都是这个纪利优搞出来的 皇上严肃告诉珍珍这是事实了 纪利优的身份已经确定 是非太子之子无疑 皇上问珍珍是否也认识纪利优 而跟珍珍自小玩大的陆离 年纪也跟纪利优也差不多 她想不会是表哥吧 皇上强调是 黎优不要扯到你表哥身上 皇上用手谈了谈珍珍的额头 说她笨 黎优是和朵朵乌拉图联手演戏罢了 这样骗得你的信任 又不是难事 皇上分析道 她在辽东应该已经知道你我身份 后来出现在军中 是想跟着去联合博日铁赤纳攻打州 她之前也有一些计划 但是都被我们打乱了 珍珍想起苏杰鱼行刺皇上的事 当然苏杰好事被人哄骗了 而侍卫行刺和剑上的剧毒是真的 珍珍才醒悟过来 如果是珍 我就差点见不到她了 她想知道黎优现在去哪了 是不是要引她出来 她担心这个人会不会危险到皇上 皇上紧紧握着珍珍双手 纪黎优生性狡猾多 一旦我身边的暗卫众多 我们要引她出来 但一个废太子想要谋位 便只能来行赐我这个郑主 便给她创造机会 第二天 为了引出纪黎优 皇上和珍珍微服到民间游玩 他们到处吃喝玩乐 好像一点也不担心有人行赐 到了晚上 珍珍想坐船去看一下湖边的夜色 珍珍撑的小伞 欣赏着这灯火嘹亮的夜景 在京城里时间旧了 都会喜欢民间的风光 在这么美好的环境之下 所有东西都变得羞涩可参 皇上突然从后面抱住了珍珍 一下子又开始轻轻了 转身皇上把小伞收起了 甩手一扔 然后把珍珍公主抱起来了 看着就知道要准备黑黑的节奏了 突然外面冬的一声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 是谁这么斗胆来打扰皇上黑黑 皇上下意识到祭礼又要来了 然后急忙转身穿上禅衣 并交代珍珍不要出来 有事叫我就行了 起身大步走出船创 几名黑衣人蒙面刺客 举剑便朝着皇帝直直刺去 哗哗哗 船窗乱成一片 早已安排的护卫迅速为皇上护驾 一下子攻附地上溅满了一地血 禀报皇上 刺客已全部被制服 一共八名刺客死了六个 没有纪黎优 没有引出纪黎优不禁令皇上有点失望 如今排查江苏已经没有用了 天下这么大 纪黎优他想必早就逃向别处 所以就不在江苏逗留了 跟珍珍回京城 第二天 在回京的途中 珍珍好奇地想知道 这次出行就这样结束 不继续追查纪黎优 皇上接过珍珍递来的水 解释到回京后 他刺杀我的难度更高 他比我们更不想让我们回京 所以在回城上 他就不得不加快动手 我们只要等着就可以了 突然 大地剧烈地晃动起来 轰隆隆的巨响在耳边响起 珍珍赶紧转头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远远看去 山红从山谷里疯狂奔出来 势不可挡 皇上脸都发青吃惊着喊 洪水 赶紧拉着珍珍叫他快到树上面去 肆虐的洪水夹杂着折断的树枝和事块 从山谷奔泻而下 连皇上的马也冲入了河流 洪水越发猛烈 水位也越来越高 皇上只能抱珍珍坐到树叉上瑟瑟发抖 还安慰着珍珍 叫他不要怕他会保护你 皇上环视了四周 这附近应是有一条河 刚才那声震响 大概是和绝了低河水便冲了出来 珍珍凭着刚才的响声听得真切 他猜测河流的绝口应该很近 所以水位也长得快 我们只要站在高位 等着洪水退去就好了 人一旦落尽这浪中 再好的伸手也施展不开 在生死关头 皇上报警珍珍说出一直以来不敢说的话 他说在遇到你之生活很无聊 这时候翻腾汹涌的洪水已经漫过了脚底 皇上好像做最后离别似的 他很感恩珍珍带给他许多的滋味 皇上深情地说 珍珍我庆幸我遇到了你 你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珍珍此刻已经泪流满面了 也对皇上做最后的告白 在最危险的时刻 珍珍发现了有一段木头飘过来了 不过这根段木头好像有点小 撑两个人可能有点吃不消了 皇上让珍珍先坐好到木头上 帮他用腰带系好 以防被冲跑 下一秒 珍珍以为皇上会跟着他坐下木头 谁知道直接松开木头 皇上让珍珍要活下去 在肆虐的洪水猛推下 珍珍坐着木头飘离开了 珍珍大声喊道 不计无救 在附近的一处村庄 此刻珍珍正睡在这里头 他努力地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原来还没有死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嘎吱地打开 走来一个人 他轻轻地坐到珍珍床边 珍珍还在猛睡当中嘴巴喊着 岂无救 珍兄弟还认识我吗 珍珍瞪了瞪大眼睛 看着原来不是皇上 他尴尬地嘴里吐出 怎么不认识黎尤 珍珍好奇着问黎尤为什么会在这里 黎尤的回答 他也是因为洪水而困在这个村庄 然而恰巧看见你昏倒在河岸边 便把你带了回来 珍珍看了看 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紧张着询问自己的衣服 理由这个时候 肯定要表现证人君子 是这家院子的工人 帮你擦身换衣裳的 你原本的东西都放摆在床边 珍珍松了口气 幸亏没有被这个人怎么样 珍珍打开包袱 看到自己的东西 正所谓赌物 四人看到皇上的扇子 他突然想起跟皇上 拿着扇子打情骂俏的时光 他担心皇上现在的安危 珍珍总是心里安慰着自己 皇上是上天谢选的真龙天子 一定不会死 他怀疑理由和自己一样 也不能确认皇上的情况 所以理由才躲在这里暗兵不动 珍珍看到这个想谋反的理由 心里真的很是愤怒 但又不能表现出来 还得继续在他面前演戏 珍珍装在若无其事的谢谢理由 翻倒理由说出了令人出奇的话 他说等我当了皇帝 你照样是皇后 没想到理由这么快就藏不住了 此刻也领珍珍没法接受 理由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你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 难为你还在我面前装得这么客气 我的珍珍妹妹 珍珍愤怒着到皇上不会死的 理由坏坏地笑了笑 是吗 可是我听说她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 现在举国上下要进行国丧 珍珍没有被理由的激将法吓到 他反问理由爆发洪水那天是不是他做的 珍珍却疑惑是不是 是由用炸药炸开了河堤而引发的洪水 理由称赞珍很聪明 珍珍愤怒地举起手 准备给了理由一个大大的耳光 大骂着 畜生 对着理由立声道 你知不知道自己害死了多少人 理由查了查被打的脸颊 你只知道我害死多少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纪无旧的父亲 害死了多少人 理由整理了一下衣服 看着叶珍珍暗道 当年天下人与我无所住 我如今又何须顾忌他们 可知道在理由心里 所谓江山也不过是尸山堆起来的 此刻理由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了 他抚摸着受惊的珍珍的脸 得意地道 我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比如江山 比如你 下一秒珍珍推开了理由 那只令人厌恶的手 恨恨地看着理由道 你只知道当皇帝的好 却不知道当皇帝的苦 他告诉理由 既无旧心里装的是整个关下 理由不停地凑近了珍珍 坏坏地笑道 我在床上比他强你信不信 珍珍害怕地随手从床上抓点东西 乍向理由大声喊道 滚 理由一手抓住弱智谦谦的珍珍 直接把珍珍按住 凑近连使劲地亲了过去 珍珍不停地挣扎着 大喊着混蛋 畜生 珍珍那是理由的对手 就在此刻 突然珍珍发现自己包袱里面有一瓶药丸 他想起这批药丸的神奇功效 只是小小一粒保管能让男子至少时日不举 珍珍抓起药丸 豁然想着在此药面前必定微风扫进 然后一把使劲地塞到理由嘴巴里 此刻的理由都还没反应过来 咕噜地把药丸吞了下去 后一秒理由咳了几下问珍珍给什么东西他吃 珍珍盯了他下半身干大地道 呵呵能让你修身养性的药 他还强调药性快 这会儿就能发作了 后一秒理由突然感觉到一阵力不从心的样子 他的小鸡鸡直接躺平了 理由气得直接起身走人 临走还放话 算你狠 明儿咱们就回京城 给季吴救收尸 隔天 珍珍醒来发现自己被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当他拉开房门准备出去的时候 理由正好经过 理由让珍珍到外面去看看 珍珍一看被映入眼帘的情景震惊了 只见整个村庄家家户户都挂上白布 死气沉沉的 就像一座死城似的 理由解释道 早告诉过你国丧 我们现在正在乘船回京 给季吴救收尸 珍珍闻言震惊地 他头昏目眩嘴里一直念叨着 不可能不可能 珍珍无法接受 发问道 你为什么选择了回京路上更远的水路 理由解释 这一定是因为陆路上有人在严查你的行踪 珍珍思来想去却遗憾道 这岸边的村庄只是因为洪灾死的人太多了 才会家家户户都挂上白布 理由拍了拍手 趁直珍珍聪明 理由接着告诉珍珍 几无就确实没有死 我还给他发了密函 命他孤身一人前来赴约 珍珍不懈着道 几无就文不是傻子不会一个人来 理由看着珍珍肯定道 几无就是为了你来 下了船后 理由带着珍珍来到百花山边一处荒芜的空地 珍珍发现一旁的士兵正在不停地挖呀挖呀挖 他想知道理由在干吗 他故意调侃到你是想把自己的身家埋在此处吗 理由也没有忌讳太多 直接告诉珍珍 这些都是炸药 只要记无就他赶来 我就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理由又是强调江山和美人都要得到 珍珍叫理由被休想太多 江山是记无就的 挤完就是我的 理由看着珍珍此事的表现 暗道 珍妹妹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如果你执意这样想 随后吩咐身后的士兵把珍珍绑起来 一段时辰后 皇上来到了山上 他抬头看到珍珍被绑在悬崖边上的树上 珍珍看到皇上没有死而且真的来了 但是下面全是炸药好想让他回去 理由对皇上得意地道 你来了 皇上气汹汹地让他放开珍珍 并让他开条件就可 理由夺着不意味深长暗道 珍应该让你爹在天上好好看看 他当初是怎样杀死亲哥哥的 他的儿子今天就会怎样被自己的哥哥杀死 此刻理由仰天大笑 大喊道 报应这就是报应 皇上不知如何解释 让他不好评论先辈往事 理由对皇上历声道 你自然不好评论 因为你爹是个是兄逼父的畜生 听到理由骂自己的父亲 皇上气愤道 住口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用不着牵扯到任何过往 理由好像要把他挤压了几十年的愤怒都要说出来 你的爹杀死了你的伯父和爷爷 你的皇位本来就是抢来的 负债子长 就在此时 理由开始拔剑说要报仇 后一秒突然把剑指向绑着珍珍的绳子上 还要那会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此刻皇上大喊着不要 一切好商量 理由看着皇上紧张的模样 得意地问道 江山和美人选一样 选对了给你一条生路 面对着理由的这些把戏 皇上处在两难的决策当中 皇上最后要理由放了珍珍换他自己过去 理由终于得逞了 缓缓地把剑收了回去 笑盈盈的 不好意思我非杀你不可 随后转身吩咐身后的士兵 点火 随着滋滋的声音 珍珍万般心痛不敢直视 等了一会却没有听到炸药爆炸的声音 理由顿时疑惑 该不会是所有炸药在同一时间熄火了吧 不愧是纪简丛的儿子 与你爹一样奸诈 就在此刻 珍珍突然抓住绳子一脚踢飞了理由转在手里的剑 看着珍珍 理由顿时愣住了 珍珍一个转身把理由压倒在地上 随后吩咐士兵把他抓住 几经拨折皇上和珍珍终于见面了 他们四目相对 皇上对珍珍刚刚自己能逃脱表示疑惑 珍珍指着手指上的菱形戒指 表示多亏这玩意才能把绳子磨断 皇上紧紧地抱着珍珍 珍珍安慰着倒好了没事了 皇上吩咐士兵把纪理由和这群叛党都压下去 当天晚上 皇上和珍珍回到京城 珍珍带着疑惑问皇上洪水那天是怎么获救的 皇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看水位逐渐上升 索性就节省体力保持呼吸 仰面飘在水上 后来被不远处的安慰发现了 皇上表示他回宫以后 收到了纪理由的密函 信中还有你的手印 还是要珍珍的命 皇上越说越气愤 此时珍珍突然一口咬住皇上的耳朵 疼疼 皇上一边推开珍珍一边大喊着 珍珍很委屈地倒计无救 你不和我患难于共 有事只知道一个人抗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你以为你用自己的命换我一条命 我能活得心安理得吗 此时皇上被问得一惊 有种不知从何解释好 只好握紧对方的手 深情地抱着他 珍珍又想起炸药的事情 皇上敲了敲珍珍笑了笑道 笨蛋 他能买我就不能挖吗 珍珍很好奇地一直追问 关于炸药的事情 皇上只好把自己嘴巴 凑合地堵住他的小嘴巴 然后拖着珍珍的脸颊 我真的很想你 然后又开始准备 一系列的动作大片 这里我不妨碍大家想象了 准备关键的时刻 就在此刻珍珍忽然觉得一阵恶心 就一手把皇上推开 然后冲去抱着垃圾桶一阵猛吐 皇上帮珍珍扫背 然后问珍珍怎么回事 并交代自己已经完全没有碰其他人 还每天都在洗澡 表示自己可能是晕车后遗症 博学的皇上没想到 什么样的船可以让珍珍晕成这样 皇上忽然想起点东西并问道 珍珍你的月姓多久没来 珍珍糊里糊涂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好像是有两三个月了 他们两想不会是 然后就马上招来太医 经太医诊便 珍珍确实怀孕两个月了 太医盯着皇上道 皇上放心你这次没有怀孕 珍珍摸了摸肚子 自言自语地说 这两个月里我上山的海吃喝百无禁忌的 这孩子居然还能安然玩样 皇上扶着珍珍的手 那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 是天眷之子 珍珍看着皇上此时的表现 他发现皇上好像比以前爱笑多了 要皇上平时多笑一点 此刻他们握着彼此的双手 都真希望往后的日子都能事事顺遂脾气泰来 接着皇上心里正着急正去出来最好一件事 只见他大步地走进了阴深的天牢里 找到理由 理由看了看皇上不屑地道 要杀要寡随你便 审问就免了吧 皇上表示很欣慰自己还有个哥哥在世上 由于既是一族本来就血脉薄弱 就算理由想要谋夺皇位 朕却也并未打算要你性命 但因为你造成的洪水 导致几万条人命葬送在你手里 这是不能赦免的 理由忧心忡忡地道 你指责我滥杀无辜 我不在乎别人的生死 因为无人在乎我的生死 皇上听着也很无奈并问道 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 理由想要死珍珍手里 皇上发问理由是否喜欢珍珍 并表示珍珍如今怀有身孕 只怕不便行此血腥之事 理由靠坐在墙上想要亲自去问问珍珍 此刻珍珍也来到天牢找理由 珍珍让皇上放心 他会好好地跟理由谈谈 并要求把配件留下 理由看到珍珍来了 很欣慰地问道 珍妹妹 如果我没有害死那么多人 你会喜欢我吗 珍珍想让理由死心道 我们大概会成为朋友吧 理由好像已经得到答案了 他让珍珍动手 珍珍拔出配件 向着理由的胸口刺过去 理由双手握着珍珍的手 嘴里念叨 珍妹妹 我错了 我以为我最想得到的是皇位 其实不是 我以为我死在你手里会安心 其实也不是 理由扶着插入胸口的剑 我此生从没如此难过 此时理由的胸口已经不停地滴着血 他扶着牢门 艰难地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一件关乎纪无就生死的事情 你会原谅我吗 珍珍一听是关于皇上的事情 顿时紧张起来问他什么事 理由告诉珍珍 其实他与百香如最初的计划是 他要得皇位他得纪无就 但是百香如入宫之后便改了想法 他想让纪无就继续当皇帝 他想要登后卫 珍珍闻言震惊地看着他 气愤道他得到纪无就 他拿什么得到纪无就 理由拿出最后一口气 嘴里还吐着血 奄奄一息地重复道 他能控制纪无就 珍珍使劲着摇晃之快要倒下的理由 大声问道 他怎么控制 理由你快说话 可惜理由已经归系了 又怎么回答话呢 此刻的理由是真正的理由 一生为理由苦 是一个反方向的诅咒 珍珍把在大牢里有说的话告诉皇上 皇上初期反问 百香如能控制我 珍珍看了又看 摸了又摸皇上 一直问他有没有不舒服 直到皇上说没事 珍珍才放下心来 皇上自己想 虽然我跟珍珍说的是 近来没有不是 但却有怪事的是 他总是无意识地往一个地方走去 他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芭蕉阁 看到百香如站在门前等着他来 百香如笑了笑道 皇上您终于来了 皇上直接上前问道 百香如你到底对朕做了什么 百香如问皇上是否听说过挑花骨 听到百香如竟然对自己用骨 顿时觉得他是不可理喻的 随后转身就走 百香如见状着急着喊道 若你不爱我 你就会死 皇上对着百香如 肯定地说道 我就算死也不会爱你 百香如发问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叶珍珍 皇上明确地告诉百香如 他此生只爱过一个人 以后也只会爱他 百香如还不死心如同泼妇一样大骂着 皇上头也不会地说道 你没有一点比得上珍珍 此刻百香如心如刀割静静地站在哪里 随后皇上招来了精通古术的医师 只见医师拿出长长的针 小心翼翼地给皇上的手臂扎了进去 当他拔出银针时 发现本来鲜红的血变成黑漆漆了 医师听了皇上的症状 分析皇上应该中了桃花骨 原来桃花骨以心血为食 长此以往下去性命会不保 而只要您和下骨的那个人 相爱一生永不变心即可 这个骨会指引您丢找它 还有便是由下骨的人亲自截骨 但是桃花骨不同于别的骨 谢骨之后 下骨之人会遭到反噬死亡 所以截骨相当于自杀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医师分析道 骨其实就是活的毒 桃花骨的名字好听 但中骨人受到骨虫的控制 会主动找到下骨的人并与之交合 因为人的心神被骨虫控制了 所以并非真的想 倘若不然 骨毒发作 背叛的那个人就会死 皇上听着觉得这骨的说法有点荒唐 医师接着解释道 中桃花骨的人一般都会落进这个套里 几乎没有例外 问及皇上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下骨的人 皇上对医师说到自己已经有相爱之人了 医师看着皇上有些感叹 作为皇上真是不容易 应该还是一个意志异常坚定的人 皇上眼神有时好像重些似的 他交代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神不被蛊惑 医师看着皇上此时的表情强调 现在您的骨毒已经发作了 如果您一直不去找那个人 到头来还是会死 皇上心里想在这件事找到破解方法之前 还是先别告诉珍珍了吧 几天后 皇上和珍珍在昆明宫一起吃饭 皇上没吃多少就说饱了 还说自己有点累要先回屋睡会 珍珍看着精神不振的皇上心里有点焦虑 随后盯着冯友德问道 皇上到底出什么回事 冯友德赶紧跪下低着头解释道 皇上他近来经常咳血 皇上怕娘娘忧心一直令奴才不准向娘娘说 珍珍接着问冯友德太医到底诊出什么病 冯友德接着回答道 太医只说皇上是血气虚弱 所以一直吃补血的药 但我依稀听到了谷 在珍珍的一直追问下 冯友德把皇上去了芭蕉阁 还把百香儒禁足 叶珍珍珍想知道百香儒 这葫芦究竟卖什么药 次日珍珍来到了芭蕉阁 珍珍竟只找到百香儒给他一个下马威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给他下的谷 百香儒对珍珍得意的道 却没想到他竟然能挺这么久 百香儒继续挑衅道 她对你再好到头来还是得归我 珍珍直接放话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百香儒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讲 我要当皇后 我还要你在她面前消失 珍珍闭着眼睛思考了一下 珍珍此刻只想对百香儒做一件事 后一秒珍珍举起手来 给百香儒重重的一个耳光 百香儒摸着被打的一脸 力声道 你敢打我 话音没落 珍珍使劲地又给百香儒的另外一脸抽去 这样两下直接把百香儒两个两都打得通红了 珍珍火气十足 然后直接不停地抽打着她 百香儒像逃命一样跑出了门外 看见门外的宫女都没有自己人了 百香儒欲哭无泪 然后转头看到珍珍两眼发光 双手提起凳子准备朝她冲过来 百香儒惊慌失措喊道 你不要过来 就在此时 珍珍突然感觉到一阵头晕 随着凳子哐的一声掉下 珍珍可能太激动直接晕倒在地上了 经过休息珍珍醒了 皇上已经坐在床边等候多时了 一醒来便询问珍珍哪不舒服 珍珍开始责怪皇上 把中古的事情瞒着她 没有把她当妻子看 皇上跟珍珍解释 是因为之前没有想到对策不想让你担忧 说着珍珍就一脚飞过去 随后有侍卫禀报 调查出百香儒自己不会鼓术 所以她的桃花鼓实际上是别人给的 找到鼓的主人此鼓可解 珍珍一听眼睛放光芒似的 赶紧问到这鼓的主人是否找到 原来这鼓的 百香儒当初流放辽东时 认识过一个会鼓术的苗人 此苗人名叫腾毅是鼓苗的头领 腾毅最善鼓术 那桃花鼓就是她送给百香儒的 皇上叹了叹气 腾毅她并不肯救我 因为腾毅年轻时曾被汉人欺负过 当地官府并不作为 因此她急恨上了官府 珍珍着急着想不把百香儒杀了吧 皇上看着珍珍解释道 这种鼓虫其实不但我身体里有 它身体里也有 两只虫子本就是一对可以互相感知 否则也不会有或人心智的效果 她若是死了 她体内的小虫也会死掉 我体内的鼓虫感知到 同样会发作鼓毒 就在此时 冯德才传话来 百香儒服毒自尽了 幸好宫女及时通报救了回来 但嗓子却毒哑了 皇上却疑惑着 这会不会只是她自导自演的肉脊 引诱我同情她 珍珍觉得 百香儒一心想和皇上双宿双飞 不会用这么厉害的毒药 这其中必有蹊跷 为了一探究竟 珍珍去找到了百香儒 只见百香儒躺着床上病奄奄的 珍珍问她是谁害的 百香儒在珍珍的手心里比划着 写着太后 珍珍迫不及待来到了慈明宫 气冲冲地找到太后要与有事商议 太后的喝着茶 问珍珍宫中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搞不颠 珍珍开门见山直接问太后为何要杀百香儒 太后一听百香儒死了 被震惊到整个人都站起来了 一听百香儒没有死 就缓缓地坐回去 接着太后开始质问珍珍 是不是要把这人命的事情归到她头上去 珍珍把太后的动机挑明白了 因为百香儒死了皇上也性命不保 杀百香儒最终目的是置皇上于死地 太后一听整脸都没吓坏了 然后痛斥着说珍珍胡言乱语 皇上是我亲生儿子 怎么会害她 珍珍对太后气愤道 皇上根本不是你亲生儿子 太后听到这话整个人僵住了 不停地冒着冷汗 太后最后承认了皇上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她的亲儿子早死了 正在门外的皇上刚好听到这些 皇上想向太后问清楚 太后下意识回答了一句 我不是你的母后 然后鄙视着皇上气愤道 我说过我的亲生儿子早就死了 被你爹害死的 没想到吧 他害死了我的孩子 却把一个贱人声的箭种塞给我 越听越紧张地皇上握紧着珍珍的手 皇上不敢相信自己的父皇 会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问他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太后拍着大腿看着皇上愤怒地道 还不是为了你这个箭种 他怕你的皇位被别人抢了丢 就对我的孩子下了毒手 他干脆不再要其他皇死 只留你一个 接着嘴里不停念叨 报应 报应啊 后一秒皇上被气得不停可写 冯友德见状急忙召集太医 接下来皇上被送回寝室休息了 皇上问珍珍太后说 关于他的身世的事是不是真的 又追问珍珍是如何知道此时 原来这些事都是夜雷霆告诉珍珍的 在二十多年前 先帝爱上了一女子 两人生下孩子也就是皇上 但两人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女子最后爱上了夜雷霆的父亲 和对方走了 把皇上留在了宫中 而刚好太后的儿子意外死亡 先帝便直接用你替换了那个孩子 只因皇家子嗣不比平常人家 总要有个出身 皇上感叹先帝此举真是用心良苦 然后煞一下报警了珍珍 皇上对珍珍按道 我现在真的只有你了 次日 皇上下旨宣告太后被禁足了 几日后 皇上道诉珍珍她要去苗疆找藤义结果 藤义既然对朝廷对皇上有成见 不肯来宫里 那我便亲自去苗疆找她 珍珍担心皇上身体没有恢复 要求一同去 说是要让藤义看到你是有妻儿的人 明白你才是受害者 皇上那会哪个怀孕的人陪她去那么远呢 皇上还交代自我决定要南下后几下好了密招 若我不能回来那便直接立你腹中的孩子为皇储 无论她是男士女皆可继承皇位 但是在皇储正式登基前 便赞由珍珍监国摄政 皇上说的是永别的意思 吓得珍珍大哭起来 皇上还让她可以在心地登基后再假 珍珍气地直接把密寒扔掉 靠着皇上肩膀伤心地喊道 如果你真的抛下我 我不会改嫁 皇上拍了拍珍珍 只好安慰着我一定回来等我 皇上骑着马出发 沿途经过了高山湖泊 历经风雨秋冬 马不停蹄 终于来到了苗疆找到了藤义 藤义知道此人是来找她解骨的 便询问了相关情况 得知她中的是桃花骨 已经好几个月了 而且并没有和下骨之人交合的 是因为她有妻儿 藤义回忆当初与百姓如相识之时 由于觉得与之颇为投缘 便送她一只桃花骨 却没想到她竟拿来用在有福之福 破坏别人幸福之上 藤义基于对朝廷的成见 便问来人与皇上的关系 来人回答我就是皇帝 藤义愣了一下出奇道 你明知我最厌恨皇帝 本可以骗我 皇上解释道 自己不想骗救命恩人 我一直在摸索 过去可能因为我的治理 无方对您有得罪之处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晚辈计较 面对如此坦诚的皇上 藤义决定给皇上解骨 皇上开心地感谢藤义 但又担心解骨后百姓如的生死 藤义无奈地叹了叹气道 这是他自己找死 我给他桃花骨的时候叮嘱过许多次 让他别拿这东西来做怪害人 皇上突然打断了藤义的话语 皇上表示他担心百姓如忽然死亡 珍珍会以为我发生了意外而受到惊吓 所以便要求藤义一同回经解骨 日盼夜盼的珍珍 盼到树叶都落满地了 看到皇上平安归来心里开心极了 直接冲了过去抱着皇上 告诉对方自己很想念彼此 藤义经过一番操作之后调治解骨药 藤义细心地照料着皇上帮他解骨 皇上的身体日渐康复 可以陪着珍珍一起出去晒太阳散散步 他们两个手牵手彼此不分腻我 当皇上和珍珍一同来到皇级殿 手拉着手相互依偎地坐在皇位置之上 此时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江山与共白手相依 这里的舍后 那么,大神训练